一眼,像贼一样溜出大门,冰冷的雾刺着皮肤,克里斯多夫沿着墙跟走,唯恐遇到一张熟识的脸,他直奔车站,踏上一节开往卢塞恩的火车,在第一站上写了封信给伯罗姆,说有件紧急的事要他离开几天,很抱歉在这种情形之下跟他分别,希望他和他通信。 给了他一个地址,到了卢塞恩,克里斯多夫又换乘开往高泰的火车,半夜里在阿陶夫和哥斯沁南中间的一个小站上跳下来,根本不知道这地方的名字,以后也从来没知道。 他在车站旁边看到一家小客店就歇了脚,路上是一片汪洋,倾盆大雨下了一夜,又下了今天一天,雨水从一个破烂的水陡中卸下来,声音像瀑布一般,天上地下都被洪水淹没了,融化了,像他的思想一样。 他躺在潮湿而有股霉烟味的被单里,没法睡觉,心中老想着安娜所冒的危险,竟忘了自己的痛苦。 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受到公众的侮辱,非给他一条出路不可。 在极端兴奋的情形之下,他忽然想出一个古怪的主意,写信给城中和他有点来往的少数音乐家中的一个,糖果商兼管风琴师克拉伯。 他告诉他说,为了一件爱情的纠葛,他上意大利去了,那件事他没到伯罗姆家以前就开始的,他本想在那里把热情压下去,可是办不到。 信写得相当明白,可以使克拉伯懂得,也相当地含混,可以让克拉伯用他自己的猜想去补充。 克里斯多夫要求克拉伯保守秘密,因为知道那家伙最喜欢说短道长,预备他一接到信,就把事情张扬出去。 事实上,也果真是这样。 为了进一步小货听闻,克里斯多夫在信尾又加上几句,对波罗姆与阿娜的病表示很冷淡。 当夜和第二天,他一心一意地想着阿娜,把自己和他一起消磨的最后几个月,一天一天地回想起来。 他从热情的幻景中去看阿娜,永远拿他当作自己理想中的人物,给阿娜一种精神上的伟大、悲壮的意识,因为这样他才更爱阿娜。 阿娜既不在眼前,这些热情的谎言,当然更像事实了。 克里斯多夫认为,阿娜天生是个健全而自由的人,受着压迫,想挣脱他的枷锁,渴慕一种坦白的扩大的生活。 然后,阿娜又害了怕,把本能压下去,因为他们不能跟阿娜的命运调和,反而使他更痛苦。 阿娜对他喊着,救救我。 克里斯多夫便紧紧地抱着阿娜美丽的身体。 所有的回忆,把克里斯多夫折磨着,他觉得加深自己伤痕,有种痛苦的快感。 白日将近,苦闷越来越厉害,简直不能呼吸了。 克里斯多夫莫名其妙地站起来,走出卧房,赴了旅馆的账,搭上第一班往阿娜的城市开去的火车。 半夜里到了那儿,直奔伯罗姆家。 小巷子里,有一个和伯罗姆的花园接连的园子。 克里斯多夫翻过墙头,跳进林家的花园,再跳进伯罗姆的花园。 站在屋子前面,漆黑一片,只有一盏守夜灯的微光照着一扇窗,阿娜的窗。 阿娜就在那里受苦,她再跨一步,就可以走进屋子了。 手已经向门扭伸出去了。 但她瞧了瞧自己的手,瞧了瞧门,园子,突然明白了自己的行动。 七八小时以内,她完全糊涂了,到这时醒过来,吓得浑身哆嗦。 她竭力振作一下,把那双好像钉在地下的脚拔起来,奔到墙边,爬过去,逃了。 当夜,她就离城,第二天跑到山里,去引在一个盖着白雪的小村子内,去埋葬她的心事,催眠她的思想,努力忘掉一切。 所以,你得起来,用你精神的力量,克服你的疲倦,只要你神丸弃足,不为行义。 于是,我就起来,拿出我本来没有的,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回答。 善哉,善哉,我多么坚强,多么勇敢。 神曲,地狱,第二十四。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约翰·克里斯多夫。 喜欢本故事,请订阅专辑,或者分享朋友圈。 我的上帝,我干犯了你什么呀? 为什么要打击我呢? 从我童年起,你就给了我贫穷,要我奋斗,我毫无怨言地奋斗了,我也爱我的贫穷。 你给我的这颗灵魂,我曾经努力保持它的纯洁,你放在我心中这束火焰,我曾经努力抢救。 主啊,你却是拼命要毁灭你所创造的东西,你把这火焰熄灭了,把这灵魂侮辱了。 凡是我赖以生存的,都被你剥夺了,我在世界上只有两件财宝,我的朋友和我的灵魂。 现在我一无所有了,你把什么都拿走了,在荒漠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属于我的,而你从我手里抢去了。 我们两个人的心等于一颗,而你把他们撕破了。 你给我们尝到相依为命的甜蜜,为的是要我们更感到生死永绝的惨痛。 你在我的周围,在我的心中,造成了一片空虚,我身心焦瘁,我病了,没有意志,没有武器。 好比一个在黑夜里啼哭的孩子,可是你特意在这个时间打击我,你轻轻地像个奸细似的,从背后走来把我刺伤了。 你对我放出情欲,放出你的那条恶狗,你知道我那时没有力气,不能奋动。 情欲把我制服了,把我什么都拿走了,一切都给玷污了,一切都毁灭了。 我对自己厌恶到极点,倘若我能把心中的痛苦与羞耻叫喊出来,或是在创造的巨浪中把它忘掉,倒也罢了。 可是我没有经历,创造的机能也萎缩了,我像一株死了的树。 死?我不是等于死了吗? 哦,上帝,把我解放了吧,把这个肉体跟灵魂一起毁灭了吧,别让我留在世界上了,别让我活下去了,别让我无穷无尽地在沟壑中挣扎了。 慈悲的上帝,把我杀了吧。 克里斯多夫的理智早已不信上帝,可是他在痛苦中依旧像他这样呼吁。 他躲在瑞士的汝拉山脉中,一个孤独的农家,屋子背靠着树林,藏在山凹里,后面是一块隆起的高地,挡住了北风。 前面是林木茂密的斜坡,沿着草地以拟而下。 岩石到了某个地方突然完了,形成一座削壁。 全区的松树挂在边缘上,枝条修长的举树往后仰着。 天色暗淡,药无人迹,一片芒无边际的空间,整个的世界都在雪底下睡着。 只有半夜里,湖里在林间悲蹄,那是恶冬将近的时节,迟迟不去的冬天,永无穷尽的冬天,似乎快完了,不料他又重新开始。 可是一星期以来,昏睡的土地觉得他的心复活了,似是而非的初春,悄悄地溜入空中,溜入冰冻的地下。 像翅膀一般伸展着的橘树枝上,雪滴滴答答地掉下来,一望揭白的草原上面,已经有些嫩绿的心芽,像针尖似的探出头来。 他们周围,在雪的空隙中间,潮湿的黑土,仿佛张着小嘴在那里呼吸。 每天有几个钟点,在尖冰底下昏睡的流水,重新吐出雨雨的声音。 光秃的林中,几只鸟唱出尖锐响亮的歌。 克里斯多夫对这些都没留意,对他而言,一切都跟从前一样,他不是成天在房里打转,就是在外边乱跑,绝对没法休息。 灵魂被内心的妖魔分割完了,他们在那里互相搏斗,被压制的情欲照旧发疯般的乱冲乱撞,而憎恶情欲的心理也是同样的激烈。 他们互相咬着咽喉,要拼个你死我活? 克里斯多夫的心,被他们撕裂了。 同时,还有关于奥里维的回忆,关于他死亡的哀痛,创造欲不得满足的苦闷,看到了虚无而竭力反抗的傲气。 总而言之,所有的妖魔都在他心里,不让他有一分钟安静,即使有高潮退落,表面上比较平静的时候,他也孤独到极点,在心中找不到一点自己的东西。 思想,爱情,意志都被毁尽了,创造,创造才是唯一的救星,把生命的残渣圣子丢在波涛里吧,乘风破浪,逃到艺术的梦里去吧,创造,他要创造,可是办不到。 科里斯多夫的工作,一向是没有规律的,在身心康健的时候,他非但不用担忧精力会衰竭,反倒觉得过于旺盛的元气是种累赘,他完全逞着性子,高兴工作就工作,不高兴工作就不工作,没有任何固定的规则。 实际上,他随时随地都在工作,头脑从来不空闲的,生命力没有他那么丰富,而更深思熟虑的奥利维,曾经屡次告诫他。 小心点,你太信任你的力了,那好像山上的急流,今天滔滔滚滚,明天可能点滴无存,一个艺术家应当把他的财气抓在手里,不能随便挥霍,你应当疏导你的精力,把它纳入正规,你得用习惯来约束自己,按时按日的工作。 这种习惯对于一个艺术家的重要,不下于操练步伐对于一个士兵的重要,逢到精神骚动的时候,那是永远免不了的,工作的习惯等于你的一副铁甲,可以使你的心灵不至于崩溃,我很知道这一点,我能够活到现在,就是靠了他。 克里斯朵夫听了只是嘻嘻哈哈,那对你是好的,朋友,厌倦人生嘛,我才不会呢,我胃口太好了。 奥利维耸了耸肩膀,物极必反,最强壮的人闹起心病来,是最危险的。 奥利维耸肩膀,奥利维的话,此刻证实了,朋友死了以后,克里斯朵夫的内心生活并不麻上枯竭,可是变得断断续续的,会突然之间奔泻一阵,然后又埋在泥土底下不见了。 克里斯朵夫没留意这情形,那时他对什么都无所谓,悲痛与方在懵动的情欲占据了整个儿的思想,但是飓风过后,他又想找那个泉源来解渴的时节,便什么都找不到了,只有一片沙漠,一滴水都没有。 心灵,心灵枯竭了,他尽管在沙土中挖掘,想叫地下的浮流飞涌出来,尽管不惜任何代价的要创造,精神可不听指挥了,他不能向习惯求救,而习惯才是忠诚的盟友。 我们有时会把一切的生活意义都失掉,只有他始终如一,永远跟着我们,一声不出,一动不动,直瞪着眼睛,抿着嘴唇,用他那双稳定的,从来不哆嗦的手,带着我们穿过危险的行列,直到我们重见光明。 对人生又有了兴趣的时候为止。 克里斯多夫却是孤零零的,他的手在黑夜里,碰不到一只圆住他的手,他没有力量再爬上山顶去迎接阳光。 这是最凶险的关口,克里斯多夫觉得快要发疯了。 有时,克里斯多夫跟自己的头脑做着荒唐而狂乱的斗争。 因为他像狂人一样有些执着的念头,树木和他纠缠不清。 他往往数着地板,数着森林中的树木,有时,根阴的树木与和弦的度数在他脑中打架,有时他像死人一样的虚脱,没有一个人关切他。 他住的是一所偏屋,跟正屋分开的。 卧房归他自己收拾,并且也不天天收拾,每顿饭都由人家送来,放在楼下。 他简直看不见一个人。 房东是沉默而自私的乡下老头,根本不理会他。 克里斯多夫吃东西也好,不吃东西也好,那是他自己的事。 连克里斯多夫晚上回不回家,也不大有人注意。 有一次,他在林中迷了路,半个身子陷在雪里,差点回不来。 他竭力用疲劳来磨自己,免得思想,可是不成,他很少有机会能不胜困背地睡上几小时。 关切克里斯多夫的,唯有一条圣培那种的老狗。 他坐在屋子前面的凳子上,狗过来,把眼睛血红的大脑袋,靠在克里斯多夫的膝上。 他们俩,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可以瞧上大半天。 克里斯多夫让他待在身边,像病中的哥德一样,并不为这双眼睛有什么不安,也不想对他们说,去你的吧,你这是白费力气,鬼东西,你抓不住我的。 他听让这一对表示哀求的,半睡半醒的眼睛吸引。 同时,克里斯多夫也很想帮助他们,觉得这是一颗被拘求的灵魂向他求告,因为受着痛苦的磨练,活活地脱离了人生,遭着人类自私自利地蹂躏。 克里斯多夫才看到了被人类迫害的牺牲者,看到了人类得意洋洋地屠杀别的生物的战场,心中不由地又怜悯又厌恶。 便是在幸福的时候,他也一向喜欢动物,不忍看到他们受虐待,对于打猎有种强烈的反感,只因怕人笑话而不敢表示出来。 或许对自己不敢承认,但他不愿意亲近某些人,骨子里的确是为了这个原因,他从来不能跟一个以杀害动物为乐的人做朋友,这倒不是为了温情主义。 他比谁都明白,生活是建筑在痛苦与残忍上面的,一个人要活着,就不能不使旁的生物受苦。 那不是闭上眼睛说说空话所能解决的,也不能因此而放弃生活,像小孩子一般的抽抽搭搭。 倘若今日还没有旁的方法可以生活,就得为了生活而杀戮。 但为了杀戮而杀戮的人是个凶手,虽然是无意识的,可毕竟是凶手。 人类应当努力减少痛苦与残忍,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 平时这些思想,在克里斯多夫心中是深深地埋着的,他不愿意去想它。 想有什么用呢?有什么办法呢? 他应当成为克里斯多夫,完成他的事业,不借任何代价地求生存。 哪怕要牺牺牲一些弱者,也得生存。 世界不是他造的,别想吧,别想吧。 可是,等到他也遭了祸害,打了败仗,就非想到不可了。 从前,他责备奥利维,不该对于人家所受的,和给旁人受的苦难抱着无畏的同情,自己为之而悔恨交集,更加是多此一举。 如今,他却比奥利维更近一步,因为他元气充足,所以冲动之下,对宇宙间的悲剧,看得格外透彻。 他体会到世界上所有的痛苦,仿佛皮肉都被剥光了。 一想到那些动物,他不由地浑身站立,悲愤到极点。 他完全了解禽兽眼中的表情,看到他们有一颗和他灵魂一样的灵魂,一颗无法申诉的灵魂。 他们的眼睛在那里嚷着,我又没侵犯你们,干嘛要叫我受罪呢? 日常看惯了的,最平淡的景象,此刻他都受不了,或是一头关在栅栏里哀鸣的小牛,大眼睛秃在外面,眼白带着蓝色。 粉红的眼皮,白的眼睫毛,堆在脑门上的卷毛,紫色的面部,向内全驱的溪谷。 或是一只羔羊,被一个乡下人附着四脚倒提着,把脑袋拼命往上扬,像小孩子般哼哼哀汗,伸着灰色的舌头,咩咩地叫着。 或是挤在笼里的母鸡,或是一头被人屠杀的猪在远处哀嚎,或是在厨房桌上被人捧了肚子的鱼。 人类夹在这些无辜的动物身上的酷刑,都紧紧地掐着他的心。 假定他们也有一点理性的话,世界对于他们该是一场多么可怕的噩梦。 那些麻木不仁,又盲又聋的人,搁着他们的喉管,捧着他们的肚子,把他们腰斩,活活地烧着。 看着他们,痛苦地抽搐,便是在非洲吃人的种族里头,也没有比这个更残暴的事。 对于一个没有成见的人,看到动物的痛苦比人类的痛苦更难忍受。 因为人的受苦至少被认为不应该的,而使人受苦的也被认为罪人。 但每天都有成千雷万的动物受到不必要的屠杀,大家心上没有一点疙瘩,谁要提到这一点,就会给人笑话。 然而,这的确是不可赦免的罪恶。 只要犯了这一桩罪,人类无论受什么痛苦都活该的了。 这是他欠下的血债,如果真有一个上帝,而竟容忍这种罪恶,那就是上帝欠的血债。 倘若上帝是慈悲的,那么最卑微的生灵,就应该得救。 倘若上帝只对强者发出慈悲,而对于弱者,对于给人类做牺牲的下等生物,没有正义,那么压根就没有什么慈悲,什么正义。 可怜人类的屠杀,在宇宙的大屠杀中还不算一回事儿呢,禽兽也在互相吞噬。 平和的植物,无声无息的树木,在它们之间也等于凶暴的野兽。 所谓森林的田径,只是文人学士的好听的词早而已,因为它们只认识书本中的宇宙。 克里斯多夫屋子旁边的森林中,就有着可怕的斗争。 杀人犯式的举树,铺在美丽的松树身上,掐着像古希腊柱头那样苗条的腰枝,使它们窒息。 同时,它们也铺在橡树身上,把它们凹得折臂断腿。 巨人式的白臂的举树,一株抵得上十株的树,把周围的一切都毁灭了。 没有敌人的时候,它们便同类相残,彼此扭作一团,好像洪荒时代的巨兽。 斜坡下面的树林里,还有造角树,在林边往里头钻进来,攻击小松树,压着敌人的根树, 用塑胶把它们堵死,那是拼个你死我活的斗争。 得胜的,把敌人的地盘和残骸一起吞并了。 大妖魔没收拾完的,还有小妖魔来收拾。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约翰·克里斯多夫。 喜欢本故事,请订阅专辑,或者分享朋友圈。 长在根上的菌,竭力瞬息病弱的树,慢慢地消耗它的元气。 黑蚁,侵蚀那些已经在腐烂的林木。 几千百万,看不见的虫制,把一切注食,穿动,把生命化为尘土。 而这些战斗,都是在静默中扮演的。 自然界的和平,不过是一个悲壮的面具。 面具底下还不是生命的痛苦与残酷的本相吗? 克里斯多夫,笔直地往下沉了,但他不是一个束手待臂,让自己淹死的人。 他心里想死,事实上却是竭尽所能地求生存。 莫扎特说过,有一等人是始终要奋斗的,除非到了实在没办法的时候。 克里斯多夫便是这样的人,他觉得自己快消灭了,所以一边往下掉,一边舞动手臂,东抓抓西找找,想找一个衣棒,让自己吊着。 他以为找到了,他才想起奥里维的孩子,立刻把所有的求生的意志寄托在他身上,拼命把他抓住了。 对了,他应当找这个孩子,要人家给他,让他教养,让他爱,代替父亲的地位。 他要使奥里维在儿子身上再生。 既然他因为痛苦而变得自私了,怎么不早想到这一点呢? 于是,克里斯多夫写信给抚养孩子的塞西尔,很娇心地等着回音。 他全副精神想着这个念头,叫自己震惊。 哦,还有个希望呢,而且他很有把握,因为知道塞西尔的心是极好的。 回信来了,塞西尔告诉他,奥里维死后三个月,一位带孝的太太跑到他家里来对他说,还我孩子。 这便是当初丢下奥里维和孩子的女人,亚格丽娜。 可是已经面目全非。 他那次疯狂的爱情没有多久就完了,情人还没有对他厌倦的时候,他先对情人厌倦了。 回到母家,丧气至极,对一切都厌恶,人也老了许多。 为了那桩闹得沸沸扬扬的桃色事件,许多朋友跟他断绝了。 平时,行为最不检点的人,并不是最宽容的。 连他的母亲都对他表示那样的轻蔑,使他住不下去。 亚格丽娜看破了社会上的虚伪,奥里维的死更是个重大的打击。 他那副失魂落魄的神器,叫塞西尔不忍拒绝他的要求,把一个仕童挤出的小娃娃退还给人家,当然是极难受的。 但对于一个比你更有权力而且更不幸的人,骨肉分离,岂不更痛苦吗? 塞西尔原来想写信给克里斯多夫征求他的意见,但克里斯多夫从来没答复他的信,他已经不知道克里斯多夫的通信处,甚至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 人生的快乐得而复失,有什么办法,唯有隐忍而已,主要是孩子能够幸福,能够有人爱。 回信是傍晚到的,迟迟不去的冬天,又下了雪,下了整整的一夜,已经长出新叶的树林中,枝条又被积雪压断了,噼噼啪啪地响着,像战场上的声音。 克里斯多夫,克里斯多夫,克里斯多夫独自待在屋里,不点灯火,在白光闪烁的黑影里,每次听到林中悲壮的声响,都吓得直跳。 他也像那些树木一样,给沉重的担子压得咯咯地响着,他想,如今是什么都完了。 一夜过后,又是白天,树木并没有断,整整那一天,整整那一夜,还有以后几天几夜,树木继续受着压迫,噼噼啪啪地响着,可始终没断下来。 克里斯多夫一点生存的意义都没有了,可是照旧活着,他再没有理由奋斗了。 可是他照旧奋斗,一拳来一脚去,跟那腐蚀他几股的无形的敌人肉搏,好比雅各对天神的苦斗。 他对斗争并不存什么希望,只等有个结果,他永远在那里苦斗,嘴里喊着,你尽管把我打倒吧,干嘛不打倒我呢? 积天过去了,克里斯多夫的苦斗告一段落,所有的生命力都消耗完了,可是他仍旧撑着身子,走出门去。 唉,那些在生命的空白中,有个坚强的种族支持的人,还是幸福的。 祖父的跟父亲的腿,把快要倒下来的儿子的身体撑住了,强壮的祖先们一举手之间,把那颗筋疲力尽的灵魂给拖住了,好像战士虽死,他的坐骑还是把他拖着。 他走在两个土挖中间一条高企的路上,又走下一条,地上都是尖石头的小径,石头中盘根错节的,长着些发育不全的橡树根。 他不知道自己往哪儿去,但脚步比神智清楚的人更吻石。 他没有睡觉,几天以来差不多没吃过东西,眼睛前面蒙着一层雾,向着下边的山谷走去。 那时正是复活节的前几日,天是阴的,冬季最后一个寒潮退下去了,和煦的春天正在酝酿中。 下面许多小村子里传来一阵阵的钟声,先是从山脚下土凹里的一个钟楼上来的,钟楼顶上盖着杂色的甘草,有黑的,有黄的,长着一层苔藓,像丝绒一样。 接着是另一山腹中看不见的那个钟楼,随后又是对岸平原上的那些,还有在很远的地方,雾矮苍茫中的一个村子,隐隐约约发出一片模糊的声音。 克里斯多夫停住脚步,似乎要昏过去了,那些声音似乎对他说, 到我们这儿来吧,这儿只有和平,没有痛苦,不但痛苦消灭了,思想也消灭了,我们可以催眠你的灵魂,让它在我们的臂抱中睡着,来吧,休息吧,你从此不会醒了。 克里斯多夫觉得多么疲倦,真想睡觉,可是他摇摇头,回答, 我所找的不是和平,而是生命。 他又往前走,不知不觉走了好几里地,因为身体虚弱,头昏目眩,最单纯的感觉也有意想不到的反响。 他的思想在天上地下反射出许多奇奇怪怪的微弱的光,在他前面照着阳光的荒凉的路上,闪过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影子,把他吓了一跳。 到一个树林出口的地方,他发觉旁边有个村子,因为怕见人,马上回头走,可是不能不走进村子高头的一座孤零零的屋子。 他靠着山腰,像一所疗养院,四周是个向阳的大花园,寥寥落落的,有几个步子不大稳健的人在沙道上走着。 克里斯多夫没有留意,但在小静的拐角上,他披面遇到一个眼睛惨白的人,软绵绵地坐在两株白羊底下的凳子上。 脸又胖又黄,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前面,身后另外坐着一个人,两人都不出一声。 克里斯多夫已经从他们面前走过了,又忽然停下来,觉得那双眼睛是他认识的,回过头去瞧了瞧,那人始终不动,瞪着前面,仿佛有一个固定的目标。 旁边那个看见克里斯多夫招手,便走过来。 呃,他是谁啊?克里斯多夫问。 哦,疗养院里的一个病人。 那人指着屋子回答。 呃,我好像认识他的。 可能的,他是德国一个很出名的作家。 克里斯多夫说出一个姓名,果然是的。 克里斯多夫从前在曼海姆杂志上写文章的时代,跟他见过,那时他们处于敌对的地位。 克里斯多夫踩路头脚,对方已经成名了。 他性格很强,很有自信,不是他的作品他都瞧不起。 他那些写实的,刺激感官的小说,不像一般流行的作品那么庸俗。 克里斯多夫虽然讨厌他,对于他那种世俗的,真诚的,范围狭小的,但很完美的艺术,也不由得暗暗钦佩。 啊,他这个病已经有一年了。 那个看守的人说,这一过一阵,大家以为他好了,送他回去了,哎呦,不料又发了。 一天晚上,他竟然从窗里跳下去。 出到这儿的时候,他又是骚动,又是叫嚷,可现在啊,非常安静,整天就这样坐着。 呃,他,在那里瞧什么呢?克里斯多夫问。 他走进凳子,不胜怜悯地瞅着这个被病魔打败的人,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眼皮很厚,一只眼睛差不多闭着。 那疯子似乎不知道克里斯多夫在他旁边。 克里斯多夫叫着他的姓名,握着他的手,觉得又软又潮,丝毫无力,像一样死的东西。 克里斯多夫不敢再把他拿在自己手里。 疯子把往上翻起的眼睛向克里斯多夫瞧了瞧,又瞪着前面,呆头呆脑地笑着。 呃,你瞧什么呀? 我,等着,那人一动不动地低声回答。 呃,等什么? 等复活。 克里斯多夫打了个寒颤,赶紧跑了。 这句话像火箭一般地射到他的心里。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故事,请关注阿尔菲文传喜马拉雅账号。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 阿尔菲文传制作的约翰·克里斯多夫。 作者罗曼·罗兰,翻译负雷, 演播孟兰。 第一百七十九集 克里斯多夫,没头没脑地往森林里钻, 朝着回家的方向,爬上山坡, 因为心绪很乱,迷了路, 走进一个大松林。 一片阴影,万籁无声, 不知从哪儿来的极点火黄的阳光, 透入浓厚的阴影。 克里斯多夫被这几道光催眠了, 觉得周围漆黑一团, 他踏着厚厚的针毡, 像麦管般隆起的树根, 长长扮他的脚。 树下没有一株植物, 没有一片苔藓, 枝头上也没有鸟声。 树身下部的枝条已经枯了, 所有的生机全躲在上面有阳光的地方。 再往前去, 连这点生机也熄灭了。 那是树林中间被某种神秘的病侵蚀的部分, 各种细长的第一, 像蜘蛛网似的包裹着红红的松枝, 把他们从头到脚捆覆着, 从这株树蔓延到那一株树, 把森林窒息了。 他们像水底下的海藻, 到处伸着触角, 私下里也如同海洋深处一样的静寂。 高头的阳光暗淡了, 死气沉沉的林中, 不知怎么溜进了一片雾, 包围着克里斯多夫。 一切消灭了, 什么都没有了。 他乱窜了半小时, 白茫茫的雾越来越浓, 变得黑沉沉的, 刺他的喉咙。 他自以为往前直走, 其实在那里绕圈子, 松树上挂着奇大无比的蜘蛛网。 雾气经过的时候, 在网上留下摇摇欲坠的水珠。 林了天罗地网式的迷阵, 露出一个空隙, 让克里斯多夫走出了海底森林, 又看到些生气蓬勃的树木, 松树跟举树的无声的斗争, 但周围还是没有一点动静, 酝酿了几小时的静默, 骚动起来了。 克里斯多夫停下来听着, 突然之间远远地来了一阵波涛, 树林深处先卷起一阵风, 像奔马似的到了树顶上, 树尖都像水浪一般的波动, 那阵风, 好比米开朗齐罗画上的上帝, 在百丈巨掏中汹涌而来, 在克里斯多夫头顶上滚过, 森林为之站立, 克里斯多夫的心也为之站立了, 那是大地回春的先兆, 然后一切又静下来, 克里斯多夫淋淋然赶回家, 两腿琐琐地抖个不住, 走到屋门口, 像被人追逐似的往后回顾了一下, 天地仿佛死了, 山坡上的树林都死气沉沉地睡着了, 静止不动的空气显得异样的透明, 万籁无声, 唯有一道波石岩石的泉水, 呜呜呜呜地替大地唱着哀歌, 克里斯多夫浑身滚热地睡下, 和他一样烦躁不安地牲口, 在隔壁的牛棚里骚动, 夜里, 他迷迷糊糊地似睡非睡, 远远地又起了一阵波涛, 风又来了, 这回却是飙风, 是春天的季后风, 他吐出灼热的呼吸, 时酣睡未醒, 打着寒湛的土地感到一点温暖, 他把冰溶解了, 把一路上的甘林都给带来了, 土蛙那边的树林中, 风像打雷一般咆哮怒吼, 越来越近, 越来越蓬大, 以千军万马之势冲上山坡, 整个山林都是一片呼啸声, 屋子里有匹马丝鸣不已, 几头母牛也跟着叫, 克里斯多夫坐在床上听着, 连头发也竖了起来, 狂风吹到了, 呼呀呼呀地直叫, 定风针咯咯地响着, 乌瓦乱飞, 屋子也摇摇欲动, 一个花盆给吹在地上打破了, 克里斯多夫没有关炎的窗, 哗啦啦地打开了, 一阵热风直冲进来, 披面吹着克里斯多夫, 也吹到了他裸露的胸部, 他跳下床张着嘴, 连气都透不过来, 似乎有个活的上帝, 冲进了他空虚的灵魂, 这就是复活, 空气进入他的喉管, 新生命的波浪, 灌饱了他的脏腑, 他觉得自己要爆裂了, 想要叫喊, 叫出他又痛苦又快乐的情绪, 但他只能吐出几个没意义的声音, 纸张被狂风吹得满屋乱飞, 他摇摇晃晃的用手臂敲着墙, 在房间里手舞足蹈地嚷着, 哦,你,你, 你终于回来了,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哦,你, 我不是找不到你了吗, 干嘛把我丢了呢, 为了要完成我的使命, 完成你所放弃的使命, 什么使命, 战斗啊, 你为什么还要战斗, 你, 你不是万物的主宰吗, 不是的, 你不就是万物吗, 我不是万物, 我是征服虚无的生命, 我不是虚无, 我是在黑夜中烧毁虚无的火, 我不是黑夜, 我是永久的战斗, 我是永远在奋斗的自由意志, 跟我一同战斗, 一同燃烧吧, 我打败了, 不中用了, 你打败了, 你觉得完了, 那么别人会打胜的, 别想着你自己, 得想着你的队伍, 我是孤独的, 只有我一个人, 我没有队伍, 你不是孤独的, 你不是属于你的, 你是我的许多声音中间的一个, 是我的许多手臂之中的一条, 得替我说话, 替我作战, 倘若手臂断了, 声音哑了, 我还是站着, 我可以用别的声音, 别的手臂来斗争, 你即使打败了, 还是属于一个永不打败的队伍, 别忘了我的话, 你一边是死了, 还是会胜利的, 主啊, 我多痛苦, 你以为我不痛苦吗, 千百年来, 死亡追着我, 虚无等着我, 只靠了一次又一次的胜仗, 我才打出路来, 生命的大河, 被我的血染红了, 战斗, 永远要战斗吗, 是的, 上帝也在那里战斗, 上帝是一个征服者, 是一头吞噬一切的狮子, 虚无包围上帝, 上帝把虚无降服, 战斗的节奏, 才是最高妙的和声, 这和声, 可不是为你那些人间的耳朵听的, 只要知道它存在就行了, 安安静静地尽你的本分, 让神明去安排一切, 我, 我没有力气了, 替那些强者歌唱吧, 我的嗓子破裂了, 那么祈祷吧, 我的心已经不干净了, 把它扔掉, 拿我的去, 主啊, 要忘掉自己, 把自己死了的灵魂丢掉, 倒还罢了, 可是怎么能丢弃我的死者, 怎么能忘掉我所爱的人呢? 把他们跟你自己死了的灵魂, 一起丢掉吧, 只要找到了我的活生生的灵魂, 你就会发觉, 你的死者并没有死, 哦, 你, 你曾经把我遗弃, 将来还会遗弃我吗? 会的, 一定的, 可是你绝不能把我丢下, 要是我的生命熄灭了呢? 那么, 把别的生命点起来, 倘若我连心都死了呢? 那么生命是在别的地方了, 打开你的窗户迎接它吧, 你这糊涂虫, 屋子塌了, 你还把自己关在里头, 快快出来吧, 还有别的地方可以住呢, 哦, 生命, 哦, 生命, 我明白了, 过去我在自己心中, 在我的空虚而变色的灵魂中找你, 我的灵魂破碎了, 不料, 我的伤口等于一扇窗子, 从那里透进了空气, 我又能够呼吸了, 哦, 生命, 我又把你找到了, 是我把你找回来的, 别说话, 你听着,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约翰·克里斯朵夫,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者分享朋友圈, 克里斯朵夫便听见, 生命的歌声, 像泉水鱼鱼一般, 在胸中响亮, 平窗远眺, 昨天还是奄奄一息的树林, 今天, 却在春风春日之下, 汹涌澎湃, 阵阵的风涛, 欢乐的颤抖, 在树干中间飘过, 区区的枝条, 向着明朗的天空, 欣欣然伸着手臂, 急流奔泻, 有如欢笑的钟声, 同样的景色, 昨天还埋在坟墓里, 今天, 可复活了, 生命回来了, 而克里斯朵夫心中的爱, 也醒过来了, 得到上帝恩宠的灵魂, 简直是一桩奇迹, 灵魂从噩梦中觉醒, 一切都在他周围再生, 心又跳动了, 枯河的泉水又开始流了, 克里斯朵夫重新加入神圣的战斗, 他自己的战斗, 人类的战斗, 一到这个阳光像雪片般乱舞的大混战中, 就显得太渺小了, 他把自己的灵魂播光了, 好比一个在梦里常常会掉在空中似的, 他从高处看自己, 从大千世界中看自己, 那时, 他的痛苦的意义立刻显出来了, 他的斗争是众生万物的大斗争中的一部分, 他的失败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而且马上得到补救的, 他为大家斗争, 大家也为他斗争, 他们分担他的忧苦, 他也分享他们的光荣。 同伴们, 敌人们, 向前吧, 踏在我的身上吧, 炮车尽管在我身上碾过吧, 我根本不想到那个伤我皮肉的铁轮, 不想那些踩着我脑袋的脚, 我只想着替我报复的人, 想着主宰, 想着成千累万的队伍的灵秀, 我的血是给他未来的胜利铺路的。 如今, 他觉得上帝不是一个麻木不仁的创造者, 不是一个泥路在铁塔上, 眺望他自己放下的大火, 上帝也在受苦, 上帝也在战斗, 跟战斗的人一块战斗, 援助受苦的人, 因为他是生命, 是黑夜里的一点光明, 他慢慢地, 斩不开去, 要吞没黑夜, 可是黑夜无边, 神的战斗永远没有休止, 可谁也不知道结果, 那是英雄的交响乐, 连那些互相冲突, 互相混杂的不邪和音, 也会化作清明田径的音乐, 像举树林无声无息的, 做着猛烈的战斗一样, 生命就在永恒的和平中, 做着战斗, 这些战斗, 这种和平, 在克里斯多夫心中都有回响, 它是一个贝壳, 其中可以听到海洋的波涛, 号角的呼号, 各种声响的飓风, 英勇的呐喊, 在威震一切的节奏上面飞过, 因为在这颗有声的灵魂中, 一切都变了声音, 它为光明歌唱, 为黑夜歌唱, 为生命歌唱, 为死亡歌唱, 为胜利的人歌唱, 也为它自己, 战败的人歌唱, 它唱着, 一切都唱着, 它只是歌唱, 滔滔鼓鼓的音乐, 像春雨一般, 渗进那片在冬天, 军烈的泥土, 羞耻, 哀伤, 悲苦, 如今都显出了它们神秘的使命, 它们使泥土分解, 给它肥料, 痛苦这把梨刀, 一方面割破了你的心, 一方面绝出了生命的新的水源, 田野又开满了花, 可不是上一个春天的花, 一颗新的灵魂诞生了, 它时时刻刻都在诞生, 因为它的骨骼还没固定, 不像那些发育到顶点, 而快要老死的灵魂, 它不是一座雕像, 而是在溶液状态中的金属, 它身上的每秒钟, 都显出一个新的宇宙, 克里斯多夫不想固定它的界限, 它好像把自己的过去, 统统丢开了, 出发做一次长途旅行, 凭着年轻人的热血, 无挂无杖的心胸, 呼吸着海洋的空气, 以为这旅行是没有完的, 它觉得快乐极了, 在世界上到处奔流的那股创造力, 又把它抓住了, 世界的财富使它看得出神了, 它爱着, 它能够化身, 化身为它的同胞, 而一切都是它的同胞, 从它踩在脚下的草, 到它握着的人家的手, 或是一株树, 或是映在山上的云影, 或是草坪的气息, 或是嗡嗡作响的夜晚的天空, 其中, 有的是风群一般数不清的太阳, 那简直是热血的漩涡, 它不想说话, 不想思索, 只是笑着, 哭着, 在这生气洋溢的幻境中, 化掉了, 写作, 为什么写作, 难道你能写出, 不可言说的境界吗, 然而, 不管可能与否, 它非写不可, 那是它避不掉的, 到处都有种种的思想, 一闪一闪地照射它, 怎么能等待呢, 所以它就写了, 不管用什么写, 也不管写在什么上面, 往往它还说不出, 胸中飞涌的那些句子, 是什么意思, 而一个月丝还没写完, 另外一个又来了, 它写着写着, 写在衬衣的袖口上, 写在帽子的飘带上, 不管它写得多快, 思想总是来得更快, 简直需要一种素计数才好, 可是这不过是些不成形的断片, 等到它要把这些思想, 放进一般的音乐形式, 困难就来了, 它发觉, 从前的模子没有一个在适用, 如果要把自己的意境, 忠实地保留下来, 就得先把至此为止所听到的, 所写过的, 统统忘掉, 把所有学得来的公式, 和传统的技术, 一起推翻, 那只能给萎靡不振的精神做拐杖, 给那些懒于用自己的脑子去思想, 习取他人的见解的人, 做一张现成的床铺, 从前, 在它自己以为, 生命与艺术已经成熟的时期, 其实只到了它许多生命中, 一个生命的终点, 它用来表白的是一般的语言, 不是跟自己的思想同时产生的新语言, 它的感情, 是随着现成的逻辑发展的, 那逻辑提供它一部分公式化的句子, 带它走着前人的老路, 到一个早先定妥, 而且是群众所等待的结局, 此刻可没有现成的路了, 应当由情操去开辟出来, 思想只有跟从的份, 它的任务已经不是描写热情, 而是要和热情合为一体, 使它跟内心的规律交融, 同时, 克里斯多夫挣扎了好久, 而不愿意承认的矛盾, 居然消灭了, 因为他虽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 也常常为一些与艺术无关的问题操心, 认为艺术有一种社会的使命, 他没觉得自己原来有两种人的性格, 一个是创造的艺术家, 完全不问道德后果的, 一个是行动者, 喜欢推理的, 喜欢他的艺术, 有道德的与社会的作用, 他们俩有时使彼此非常为难, 现在, 克里斯多夫一心一意地想着创造, 等于受着自然规律支配的时候, 就把实用的念头丢开了, 当然, 他照旧瞧不起时下那种卑鄙的, 不道德的风气, 始终认为, 银伟的艺术是最低级的艺术, 是艺术的一种病, 长在腐烂的树干上的毒菌,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阿尔菲文传喜马拉雅正好。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 阿尔菲文传制作的约翰·克里斯多夫, 作者罗曼·罗兰, 翻译傅雷, 演播孟兰。 第一百八十集 但, 即使以享乐为目标的艺术, 等于把艺术送入昌辽, 克里斯多夫也不至于矫枉过正, 提倡庸俗俗的实用主义, 提倡以道德为目标的艺术, 把天马阉割了, 叫他去梨田。 最高的艺术, 名副其实的艺术, 绝不受一朝一夕的规则限制。 它是一颗像无银的太空飞射出去的彗星, 不管在实用方面这股力是有用的、 无用的、 或者是危险的, 它总是力, 总是火, 是天上闪出来的电光, 因为这一点, 它是圣洁的, 是善的。 它的善, 可能在实用世界中也成为善, 但它真正的, 神圣的善, 跟信仰一样是超乎自然的。 它和它的来源, 太阳相同。 太阳既非道德的, 亦非不道德的, 它是生命, 它战胜黑夜, 艺术依然如此, 所以完全尽在艺术中间的克里斯多夫, 不胜惊恶的发觉, 心中涌起许多陌生的, 意想不到的力量。 既不是它的情欲, 也不是它的悲哀, 也不是它有意识的灵魂, 而是一颗陌生的, 对它的所爱所苦, 对它的整个生涯, 全部关心的灵魂, 一颗欢乐的, 神妙的, 旷野的, 不可解的灵魂。 它把克里斯多夫当作马一样驱策, 老是用踢马刺踢着它, 偶尔能歇下来喘口气的时候, 它一边看着所写的东西, 一边问自己, 怎么, 怎么这个会从我身上出来的? 它那时被精神的狂乱降服了, 那是所有的天才都领教过的, 不受意志拘束的独立的意志, 是世界与生命的谜, 被哥德称为妖魔一般的, 它自己虽有武装保护, 也被它制服了。 克里斯多夫写着, 写着, 成天成月地写着, 有些时期, 丰满的精神不需要任何养料, 继续在无穷无尽地生产, 只要轻轻地撩拨一下, 威风送来一些花粉, 就能使千千万万的内心的萌芽, 涨发起来。 克里斯多夫没有时间思索, 也没有时间生活, 忙于创造的灵魂, 威震着生命的残须。 随后, 一切都停止了。 克里斯多夫筋疲力尽, 老了十岁, 可是, 得救了。 他离开了克里斯多夫, 脱身到了上帝身上。 头上突然出现了星星白发, 好似秋天的花, 在九月里一夜之间开遍了草原, 腮邦上有了新的皱纹, 可是田静的眼神恢复了, 嘴巴的神气表示隐忍了, 他心平气和。 如今他明白了, 他明白, 一朝面对着震撼世界的力量, 他的骄傲, 人类的骄傲, 都是没用的, 没有一个人能完全自主, 非警惕不可。 要是你睡着了, 那股力, 就会溜进我们胸中, 把我们带走, 带到哪样的深渊里去呢? 带到全员枯竭的地方, 把我们丢在干涸的河床里面。 但是愿意战斗还不够, 应当向不可知的神明低头。 他兴之所致, 会随时随地地给你爱情, 死亡, 或是生命。 没有上帝的意志, 但是人的意志是一无所用的。 上帝在一刹那间, 就能毁灭我们多少年的劳作与努力, 而他高兴的时候, 也能使腐朽化为神奇。 一个能创造的艺术家, 特别感觉到自己逃不过神的掌握, 因为真正伟大的艺术家, 是只说神灵启示他的话的。 克里斯多夫这才懂得海顿老人的明哲, 他每天早上纸笔之前, 先要跪着, 战战兢兢地提防, 成黄成孔地祈祷, 所以你得祈祷上帝, 求他和你同在, 你得抱着虔诚与热爱的心, 和生命之神沟通。 夏天将近, 一个巴黎朋友经过瑞士, 发现了克里斯多夫的隐居, 特意登门拜访。 他是音乐批评家, 一项最赏识他的作品, 和他同来的, 还有一个知名的画家, 也是崇拜克里斯多夫的。 他们告诉他, 欧洲各地都在演奏他的作品, 极表欢迎。 克里斯多夫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兴趣, 认为过去的他已经死了, 早已不把那些作品放在心上。 因为客人要求, 他拿出最近做的曲子, 但对方完全不懂, 以为克里斯多夫疯了。 没有旋律, 没有节奏, 没有主题的经营, 只是一种流汁, 没有冷却的液体, 他可能适应任何形式, 而自己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啊, 他什么都不像, 只是一片混沌中的极点微光。 克里斯多夫笑了笑回答, 差不多是这么回事, 混沌的眼睛在世界的幕后发光。 但莱克不懂得诺瓦利斯的这句名言, 只暗暗地想, 他才气劲了。 克里斯多夫并不希望他了解。 客人告别的时候, 克里斯多夫陪着他们走一程, 有心带他们看山上的风光, 但他也没有走多少路, 看到一片草原, 音乐批评家便提起巴黎戏院的装饰, 那位画家又认为, 色调配合得很不高明, 完全是瑞士的风味, 像又酸又无味的大黄饼, 赫德勒一派的东西, 并且他对自然界也表示很冷淡。 自然界? 什么叫做自然界? 我就不认识, 有了光和色不就行了吗? 我才不理会什么自然呢? 克里斯多夫跟他们握了手, 让他们走了。 他对这些情形都不动心了, 他们都是在图蛙那一边的, 这样倒更好。 他不想对人家说, 要到我这里来, 应当走同样的路。 几个月来, 把克里斯多夫烧着的火, 滴下去了, 但克里斯多夫心中依旧 保持着那股暖气, 知道火一定还会烧起来, 要不是在他身上, 就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不管他在哪儿, 他总是一样地爱他, 火总是同样的火。 在这个九月的傍晚, 他觉得, 那道火蔓延着整个自然界。 他往回家的路上走, 一阵暴雨过了, 又是阳光遍地, 草原上冒着烟, 苹果树上成熟的果子, 掉在潮湿的草里, 张在松树上的蜘蛛网, 还有雨点闪闪发光, 好比古市的车轮。 湿漉漉的临边, 啄木鸟咯咯地笑着, 成千成万的小黄蜂在阳光中飞舞, 连续而深沉的嗡嗡声, 冲涩着古墓成阴的穹龙。 克里斯朵夫站在林中一片空地上, 那是土凹中间一片椭圆形的盆地, 满罩着夕阳, 泥土褶红, 中间有一小方田, 长着晚熟的麦与深黄的灯芯草。 周围是一带秋色灿烂的树林, 红铜色的菊树, 蛋黄的栗树, 清凉茶树上的果实, 像珊瑚一般。 樱桃树伸着火红的小舌头, 叶子橘黄的苔桃, 佛手杆, 褐色的火蓉, 整个像一堆燃烧的荆棘, 在这个如火如荼的树林中, 飞出一只吃饱了果实, 被阳光熏醉的云雀。 而克里斯多夫的心, 就像云雀一样, 他知道, 等会儿要掉下来的, 而且还要掉下来无数次, 但他也知道, 永远能够往火焰中飞升, 唱出历历流转的歌声, 像那些留在地下的同伴, 描写天国的光明。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约翰·克里斯多夫。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者分享朋友圈。 克里斯多夫, 不再计算那些非适的年月, 生命一点一滴地过去了, 但他的生命是在别处, 他没有历史, 只有他创造的作品, 音乐的灵泉, 滔滔不尽地歌唱着, 冲涩了灵魂, 使他再也感觉不到外界的喧扰。 克里斯多夫得胜了, 声明稳固了, 头发也白了, 年龄也到了, 他却是毫不介意的, 他的心是永远年轻的, 他的力, 他的信仰, 都保持原状。 他又得到了安静, 可不是燃烧的荆棘以前的安静, 暴风雨的打击和骚动的海洋, 使他在深渊中看到的景象, 始终留在他心灵深处。 他知道, 控制人生的战斗的, 是上帝, 没有得到他的允许, 谁也不能自主。 那时克里斯多夫心中, 有两颗灵魂, 一颗是受着风雪吹打的一片高原, 另外一颗是微震着前者的, 高耸在阳光中的积雪的风间。 这种地方当然不能久居, 但下界的云雾, 使你冷得难受的时候, 你可认得了上达太阳的路。 克里斯多夫便是在迷雾中, 也不感到孤独了。 健壮的圣女塞西利亚, 睁着巨大的眼睛在他身旁, 向着天空凝听。 他自己也像拉斐尔画上的圣保罗一样, 不声不响地沉思着, 靠在剑上, 既不恼怒, 也不再想战斗, 只顾创造他的梦境。 他那个时间的写作偏重于钢琴曲与室内音乐, 这些曲体可以使创作更自由更大胆, 内容与形式之间比较更直接, 而思想也不致有中途衰竭的危险。 弗雷斯科·巴尔蒂、库伯兰、 舒伯特、肖邦等的表现方法与风格的大胆, 比佩气方面的革命早五十年, 如今由克里斯·朵夫那双有力的手, 像团土似的团出来的音响, 促心的和声, 令人头昏目眩的和弦, 跟当时的人所能接受的声音, 距离太远了。 他们对于精神的影响, 等于一些神奇的咒语, 凡是大艺术家 在深入海底的旅行中带回来的果实, 群众必须过了相当的时间才能领会, 所以很少人能了解 克里斯·朵夫大胆的晚年作品, 他的容名完全是靠他早期的成绩, 但有了声名而不被了解, 比没有声名更难堪, 因为那是无法可想的。 在他唯一的朋友死了以后, 这种难堪的情绪, 使克里斯·朵夫更偏向于逃避社会了。 德国的旧案已经撤销, 法国那桩流血的事也早已被忘了, 现在他爱上哪儿都可以, 但他怕到巴黎去勾起伤心的往事。 至于德国, 虽则他回去过几个月, 虽则还不时去指挥自己的作品, 可并不久住, 使他看不上眼的事太多了。 固然那些情形不是德国独有, 而是到处一样的, 但我们对本国总比对别国更苛求, 对本国的弱点也觉得更痛苦。 何况欧洲的罪恶大部分是应当由德国负责的。 一个人胜利之后就得负胜利的责任, 好似对战败的人欠了一笔债, 你无形中游走在他们前面带路的义务。 路易十四在他称霸的时代, 把法兰西理性的光彩照遍了欧洲, 但色当战役的胜利者德国给世界带了些什么光明来呢? 难道就是刀剑的闪光吗? 没有翅膀的思想, 没有豪侠心肠的行动, 粗暴的, 甚至也不能说是健康的理想主义, 只有武力与利益, 竟然是个捐客式的战神。 四十年来, 欧罗巴坠坠不安地在黑暗中摸索, 胜利者的钢盔把太阳遮掉了, 无力抵抗的降族固然只能使人轻视, 使人可怕, 但你看到头戴钢盔的人, 又作何感想? 最近太阳又出来了, 云端里开始透出一些光明, 为了要成为第一批看到日出的人, 克里斯多夫从钢盔的影子底下走出来, 自愿回到他从前亡命的瑞士, 那些互相敌对的国家, 使当时多少可慕自由的心灵感到窒息, 无法生存。 克里斯多夫和他们一样, 要找一个中立的, 可以让人呼吸的地方。 在歌德的时代, 开明的教皇制下的罗马, 曾经被各个民族思想家, 像躲避风雨的鸟儿一样, 作为栖息的岛屿, 但现代的避难所, 又在哪儿呢? 岛屿被海水淹没了, 罗马不是当年的罗马了, 群鸟已经离开了七星纲, 只有阿尔卑斯依然如旧, 在你争我夺的欧罗巴的中心, 仅有, 不知还能维持多久, 这个二十四郡的小岛, 危然独存。 这儿当然没有千年古都的诗情梦境, 也呼吸不到史诗中的神明与英雄的气息, 可是这块光秃的土地, 有它气势宏伟的音乐, 山脉的线条, 有它雄壮的节奏, 而且比任何地方都更能够使你感觉到原始力量。 克里斯多夫不是来求满足怀骨的忧情的, 只要有一片田野, 几株树木, 一条小溪, 一望无极的天空, 它就够了。 不消说, 它本乡那种安静宜人的景色, 比这阿尔卑斯山中巨神式的战斗, 对它更亲切。 可是它不能忘了, 它是在这儿找到新生的力量的, 是在这儿看到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中出现的。 它每次回到瑞士, 心中必有点感激与信仰的情绪, 并且像它这样的人绝不止它一个, 被人生伤害的战士, 在这块土地上重新找到了毅力来继续斗争, 保持它们对于斗争的信仰的, 不知有多少。 因为住在这个国家, 它慢慢地对它认识清楚了, 多少过路的旅客只看见它的窗疤, 大麻风式的旅馆, 把国内最美的景色给糟蹋了, 外国人群集的城市, 让世界上肥头胖耳的人来赎回他们的健康, 那些承包客饭的马槽, 那种酒池肉林的浪费, 那些游戏场中的音乐, 加上意大利戏子的可艳的叫嚣, 是一帮烦闷而有钱的混蛋, 眉开眼笑。 还有铺子里无聊的陈列品, 什么木熊, 木屋, 胡闹的小玩意儿, 老是那一套, 毫无新鲜的发明, 老师的书商卖着专讲黑木密室的小册子, 到处充满着下流无耻的气息, 而每年到这儿来的, 成千成万的有闲阶级, 除了市井小人的娱乐之外, 不知道还有什么高尚的娱乐, 甚至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同样赋予刺激性的娱乐。 至于当地民族的生活, 外来的游客连一点观念都没有, 他们万万想不到, 这里还集聚了几百年的道德的力量, 与公民的自由, 想不到加尔文与茨文利的心碳, 还在灰烬下面燃烧, 想不到还有拿破仑式的共和国, 永远不能梦见的那种强义的民主精神, 想不到他们政治制度的简单与社会事业的广大, 想不到这三个西方主要民族联合起来的国家所给予世界的榜样, 等于未来的欧罗巴的缩影。 他们更想不到其粗糙的外表之下, 还藏着文化的精华, 例如伯克林的狂野的, 电光四射的梦境, 赫德勒的声音嘶哑的英雄精神, 高托弗列特·凯勒的清明淳朴与率直的性格, 史彼得雷的巨型的史诗与天国的光明, 通俗节会的传统, 在粗糙而古老的树上酝酿的春天的活力。 所有这些年轻的艺术, 有时会刺激你的舌头, 像那些野犁树上的生硬的果实, 有时也像又青又黑的胎桃一般, 淡而无味, 但他们至少有股泥土味, 是一帮读学自修的人的作品, 而他们的老派的修养并没使他们跟民众分离。 他们所读的仍旧和大家一样是人生内部大书。 更多精彩故事请关注二非文传喜马拉雅正好。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 二非文传制作的约翰·克里斯多夫 作者罗曼·罗兰 翻译傅雷 演播孟兰 第181集 克里斯多夫爱好那帮不求炫耀, 而淡求生存的人。 虽则他们最近也受到德美两国的工业化的影响, 但质朴温厚的古欧洲的一部分特点, 使人精神安定的特点, 依旧由他们保存着。 克里斯多夫交了两三个这样的朋友, 都是严肃的、忠实的、过着孤独的生活, 想念着以往的时代, 抱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和加尔文式的悲观主义。 眼看古老的瑞士一天天地消灭, 克里斯多夫难得和他们相见。 表面上他的旧疮已经结疤, 可是伤口太深了, 不能完全平复。 他怕跟人家重新发生关系, 怕再受情爱与苦恼的纠缠。 他觉得住在瑞士挺舒服, 一部分就为这个缘故, 因为在这里比较容易过离群所居的生活, 在陌生人中做一个陌生人, 并且他也不在同一个地方住久, 仿佛一只流浪的老鸟, 他需要空间, 他的王国是在天上。 夏季, 有一天傍晚的时候, 他在村子高头的山上漫步, 手里拿着帽子, 走着一条曲曲折折向上的路。 有一处拐弯的地方, 小路转入两个斜坡中间, 两旁都是矮矮的胡桃树和松树, 俨然是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 到拐角上, 仿佛路近了, 只看见一片空间, 前面是淡蓝的远景, 明晃晃的天空, 黄昏静暮的气氛, 一点一滴地蔓延开去, 像苔藓下面的一条蒸丛的流水。 在第二个拐角上, 他出现了, 穿着黑衣, 背后给明亮的天空, 衬托得格外显著, 后面跟着两个六岁到八岁的孩子, 一男一女, 踩着花丸。 他们一走近便彼此认出来了, 眼神都表示很激动, 可是没有惊讶的声音, 只微微做了一个诧异的手势。 克里斯多夫非常骚动, 他嘴唇也有点颤抖, 双方停住了脚步, 同时轻轻地说, 格拉奇亚, 你原来在这里? 他们握着手, 一言不发, 结果还是格拉奇亚打起精神先开口, 他说出自己住的地方, 又问克里斯多夫的地址, 那些机械的问答, 当场差不多谁也没有留神, 直到分别以后才听见。 他们彼此打量着, 孩子们从后面跟上来, 格拉奇亚叫他们见过了克里斯多夫, 克里斯多夫一声不出, 对他们瞧了一眼, 不但毫无好感, 而且还带些恶意。 克里斯多夫心中, 只有格拉奇亚一个人, 全神贯注地研究他那张 痛苦衰老而风韵犹存的脸。 格拉奇亚被他瞧得不好意思了, 便道, 你晚上来看我行吗? 他把旅馆的名字告诉了克里斯多夫。 克里斯多夫问他丈夫在哪儿, 他把身上带的笑纸给他看。 克里斯多夫心里太激动了, 没法再谈下去, 便和他匆匆告别。 走了两步, 克里斯多夫又回到 正在采摘杨梅的孩子旁边, 突然搂着他们亲了一下, 赶紧溜了。 晚上, 轻轻轻地念着他的名字。 我改变了很多, 是不是? 格拉奇亚问。 克里斯多夫不经大为感动地回答。 哦, 你受过很多痛苦了。 你也是的。 他瞧着 克里斯多夫被痛苦与热情鞭挞过的脸, 非常同情。 然后, 双方没有话说了。 过了一会儿, 克里斯多夫问, 我们不能找个没人的地方谈谈吗? 哦, 不, 朋友, 还是待在这儿吧, 咱们不是很好吗? 又没有谁注意我们? 可, 可我不能痛痛快快地说话。 这样倒是更好。 克里斯多夫当时不懂为什么, 过后他回想起这一段话, 以为格拉奇亚不信任他。 其实格拉奇亚是怕感情冲动, 特意要找个安全的地方, 使彼此不至于有什么心血来潮的表现。 所以, 格拉奇亚宁愿在旅馆的客厅里受点拘束, 好遮盖自己的慌乱。 他们把个人过去的事说了一个大概, 声音很轻, 话也是断断续续的。 佩莱尼伯爵几个月以前在决斗中送了命, 克里斯多夫才明白, 格拉奇亚的夫妇生活不十分幸福, 最大的一个孩子也死了。 但, 格拉奇亚言语之间没有怨叹的口气, 自动地把话搁过一边, 探问克里斯多夫的情形。 听到他痛苦的经历, 非常同情。 教堂里的钟声响了, 那天是星期日, 大家的生命都告了一个小段落。 格拉奇亚约他过两天再去, 这种并不急于跟他再见的表示, 使克里斯多夫心里很难过, 他又是快乐, 又是悲伤。 第二天, 格拉奇亚推说有事, 写了个字条, 要克里斯多夫去。 克里斯多夫一看那几句泛泛的话, 高兴极了。 这次, 格拉奇亚在自己的客厅里接见他, 和两个孩子在一起。 克里斯多夫望着他们, 心里还有一点惶惑, 同时也对他们非常恋爱。 他觉得大的那一个, 那女孩子, 相貌相母亲, 可不考虑那男孩子像谁。 他们嘴里, 谈着当地的风土, 天气, 在桌上打开着的书本, 眼睛却说着另外一套话。 克里斯多夫, 想和他谈得更亲切一些。 谁知来了一个, 格拉奇亚在旅馆里认识的女朋友。 格拉奇亚很殷勤地招待着, 似乎对两位客人不分亲疏。 克里斯多夫心中样样, 可并不怪怨他。 格拉奇亚提议, 一块儿去散步。 克里斯多夫答应了。 但, 有了那个生客, 虽然他也年轻可爱, 克里斯多夫觉得非常扫兴, 认为这一天完全给糟掉了。 以后过了两天, 他才跟格拉奇亚再见。 那两天之内, 他念念不忘地只想约会, 但见了面, 克里斯多夫仍不能跟 格拉奇亚说什么知心的话。 格拉奇亚很温柔, 可绝不放弃矜持的态度。 看到克里斯多夫那一派 德国人的感伤脾气, 格拉奇亚愈加举处不安, 而不由自主地要反抗了。 克里斯多夫给他写了封信, 使格拉奇亚大为感动。 他说, 人寿几何, 他们俩都已经到了相当的年龄, 聚首的日子也有限得很了, 倘若再不利用机会 痛痛快快地谈一谈, 不但是痛苦的, 而且是罪过的。 格拉奇亚很亲切地付了他的信, 说他自从精神上受伤以后, 老是有这种不由自主的戒心, 他很抱歉, 但摆脱不了这矜持的习惯。 凡是太强烈地表现, 即使所表现的感情是真实的, 他也会难堪, 也会害怕。 但这一回, 久别重逢的友谊, 他也觉得很难得, 跟克里斯多夫一样地快胃。 末了, 他约克里斯多夫晚上去吃饭。 克里斯多夫读了信, 不由得感激涕零, 在旅馆里浮枕, 大哭了一场。 十年孤独的玉姬都发泄了出来, 从奥利维死了以后, 他始终是孤单的。 对于他那颗渴望温情的心, 格拉奇亚的信等于复活的呼声。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约翰·克里斯多夫。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者分享朋友圈。 温情 克里斯多夫自以为早已放弃了, 其实那是迫不得已。 如今他才觉得多么需要温情, 心中又记着多少的爱。 那是甜蜜的, 圣洁的一晚。 虽则彼此都不想隐藏, 克里斯多夫却只能跟格拉奇亚 谈些不相干的题目。 克里斯多夫弹着琴, 格拉奇亚的眼神 鼓励他尽情倾途, 他便借着音乐, 说了许多抚慰的话。 格拉奇亚想不到, 这个性情暴烈的骄傲的人, 会变得这样谦卑。 分别的时候, 两人不声不响地握着手, 表示彼此的心, 又碰在了一起, 再也不会相左的了。 外边下着雨, 一点风都没有, 克里斯多夫的心在那里欢畅。 格拉奇亚在当地只有几天地勾留了, 绝对不考虑延缓行期, 克里斯多夫既不敢要求, 也不敢抱怨。 最后一天, 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去散步。 半路上, 克里斯多夫心里充满着爱和幸福, 竟然想和他说出来了。 可是格拉奇亚很温柔地做一个手势, 笑容可拘地把他拦住了。 得了吧, 你要说的我都体会到了。 他们坐在前几天相遇的那个小路的拐角上, 格拉奇亚始终微微笑着, 望着脚底下的山谷。 但他所看到的并不是山谷。 克里斯多夫瞅着他秀眉的脸刻画着痛苦标记, 乌黑的头发中间到处有了白发。 看到这个被心灵的痛苦浸透的肉体, 克里斯多夫感到一股怜悯的热烈的静意。 时间给了格拉奇亚多少创伤, 但伤口中处处显出他的灵魂。 于是, 克里斯多夫轻轻地, 声音有点颤抖地, 要求格拉奇亚给他一根白发做纪念。 格拉奇亚走了。 克里斯多夫不懂为什么他不要自己送, 固然他相信格拉奇亚的友谊, 但对他的矜持感到失意。 克里斯多夫不能再在当地住下去, 便往另一个方向出发。 他竭力用旅行与工作占据他的思想。 他写信给格拉奇亚, 但每次都要过了两三个星期, 格拉奇亚才付一封短短的信, 表示一种恬静的友谊, 没有什么烦躁与不安的情绪。 克里斯多夫看了这些信, 又痛苦又安慰, 认为自己没有权利责备他。 他们的感情, 时间还很短, 到最近才恢复的。 克里斯多夫唯恐把他丢了。 信尔格拉奇亚每一封来信, 都那么安静, 可以使他放心, 但两人的性格太不同了。 他们约定, 秋末在罗马相会。 要不是为了去看格拉奇亚, 克里斯多夫根本不想做这个旅行。 长时期的孤独, 养成了他闭门不出的习惯, 没兴致像今日一般烦躁的有闲阶级 那样做无谓的奔波。 他怕改变习惯, 会影响到思想的有规律的活动。 而且, 意大利完全不能吸引他。 他对意大利的认识, 只限于现实主义作家的腐败的音乐和那些南高音歌曲, 使一般文人学士在旅行的时候着迷的。 克里斯多夫和前卫的艺术家一样, 对意大利存着戒心与敌意。 因为最无聊的学院派作家老是把罗马这个词挂在嘴上。 再说, 北方人是本能地厌恶南方人的, 至少认为, 意大利是代表南方人自吹自捧的典型, 所以对他抱着强烈的反感。 只要一想到意大利, 克里斯多夫就鄙夷不屑地撅起嘴来。 他的确无意对那个没有音乐的民族做进一步认识, 他凭着过火的脾气说, 意大利人谈谈曼陀灵, 大叫大喊地唱唱音乐话剧, 在今日的欧洲乐坛上能有什么地位? 但, 格拉奇亚是属于这个民族的, 为了去看格拉奇亚, 克里斯多夫有什么路不愿意走呢? 在没有和他相会以前, 只要对一切都闭上眼睛就行了。 闭上眼睛, 是的, 那克里斯多夫早已学会了, 多少年来, 他对付自己的内心生活, 就是用这个办法。 在此秋天将近的时节, 尤其非闭上眼睛不可, 隐语连绵, 下了三星期还没停, 随后又是迷一天的乌云, 像一顶灰色帽子一般照着瑞士的山谷, 使他湿漉漉地打着寒颤, 人的眼睛已经想不起阳光是怎么回事了, 要在自己心中重新找到阳光的热力, 你先得使周围变成漆黑, 闭着眼睛, 往下走到矿穴里, 走到梦中的地道里, 在那儿你才能看到往日的太阳。 但一个人爬在地底下啃绝过后, 出来的时候就觉得浑身滚热, 脊骨与膝盖都僵了, 四肢也变形了, 眼睛也花了, 像夜晚出现的鸟似的。 好几次, 克里斯多夫都从矿穴中, 取出辛辛苦苦提炼成的阳光, 来温暖他冰冻的心。 可是, 北方的梦境, 有火炉那样的热度, 你在里头生活的时候, 当然不觉得, 你爱那个沉闷的暖气, 爱那个半明半暗的光, 和装满你沉甸甸的头脑的梦。 一个人只能有什么爱什么, 应当知足。 克里斯多夫迷迷糊糊坐在车厢的一角, 出了阿尔卑斯的观赛, 忽然看到明镜的天空, 和流泻在山坡上的光明, 觉得像做梦一般。 暗淡的天色, 半明半暗的日光, 都被丢在观赛那边了。 突如其来的变化, 使他在欣喜之前, 觉得惊奇。 直到相当的时间, 他麻木的心灵, 才能慢慢地活动, 突破那个把他幽闭的牢笼, 从过去的阴影中探出头来。 随着太阳的移动, 柔和的光, 似乎伸出手臂把他搂抱了。 于是, 他忘了过去的一切, 暮迷无色地陶醉了。 那是米兰周围的平原, 蔚蓝的蕴河, 反映出明晃晃的白日, 麦馆式的枝柳, 在绒毛式的稻田中穿过。 秋天的树木, 瘦削而苗条, 轮廓分明, 体态婀娜的躯干, 披戴着一簇簇折红的绒毛, 婉然是达芬奇画上的山水。 积雪的阿尔卑斯, 光彩变得很柔和, 气势雄伟的线条, 围绕着地平线, 挂着橙黄, 青黄, 淡蓝的坠子。 黄昏, 降在亚平宁山脉上, 阳长小径, 沿着错额险峻的山峰, 蜿蜒而下, 时而重复, 时而交错的节奏, 好似法国南方普罗旺斯的吴勇, 而突然之间, 山坡底下吹来海水, 砸着橙树的气味。 海, 拉丁的海, 闪烁颤动的光, 几条小船落着帆, 仿佛在海面上睡着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阿尔菲文传, 喜马拉雅正好。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 阿尔菲文传制作的约翰·克里斯多夫, 作者罗曼·罗兰, 翻译傅雷, 演播孟兰。 第182集 火车停在海边的一个渔村上, 车手报告说, 热纳亚与比萨之间有一条隧道, 被大雨冲毁了, 各班列车都迟到了好几小时。 克里斯多夫原来买着直达罗马的车票, 却不像别的旅客那样抱怨这桩意外的事, 反倒很高兴, 他跳下月台, 只向海边奔去。 海, 把他迷住了。 过了两三小时, 火车长啸一声, 重新开出的时候, 克里斯多夫竟坐在一条小船里, 远远地对火车喊着再会了。 在明晃晃的海上, 明晃晃的夜里, 他听任微波荡漾, 把他催眠着, 沿着小山树环绕的海角飘去。 他住在村子里, 欣喜若狂地直待了五天, 好似一个人在长期进食之后, 狼吞虎咽一般。 他所有的感官都忙着享受光明的盛宴。 光明, 你是世界的血, 生命的河, 你从我们的眼里, 鼻孔里, 嘴唇里, 皮肤的所有毛孔里, 渗入我们的肉体。 哦, 光明, 对于生命比面包更重要的光明, 凡是看到你卸下了北方的面网, 而显得这样纯粹, 这样热烈的人, 不禁要自问, 以前没有你的时候怎么能活的, 同时也知道, 以后是永远少不了你了。 五天之中, 克里斯多夫被太阳灌醉了。 五天之中, 他生平第一次忘了自己是音乐家, 心中的音乐都变成了光明。 空气, 海洋, 陆地, 这是太阳的交响乐, 而意大利是凭他了不起的聪明运用这个乐队的, 别的民族只能描绘自然, 意大利人却是跟自然合作, 跟太阳一同描绘, 色彩的音乐, 一切都是音乐, 一切都会歌唱。 路上的一堵红墙, 露出金色的细缝, 上面是两株浓音杂地的山树, 四周是蓝的异样的天。 一座大理石的梯子, 雪白, 陡峭, 在粉红的墙中, 直达一个蓝色的门面, 五色杂陈的房屋, 杏子, 柠檬, 佛手, 都在橄榄树中发光。 意大利的风景对感官, 是种强烈的刺激, 眼睛地享受色彩, 好似舌头, 尝到了一颗水汪汪的香甜的果子。 克里斯多夫素来在灰暗的天地中, 过着禁欲的生活, 如今可不胜贪蝉地, 吃着这餐筵席, 给自己补偿一下了。 她的丰富的生机, 一向受着环境压制, 这一下, 才忽然觉得, 自己原来是需要享受的, 便尽量抓着眼前的一切。 色、香、味、 人声、 钟声、 海声所合成的音乐, 空气与光明的附爱。 克里斯多夫什么思想都没有了, 到了极乐的境界。 即使偶尔惊醒过来, 她也忙着把心中的快乐告诉她所遇到的人, 告诉她的舟子。 那眼睛锐利, 戴着一顶威尼斯参议员式的红帽子的老渔翁, 告诉一个跟她同桌吃饭的米兰人, 麻木不仁的家伙, 吃着通心粉, 咕噜噜地转动着奥塞罗氏的眼睛, 恶狠狠地射着怒火, 告诉饭店里的适者, 托盘的时候低着头, 弯着胳膊, 语着胸部, 好似贝尔尼尼画上的天使。 告诉一个年轻的圣约翰, 对人瞟着极有风情的眼色, 在路上行起, 拿一个带着绿梗的橙子作为献礼。 克里斯多夫也跟着那些, 低着脑袋, 断断续续哼着一支永远没有完的, 鼻音极重的歌的车夫打招呼, 他骇然发觉, 自己竟唱起乡村骑士来了。 他把旅行的目的完全忘了, 忘了他急于要到目的地跟格拉奇亚相会的事。 是的, 他把一切都忘了, 直到那些爱的倩影重新浮现的那一天。 怎么浮现的呢? 是路上遇到的一道目光引起来的, 还是一种沉着而带着歌唱调子的声音引起的? 他根本想不起。 可是到了一个时间, 他四周所有的景物, 在密布橄榄树林的小山上, 强烈的阳光与浓厚的阴影交错的亚平宁山脉的高级上, 在橙树林中, 在海风中, 都有女朋友那幅光彩四射的笑容。 空气中, 无数的眼睛似乎都是格拉奇亚的眼睛, 他在这块土地上含苞欲放, 好似蔷薇树上的一朵蔷薇。 于是, 克里斯朵夫搭着火车往罗马进发, 一路不再停留。 意大利的古迹, 以往的艺术名城都没引起他的兴趣, 他在罗马什么也没有看到, 什么也不想看, 而且他最先瞧见的, 只是些没有风格的新兴的市区和方形的建筑, 使他也不想多领教了。 一到罗马, 克里斯朵夫马上去见格拉奇亚。 他问, 你从哪条路来的? 在米兰、佛罗伦萨都待了些时候吗? 没有, 干嘛要在那些地方待下来。 格拉奇亚笑了, 你这话真是妙极了, 那么你对罗马又作何感想? 毫无感想, 我什么都没看见。 真的? 真的, 我没工夫, 一出旅馆我就上这儿来了。 罗马是随处可以看到的, 瞧, 对面这堵墙, 只削看看上面的光就行了。 我只看见你啊。 他说, 你真是个蛮子, 只想着自己的念头, 那么你什么时候从瑞士动身的? 八天以前。 八天之内, 你做了些什么呢? 我不知道, 我在海边一个村子里住了几天, 也说不出地方的名字, 我睡了八天, 就是说睁着眼睛睡了八天, 我不知道看到些什么, 梦见些什么, 大概是梦见你了吧, 我只知道那些梦很美, 但最妙的是, 我把一切都忘了。 格拉奇亚说了声, 嗯, 好的很。 可克里斯多夫没听见, 继续往下说, 是的, 我忘了当时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 我好似一个重新开始生活的新人。 嗯, 不错。 格拉奇亚眼睛笑盈盈地望着他, 从我们上次见面以后, 你的确改变了。 克里斯多夫也望着他, 觉得格拉奇亚也大不相同了, 并非他在两个月之间有什么变化, 而是自己看格拉奇亚的眼光不同了。 在瑞士的时候, 过去的形象, 年轻的格拉奇亚的淡淡的影子, 还留在他的记忆中, 使他对于当前的朋友看不真切。 如今北国的幻梦被意大利的阳光融化了, 他看到了爱人的真面目。 格拉奇亚和当年像野鹿一般幽禁在巴黎的情形差得多远, 也和初婚时期的少妇跟他相聚了几天而又立刻分别的少妇差得多远。 拉菲尔笔下的小圣母现在变成了一个俊美的罗马女子了。 他外表丰满, 和谐, 浑身上下有股悠然自得的慵懒的气息, 整个儿的人给田静的气氛包围着。 他最喜欢阳光遍地的静寂的境界, 幽思冥想, 体味着生活的田静, 那是北方的灵魂从来不能真正领会的。 在过去的性格中, 格拉奇亚特别保留着他的慈悲心, 可是他光彩照人的笑容中间已经有了些新的成分, 有点感伤异味的宽容, 有点倦于人世的心情, 也有点寒积带讽的心理和甜淡的胸襟。 年龄替他挂上了一层冷淡的墓, 使他不会再受感情欺骗。 格拉奇亚难得说什么心腹话, 脸上堆着一副把什么都看透了的笑容, 提防着克里斯多夫不容易遏制的冲动。 除此以外, 格拉奇亚有他的弱点, 有使性的日子, 也有他自己觉得可笑而不愿意压制的卖弄风情。 他对一切对自己都不加反抗。 在一个心地极好而看破人生的人, 这是一种很温和的宿命观。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约翰·克里斯多夫。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或者分享朋友圈。 格拉奇亚家里客人很多, 他也不怎么挑选, 至少在表面上。 但一般熟客大半都属于同一个社会, 呼吸着同样的空气, 受着同样的习惯熏陶。 所以, 他们聚在一起相当调和。 跟克里斯多夫在德法两国所遇到的大不相同, 多数是意大利旧家, 偶尔也和外族通婚, 增加一点新生的力量。 表面上, 他们天下一家的色彩很浓, 四种主要的语言都是通行的, 西方四大国的文化出品也交流得很好。 每个民族都加入一部分资本, 例如, 犹太人的黄祸, 安格鲁萨克逊人的冷静。 但一切都在意大利这口钢锅中融化了, 道魁匪首称王了几百年的影响, 一个民族绝不能轻易摆脱, 质地尽管改变, 痕迹始终留着。 一直在拉丁古土上的北方种族, 就有十足意大利型的面貌, 鲁尼画上的笑容, 提香画上的甜静而肉感的目光。 不管你涂在罗马画板上的是何种颜色, 调出来的总是罗马色彩。 那些心灵往往很庸俗, 有几个还不只是庸俗而已, 但照旧发出一种千年不散的香味, 与古文明的气息, 时克里斯朵夫虽不能分析自己的印象, 也不由得大为叹服。 极平凡的小地方, 都有那股微妙的香味, 彬彬有礼的风度, 文雅的举动, 殷勤亲切, 而仍保持着激诈与身份, 一瞥一笑, 与随即应变的聪明, 所显出来的高雅与细腻。 而那种聪明, 还带着些慵懒的怀疑的色彩, 方面很广, 表现得非常自然, 不呆板, 不狂妄, 也没有书本式的迂腐。 你在这儿, 绝不会遇到巴黎社交场中的那般心理学家, 或是相信军国主义的德国博士。 你所见到的是简简单单的人, 富于人情味的人, 像当年泰伦提乌斯和西比阿埃米利安的朋友们一样。 我是人, 只要与人类有关的, 我都感兴趣。 实际上这些都是图有其表, 他们所表现的生命只是浮表的, 不是真实的。 骨子里是无可救药的轻挑, 跟无论哪一国的上流社会一样, 但与别国人的轻挑不同, 而成为意大利的民族性的, 是那种萎靡不振的性格。 法国人的轻挑, 附带着神经质的狂热, 头脑老是在骚动, 哪怕是空战一阵, 意大利人的头脑, 却很会休息, 太会休息了。 躺在温暖的阴影里, 把萎靡的享乐主义 和常于讥讽的聪明 枕着自己的头。 的确是很舒服的, 他们的聪明富有弹性, 相当好奇, 其实是一乎寻常的麻木。 所有这些人都没有定见, 不管是政治,是艺术, 他们都用同样的玩票作风对付。 有的是性格极可爱的人, 脸是意大利贵族的俊美的脸, 五官清秀, 眼睛又聪明又温和, 举止安详, 爱自然, 爱古画, 爱花, 爱女人, 爱图书, 爱精美的烹调, 爱乡土, 爱音乐, 他们什么都爱, 却没有一样东西特别爱。 在旁人看来, 仿佛他们竟一无所爱, 然而爱情还在他们的生活中站着极大的位置, 只是以不扰乱他们为条件。 他们的爱情也是萎靡的, 懒惰的, 像他们一样, 即使是狂热的爱, 也基于家庭之间的感情。 他们吻实而和谐的聪明, 其实是非常麻木的, 不同的思想尽可以在脑子里碰在一起, 非但不会冲突, 反而能若无其事地结合起来, 彼此的锋芒都给错顿了, 不足为害了。 他们怕彻底的信仰, 怕激烈的手段, 只有似了非了的解决方式和若有若无的思想, 他们才觉得舒服。 他们的精神是开明的保守党的精神, 需要一种不高不低的政治与艺术, 需要一种气候温和的疗养地, 使人不至于气喘, 不至于心跳。 在戈尔多尼那些懒惰的聚中人身上, 或是在曼佐尼那种平均而散漫的光线中, 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面目, 但他们的懒散的习气, 并不因之而感到不安。 他们不像他们伟大的祖先般说, 第一要生火, 而是说,第一要安安静静地生活。 大家的心愿就是要安安静静地生活, 连那些最刚毅的, 指挥政治活动的人也是这样, 例如某个小型的马基亚弗利, 很有能力控制自己, 控制别人, 心肠像头脑一样冷酷, 精明强干, 只问目的不择手段, 不惜为了自己的野心而牺牲所有的朋友, 同时也不惜把野心为了另外一个目的牺牲, 那目的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安安静静地生活。 他们需要长时期的麻木, 过后他们才仿佛睡足了觉, 精神饱满。 庄重的男人, 幽静的妇女, 会突然之间兴奋起来, 有说有笑, 快快活活地去应酬交际。 他们需要说许多话, 做许多手势, 发许多怪论, 乘着莫名其妙的兴致, 消耗他们的精力。 总而言之, 他们在那里扮演滑稽歌剧, 在这些意大利人的肖像上, 我们难得找到经过思想模式的痕迹, 寒光闪闪的桶子, 被永无休止的精神活动, 磨受的脸庞, 像我们在北方见到的那样。 可是跟别处一样, 这儿也有苦闷的心灵, 在淡漠无情的外表之下, 藏着他们的创伤, 欲望, 忧虑, 而且还用迷迷糊糊的境界来麻醉自己。 某些心灵, 还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些古怪的现象, 畸形的, 乖章的, 暗示他们的精神不平衡。 那是一般古老的民族都免不了的, 犹如罗马郊外波洛分裂的断层岩。 这些心灵, 这些平静的, 爱取笑的, 隐藏着悲剧的眼睛, 自有一种迷一般的魅力。 但, 克里斯多夫没有兴致去体会他。 他看见格拉奇亚和这些时髦人物周旋, 非常气恼, 他恨他们, 恨他。 克里斯多夫对他生气, 好似对罗马生气一样。 他去看格拉奇亚的次数减少了, 已经想要动身了, 可是他并不动身, 尽管讨厌那个意大利社会, 他竟不由自主地感觉到他的魔力了。 暂时, 克里斯多夫不跟人家往来, 只自个儿在城内外溜达。 罗马的阳光, 平台上的花园, 被蓄日照耀的海, 像腰带般环绕着的郊野, 慢慢地把这块奇妙的土地的秘密, 让他体会到了。 他瞧不起那些古代建筑, 发誓, 绝不自动去找他们, 除非他们来找着他, 而他们果然来找他了。 在钢鸾起伏的城中, 随便散步的时候, 克里斯多夫就碰见了他们。 西照之下的大广场, 一半已经塌了的巴拉丁拱门, 后面衬托着蔚蓝的天空, 克里斯多夫都不期而然地看到了, 他在一望无际的郊野徘徊, 半红不红的台拨河浑浊一片, 夹带着淤泥, 仿佛是泥土在那里流动, 残废的古代水桥, 好比古生物的硕大吴棚的脊骨, 大块的乌云, 在蓝色的天空卷过, 乡下人骑着马, 挥着鞭子, 赶着一群长脚的淡灰的牛。 笔直的古道, 尘埃飞扬, 没有一点阴壁, 角如阳族, 大腿上裹着长毛皮的木人, 在那里静悄悄地走着。 辽远的天际, 意大利中部的庄严的山脉, 展开着连绵不断的风软, 另一方面的天边, 却映着古老的城园, 圣约翰教堂的正面, 矗立着姿态飞舞的雕像, 远望只看见油黑的侧影, 万籁俱寂, 旧光如火, 风在平原上吹过, 一座没有头的壁上叼着衣室的石像, 被漫长的野草淹没了, 一只猪蝎趴在石像上晒着太阳, 只有肚子在那轻轻地吸动。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二非文传》喜马拉雅账号。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 《二非文传》制作的约翰·克里斯多夫。 作者罗曼·罗兰, 翻译 傅雷 演播 孟兰 第一百八十三集 克里斯多夫被阳光灌醉了, 有时也被加斯丹利酒灌醉了, 坐在破烂的大理石像旁边的黑色的泥地上, 微微笑着, 朦朦胧隆隆地把什么都忘了, 尽量吸收着那股罗马特有的气息, 那股安静而强烈的力。 直到黑夜将临的时候, 悲壮的日色淫漠了, 四下里一片凄凉, 那时他心中寓意赶紧溜了。 噢,大地,热情如废而莫无一言的大地, 你面上多么平和, 内心却多么骚动, 我还在你的胸中听见罗马军团的号角声呢, 多少生命的怒潮在你怀中汹涌, 多少欲望都在要求觉醒。 克里斯多夫遇到了几个心中还燃烧着千年火炬的人物, 在死者的尘土下面, 那个火始终被保存着, 人家以为他已经和马智尼同归于尽, 不料他复活了, 还是同样的火。 当然, 愿意看到他的人是很少的, 因为大家想睡觉。 那是一道明亮而剧烈的光, 凡是心中有着光照的人, 大半是青年, 最大的也不满三十五岁, 头脑开通, 气质、教育、意见、信仰, 各个不同的知识分子, 都为了崇拜这束新生命的火焰而联合起来了。 党派的名称尽管不同, 思想的派别尽管各异, 都没有什么关系, 主要是拿出勇气来思想, 要坦白, 要敢作敢为, 他们大声疾呼的, 要惊醒民族的迷梦。 自从意大利听了英雄治世的号召在政治上复活以后, 自从他最近在经济上复活以后, 现代的青年更努力要把意大利的思想从坟墓中救出来, 优秀阶级的懒惰而畏切的麻痹状态, 懦弱的性格, 大言不惭的习气, 使他们像受到齐齿大辱一般痛苦。 滑而不时的空谈和奴言内息的作风, 几百年来像农物似的照着民族精神, 现在, 他们嘹亮的声音把浓雾冲破了, 一阵狂风把无情的现实主义和不稍假借的正气吹进来了。 他们竭力要用清楚的头脑支配坚决的行动, 必要的时候, 他们能够为了民族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纪律而牺牲个人的主张。 但最高的祭坛和最纯洁的热忱, 仍是留给真理的。 他们又兴奋又虔诚地爱着真理。 这些青年中的一个领袖被敌人侮辱, 毁谤, 威胁之下, 气度伟大的回答, 你们得尊重真理, 我这是开诚不公地跟你们说, 没有一点怨恨, 我忘了你们给我的伤害, 也忘了我可能给你们的伤害。 你们第一得真诚, 凡是对真理没有虔诚的热烈的敬意的人, 绝对谈不到良心, 谈不到崇高的生命, 谈不到牺牲, 谈不到高尚。 终于真理是件艰苦的事, 但愿你们努力, 凡是拿虚伪做武器的, 在没有损害别人之前, 先要损害自己, 哪怕眼前得到成功, 也是突然的。 你们的灵魂不可能有根基, 土地都被谎言住空了, 现在, 我不是以敌人的资格和你们说话, 咱们都站在一个超乎争执以外的立场上, 即使你们的情欲在你们嘴里, 用着国家的名义, 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世界上还有些东西, 比国家更重要的, 那便是人类的良心, 世界上也有些你们不能侵犯的规律, 要不然你们便不能称为意大利人, 如今站在你们面前的只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 你们应当听听他的呼声, 他只希望你们伟大, 纯洁, 他也极愿意和你们一起努力, 因为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 咱们始终是和世界上一切为真理努力的人, 共同努力的。 我们的成绩, 那是不能预料的, 将要刻着我们共同的标记, 如果我们的行为不违背真理的话, 人类的特点就在于他有种奇妙的禀赋, 能够寻求真理, 看见真理, 爱真理, 为真理而牺牲自己, 凡是抓握真理的人, 都能分享到真理的健康的气息。 克里斯多夫初次听到这些话, 好似听到了自己的声音的回声, 觉得这些人和他原来是弟兄, 固然, 民族与思想的斗争, 早晚有一天会使他们厮杀一场, 可是, 朋友也好, 敌人也好, 他们总是同一个大家族出身, 这一点, 他们像克里斯多夫一样知道, 比他先知道。 克里斯多夫没有认识他们, 他们先认识他了, 因为他们早已是奥利维的朋友。 克里斯多夫发现他朋友的作品, 几册诗, 几册批评的集字, 在巴黎只有极少数的读者, 可是已经被那些意大利人翻译过去了, 对他们是很熟悉的东西了。 以后, 克里斯多夫才发觉, 他们和奥利维之间, 有着不可超越的距离。 他们批判旁人的方式, 表示他们完全保存着意大利人的面目, 死抓着他们的民族思想。 他们在外国作品中所找的, 只限于他们民族的本能所愿意找到的成分, 所采取的往往还是他们不知不觉先颤了进去的自己的思想。 天生是平庸的批评家, 拙劣的心理学者。 他们太想到自己和自己的热情了。 即使在最新真理的时候, 也是如此。 意大利的理想主义, 永远忘不了自己。 对于北方人的那些无我的梦境, 绝对不感兴趣。 他把一切归结到自己身上, 归结到自己的欲望, 归结到民族的骄傲。 不幸这些贱美的, 很适宜于实际行动的意大利人, 偏偏只凭热情形势, 很快会感到厌倦。 但是被热情吹打的时候, 他们比无论哪个民族都飞得更高。 只要看近代意大利的统一运动, 就可知道。 现在, 又是这一类声势浩大的风, 在一切党派的意大利青年中, 吹起来了。 国家主义派, 新加特利教派, 自由的理想主义者, 一切不屈不挠的意大利人, 希望做罗马帝国, 世界之后的公民的人, 都受着这股潮流激荡。 最初, 克里斯朵夫只注意到他们的热忱, 以及使他跟他们一起相投的, 共同的反感。 在瞧不起上流社会那一点上, 他们当然和克里斯朵夫立场相同。 克里斯朵夫的恨上流社会, 是因为格拉奇亚喜欢跟他来往, 但他们比他更恨那种谨慎, 麻木苟安的精神, 恨那些可笑的丑态, 半吞半吐地说话, 含糊两可的思想, 欲世无所取舍的奇强作风。 他们都是自学出身的好汉, 从头到脚都是自己造起来的, 没有时间, 也没有能力加一番最后的琢磨, 反倒有心露出他们天生的粗野, 和乡下人的辛辣的口吻。 他们要叫人听见他们的话, 要逗人家攻击, 无论怎样都可以, 只受不了大众的不理不睬。 为了刺激民族的元气, 他们便是自己先吃民族元气的亏, 也是乐意的。 当时他们不受欢迎, 也不想法求人家欢迎。 克里斯朵夫白白地和格拉奇亚 提到他这批新朋友。 格拉奇亚既然是一个喜欢 和平与中庸之道的人, 当然觉得他们可厌。 格拉奇亚认为, 他们便是在支持最值得人同情的问题的时候, 所用的方式有时也会引起反感。 这个批评是不错的, 他们爱挖苦人, 一味采取公式, 批评的苛刻差不多尽于侮辱, 哪怕对于他们不愿意伤害的人也是如此。 他们太自信, 对事情的推论太快, 肯定的太快。 自己没有发展成熟, 就要参与公共的行动。 所以他们一下子最信这个, 一下子最信那个, 态度都是一样的偏激。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约翰·克里斯朵夫。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者分享朋友圈。 热烈, 真诚, 啃整个儿的舍身, 不稍练习, 他们一方面过分地重视理智, 一方面太早地参加狂热的劳作, 把自己消耗完了。 年轻的思想一出胎, 就暴露在太阳里, 是不卫生的, 心灵会被灼伤的, 只有时间与沉默, 才能酝酿丰满的果实。 但, 他们就缺少时间与沉默。 多数有才气的意大利人, 都遇到这种不幸, 爆裂而不成熟的行为, 好比一种酒精。 理智, 尝到了这味道, 立刻会上瘾, 而理智的发展, 也可能从此不正常了。 他们这种直言无讳的坦白, 和一般专讲中庸之道的人的哭索平凡, 畏首畏尾, 不敢说一个是或非的作风相比之下。 不用说, 克里斯多夫是赏识年轻人的朝气的, 但过后他不得不承认, 讲中庸之道的人的田径而体贴的智慧, 也有他的价值。 反之, 他的那些朋友, 使生活永远处于战斗状态, 结果也不免令人厌恶。 克里斯多夫自以为上格拉奇亚那儿去, 是替他们辩护, 但有时候倒是为了把他们忘掉一下才去的。 没有问题, 他们跟他很相像, 太相像了, 今日的他们, 就是二十岁时候的克里斯多夫, 而生命的河流是不能回溯的。 克里斯多夫很明白, 自己和这种激烈的思想, 已经告别了。 此刻, 正向着和平的路走去, 而格拉奇亚的眼睛中间, 似乎就藏着和平的密钥。 那么, 为什么, 他对格拉奇亚感到愤愤不平呢? 因为爱情是自私的, 他想把格拉奇亚独占, 他受不了格拉奇亚来者不拒地加讳于人, 对谁都招待得那么殷勤。 格拉奇亚看透了克里斯多夫的心思, 有一天, 便用着那种可爱的, 坦白的态度和他说, 你不喜欢我的作风是不是? 哎, 朋友, 别把我看得太理想, 我是一个女人, 不比别的女人更有价值, 我不一定要跟那些人来往, 但我承认看到他们也很愉快, 正如我有时候喜欢看不大高明的戏, 念无聊的书, 那都是你瞧不起的, 可是对我是种安息, 是种娱乐, 我有什么就享受什么。 那些混蛋, 你怎么受得了呢? 生活的教训使我不再苛求了, 一个人不能要求太多, 真的, 倘若有些老老实实的人来往, 只要心地不坏, 人生也算对你不差了, 当然你不能对他们存什么希望, 我知道一招我需要人帮忙的时候, 多半的朋友马上会不见的, 可是他们对我很好, 只要得一点真情, 其余的我可以满不在乎。 啊, 你不喜欢我这样是不是? 原谅我这么平凡, 可是至少我分得出自己哪些地方是最好的, 哪些地方是比较差的, 而对你, 我的确拿出了最好的一部分。 我要的是整个儿, 他咕噜着说, 可是克里斯多夫很明白, 格拉奇亚说的是真话, 他以为格拉奇亚对自己的感情是毫无问题的, 所以愁愁了几星期, 有一天, 终于问格拉奇亚, 啊, 难道你始终不愿意? 什么呀? 属于我? 他马上又补充, 呃, 就是说你不愿意我属于你吗? 格拉奇亚微微一笑, 啊, 现在咱们不就是这样了吗, 朋友? 啊, 你明明知道我说的不是这意思。 格拉奇亚听了有点慌乱, 但他握着克里斯多夫的手, 很坦白地望着他, 温柔地回答, 哦, 不, 朋友? 克里斯多夫话说不上来了, 格拉奇亚看出他很伤心, 哦, 对不起, 我使你心里难受, 我早知道你会对我说这个话的, 咱们既然是好朋友, 应当非常坦白, 朋友? 只能做个朋友吗? 克里斯多夫不胜畅往地说, 啊, 别这么不知足, 你还要什么呢? 跟我结婚吗? 从前你眼睛里只看见我美丽的表姐的时候, 啊, 你记得不记得, 我很难过, 因为你不明白我对你的感情, 不错, 咱们的一生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幅面目, 现在我认为这样倒更好, 我们没有让友谊受到共同生活的考验, 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把最纯洁的东西亵渎了, 不是更好吗? 哦, 你说这种话, 因为你不像从前那么爱我了, 哦, 不, 我始终是那么爱你的, 哦, 这还是你第一次对我说呢, 咱们中间不应该再有什么隐瞒, 告诉你, 我对婚姻已经没有信心了, 我自己的经验, 我知道, 不能作为一个有力的力证, 可是我仔细想过, 在周围仔细看过, 幸福的婚姻实在太少了, 这个制度有点违反天性, 要把两个人连在一起, 他们的意志, 必有一个受到摧残, 或者竟是两败俱伤, 而这种痛苦的磨练, 还不能使灵魂得到什么益处, 哦, 克里斯朵夫说, 我的意见恰好相反, 我认为婚姻是两心相印, 相忍相让的结合, 真是多美妙的事啊, 是的, 在你梦里是美妙的, 事实上你会比谁都更痛苦, 怎么, 你以为我永远不能有个妻子, 有些儿女, 有个家庭吗, 别跟我说这个话, 我会多么爱她们呀, 难道你以为我不可能有这种幸福吗, 那很难说, 我看是不可能的, 要是有个老实的女子, 不大聪明, 不大美丽, 对你忠诚的, 可是不了解你的, 那也许还可能, 哦, 你太刻薄了, 可是你不应该取笑人家, 一个好心的女人, 即使谈不上风雅, 毕竟是好的, 对呀, 要不要我替你找一个, 别说了好不好, 你简直是刺我的心, 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我, 我又没说什么, 难道你竟一点不爱我, 所以能够想到我跟别的女子结婚吗, 正是相反, 我正因为爱你, 所以要使你幸福, 你要是真的, 哦, 甭提了, 甭提了, 告诉你那对你是不幸的, 别替我操心, 我发誓我会幸福的, 可是老实告诉我, 你, 你自己是不是跟我一起的时候会痛苦, 哦, 痛苦, 不会的, 朋友, 我太敬重你了, 太佩服你了, 绝不会跟你在一起, 而觉得痛苦, 并且我可以告诉你, 我相信, 如今, 无论遇到什么事, 我都不会怎么痛苦的了, 我见的太多了, 把一切都看得很淡, 可是很坦白地说, 你不是要求我坦白的吗, 你, 不会生气吧, 我知道我的弱点, 我或许会相当地愚蠢, 过了几个月, 要觉得跟你在一起不十分幸福, 那是我不愿意的, 正因为我对你, 抱着最圣洁的感情, 我无论如何不愿意, 使这点感情受到影响, 克里斯多夫听了很悲哀, 哦, 是的, 你这么说, 无非是为了减轻, 我眼前的痛苦, 我不能讨你喜欢, 我有些地方使你非常讨厌, 哦, 哪里哪里, 没有这种事, 别这样垂头丧气的, 你是一个挺好, 挺可爱的男人, 那么我简直搞糊涂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融洽相处呢? 因为, 我们太不同了, 两个人的性格都太显著, 太特殊了, 就因为这个我才爱你, 我也是的, 但也因为这个, 我们将来会发生冲突, 不会的, 会的, 或者因为我知道你比我有价值, 我要埋怨自己, 不应该拿我这个渺小的人来妨碍你, 那时我就会把自己的个性压下来, 一生不出, 但心里是要痛苦的, 可里斯朵夫眼泪都冒上来了, 哦, 这一点我是绝对不愿意的, 我自己受什么罪都可以, 却不能叫你受罪, 朋友, 你别争, 你知道, 我这么说也许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些, 也许我还不能为你牺牲呢, 那不是更好吗? 可是你要被我牺牲了, 然后我回过头来也得痛苦了, 你瞧, 不论从哪方面看都没法解决, 还是像现在这样吧, 天下还有什么东西剩余我们的友谊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阿尔菲文传喜马拉雅正好。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 阿尔菲文传制作的约翰·克里斯多夫, 作者罗曼·罗兰, 翻译傅雷, 演播孟兰。 第184集 克里斯多夫摇了摇头, 不胜悲苦地笑了笑。 是的, 这些无非证明你骨子里并不怎么爱我。 格拉奇亚也很亲切地笑了笑, 带点惆怅的意味, 叹道, 嗯, 也许是吧, 你说得不错, 我不是个年轻的人的, 朋友, 我疲倦了, 生活真模仁, 尤其对一个不像你这样强的人。 哦, 你有时候, 我看你还像个十七八岁的大孩子呢。 哈, 大孩子, 脸已经这么老, 皱褶这么多, 皮肤这么憔悴了。 嗯, 我知道你受过很多痛苦, 和我一样多, 也许更多, 那是我看得出的, 但你有时候望着我, 眼睛完全跟年轻人的一样, 于是我感觉到你心中涌出一股朝气。 啊, 我吗? 我这已经熄灭了, 我当年有热情的时节, 像人家所说的黄金时代, 可是我多么不幸啊, 现在我没有力量再那么来一下了, 我只有一点极稀薄的生命, 没有胆量再去尝试婚姻。 哦, 从前, 从前, 倘若一个我熟识的人向我有所表示的话。 你说呀, 说呀。 哎, 甭提了。 这样说来, 要是我从前, 哦, 天哪! 什么? 要是你从前, 我又没说什么? 我明白了, 你太狠心了, 从前我是疯了, 如此而已。 你现在说这个话, 是更要不得。 可怜的克里斯多夫, 我说什么都会使你伤心, 不说也罢。 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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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说呀。 说什么? 说点好听的。 格拉奇亚笑了, 别笑我呀。 你可别伤心啊。 我怎么能不伤心呢? 你不应该伤心, 真的。 为什么? 因为你有了一个非常爱你的女朋友。 真的吗? 我告诉了你, 你还不信? 再说一遍吧。 说了你可以不难过了吧? 可以知足了吧? 咱们这番宝贵的友谊, 总该叫你满意了吧? 不满意也没办法。 不满意也没办法。 薄姓啊, 薄姓啊, 而你还说爱我, 其实我爱你还更胜于你的爱我呢。 嘿, 怎么可能? 克里斯多夫这样说的时候, 那种爱情的激动, 把格拉奇亚逗笑了。 克里斯多夫也笑了, 他还坚持着说, 那么, 你再说一遍啊。 格拉奇亚静了一会儿, 望着他, 随后, 突然凑近克里斯多夫的脸, 把他亲了一下, 那真是突兀, 把他愣住了。 等到克里斯多夫想张开手臂搂抱, 格拉奇亚已经正脱身子, 在客厅门口瞧着他, 用一个手指放在嘴边, 说了声, 噓, 就不见了。 从这天起, 克里斯多夫不再和他提到爱情, 而他跟格拉奇亚的关系 也不像过去那么拘束了。 从前, 不是故意沉默, 便是无法抑制的感情激烈的表现, 现在可变成了一种淳朴的, 甜淡的友谊, 这是朋友之间坦白的好处, 说话没有弦外之音了, 幻想与恐惧也没有了, 他们彻底认识了彼此的思想。 克里斯多夫在格拉奇亚家里跟那些他讨厌的外客碰在一起的时候, 听见女朋友和他们交换一些无聊的谈话, 说些交际场中的俗套, 而他觉得不耐烦的时候, 格拉奇亚立刻发觉了, 瞧着克里斯多夫微微一笑, 那就够了。 克里斯多夫知道, 他们俩是在一起, 他的心情也就变得平静了。 和爱人敌面, 可以使自己的幻想不至于再有毒素, 欲念也不至于再那么狂热。 既然精神上把爱人占有了, 一个人也不会再心源一马, 并且格拉奇亚和谐的天性, 无形中有一股魅力散布在周围的人身上。 过火的举动, 语气, 即使是无意中流露的, 也会使格拉奇亚难堪, 觉得是不淳朴的, 不美的。 在这等地方, 格拉奇亚慢慢地使克里斯多夫受了影响。 克里斯多夫自从不需要压制冲动以后, 渐渐养成一种自主力, 而因为不必再为了无谓的暴躁的脾气消耗, 那股力量尤其强大。 他们的心灵彼此渗透了, 格拉奇亚那种只顾体味生活的甜美而朦胧半睡的境界, 一遇到克里斯多夫蓬蓬勃勃的生机, 也觉醒了。 他对于精神生活的兴趣变得更直接, 更积极。 格拉奇亚素来不大看书, 懒洋洋地只喜欢几部过去的名著, 回来回去地翻着, 现在却对别的思想开始注意, 不久也受到了吸引。 他并非不知道现代思潮的丰富, 但没有兴致自个儿去探险。 如今有了一个带路的同伴, 他不觉得胆怯了, 不知不觉的, 他一边称句, 一边跟着人家去了解那个年轻的意大利。 虽则·格拉奇亚一向讨厌意大利, 用那种激昂慷慨的热情去推翻传统。 两颗灵魂交融的结果, 还是克里斯多夫得意更多。 在爱情中间, 往往是性格比较弱的一个给得多, 并非性格强的人爱得不够, 而是因为他强, 所以非多拿一些不可。 从前克里斯多夫就是这样, 得了奥里维不少精神上的财富, 但这次, 神秘的结合给他的收获更丰富, 因为格拉奇亚带来的是最难得的, 奥里维所没有的珍宝, 欢乐, 心的欢乐, 眼睛的欢乐, 无处不在的光明, 好比拉丁天空的笑容, 把最危贱的东西的丑陋都洗尽了, 在古旧的墙上, 点缀了鲜花, 甚至使悲哀也闪出田径的光彩。 光明的盟友, 是苏生的春天, 新生命的梦, 在温暖麻痹的空气中酝酿, 银灰的橄榄树有了绿意, 古水道的暗红穷龙之下, 杏仁树开满了白花, 出行的罗马郊野, 春草如绿波, 欣欣向荣的鹰素如火焰, 赤色的葵花, 如鹰如鹿的紫罗兰, 像溪水一般在别庄的草坪上流动, 万藤绕着散行的柏树, 城上吹过一阵清风, 送来巴拉丁古园的蔷薇的幽香。 他们常常一块散步, 只要格拉奇亚肯从几小时的迷迷糊糊, 像东方女子那种似醒非醒的境界中醒过来, 她就完全变了一个人。 格拉奇亚喜欢走路, 高个子, 腿很长, 又结实又窈窕的身段, 侧影颇向森林的女神迪安娜, 两人最常去的地方, 不外乎那些别庄, 八世纪时, 庄里的罗马被比爱蒙满族蹂躏以后的遗物。 他们最喜欢马丹别庄, 位于罗马古城的边缘, 可以从那儿俯瞰荒郊。 他们沿着橡树成荫的走道叠谢, 两旁全是古墓, 树叶丛中, 婉然透露出那些罗马夫妇的凄凉的面目, 和手掺着手的影子。 两人坐在走到尽头的蔷薇棚下, 背靠着一个白果, 前面一片荒凉, 清静到极点。 喷泉慢慢地滴着水, 懒洋洋地, 像要咽气似的。 他们俩低声弹着, 格拉奇亚神态安详的眼睛, 盯着朋友的脸。 克里斯多夫叙述他的生涯, 他的斗争, 他的过去的苦恼, 现在提到这些已经不觉得悲伤了。 在格拉奇亚身旁, 在他的目光之下, 一切都很单纯, 好像是应该那样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约翰·克里斯多夫。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或者分享朋友圈。 格拉奇亚也讲他的故事。 克里斯多夫不大听到他说的话, 但他的思想都被克里斯多夫抓住了。 他和他的心合而为一。 克里斯多夫用格拉奇亚的眼睛观看, 而且到处看到格拉奇亚的眼睛, 那么安静地燃着一束深沉的火焰的眼睛。 克里斯多夫在古代雕像的残废的面上看到, 也在他们沉默的迷一般的目光中看到。 树叶像羊毛似的山树周围, 在太阳底下乌游游发光的橡树中间。 罗马的天空笑得多么甜蜜, 而在这天上也有格拉奇亚的眼睛。 拉丁艺术的意义, 经过格拉奇亚的眼睛, 渗进了克里斯多夫的心。 至此为止, 克里斯多夫对意大利作品是完全不感兴趣的。 野蛮的理想主义者, 热尔曼森林的孤僻的人, 对于阳光底下的美丽的石像的浓郁的韵味, 像一盘蜂蜜一般的味道, 还没懂得体会。 克里斯多夫老实不客气地 对梵蒂冈博物院中的古物抱着敌意, 那些蠢笨的头, 那些女性化的或是大块文章的躯干, 那种鄙俗的肥胖的身段, 那些小白脸, 那些武士, 克里斯多夫都深恶痛绝。 他喜欢的只限于几个雕塑的肖像, 但他们所代表的人物并没使克里斯多夫感到一点兴趣。 他也讨厌没有血色的, 装腔作势的佛罗伦萨派的作品, 病态的妇女, 拉斐尔以前的肤色苍白, 患着肺病的维纳斯, 至于模仿西斯廷作风的, 粗野蛮憨的英雄, 汗流浃背的运动家, 在克里斯多夫眼中, 仅仅是一堆当炮灰的肥肉。 唯有米开朗奇罗一人, 为了他悲剧式的痛苦, 为了他鞭挞世俗的傲气, 为了他圣洁的热情, 才得到克里斯多夫暗中的敬意。 他像那位大师一样, 用着一种纯洁而野蛮的热爱, 爱他那些年轻的无邪的裸体, 爱他那些旷野的处女, 痛苦的黎民, 眼神旷汗的圣母和美丽的丽雅。 但在这位痛苦骚乱的英雄心中, 克里斯多夫所发现的, 仍旧是自己的心灵的扩大的回声。 格拉奇亚替他打开了一个新艺术世界的门, 他领会到拉斐尔与提香的清明的田径的境界, 看到了古典天才的庄严的华彩, 像狮子般威震着这个被他们征服的, 由他们支配的外形的宇宙。 威尼斯大师的霹雳般的目光, 直射到你的心里, 强烈的闪电, 把遮蔽人生的迷蒙的大物给撕破了。 还有那些拉丁天才, 不仅征服了世界, 并且征服了自己, 战胜之余, 始终守着严格的纪律, 挑出最有价值的战利品, 让自己吸收。 其成绩便是拉斐尔的一批 意境高远的肖像画, 和他在梵蒂冈中所作的 几间屋子的壁画。 对于克里斯多夫, 那些名作是比瓦格纳的音乐 更丰富的音乐, 线条明镜, 结构和谐的音乐 完全显出颜面, 手足, 医者, 举止的美, 一切都是智慧, 一切都是爱。 有的是年轻的身心中 踊跃出来的爱, 也有的是精神的力, 享受生命的力。 永远年轻的温情, 带着饥讽的异味的智慧, 动了春情的肉香, 驱散阴影, 把热情催眠的笑容, 还有被艺术家驯服的 倔强的生命力。 克里斯多夫不由地问自己, 你们既然能把罗马的力 跟和平联合起来, 为什么我们就办不到呢? 现在一般最优秀的人 往往为了追求其中的一个 摧残另外一个。 普桑, 洛林, 与哥德所赏识的和谐的境界, 倒是意大利人 比别个民族更不懂得领会, 难道再要一个外国人 来提醒他们吗? 并且谁能够把这种和谐 传授给我们的音乐家呢? 音乐上还没有一个 拉斐尔那样的人, 莫扎特仅仅是个孩子, 是个德国小布尔乔亚, 神经质的, 感伤的, 话太多, 举动太多, 为了一点小事就会哭, 就会笑。 繁琐的巴赫, 英勇的贝多芬, 他的巨人式的后裔, 尽管把霹雳翁山叠在奥萨山上咒骂天神, 也始终没看到上帝的笑容。 克里斯朵夫可是看到了, 因为看到了, 所以对自己的音乐感到惭愧。 无意的骚动, 浮夸的热情, 唐突的怨叹, 拉拉扯扯的老弹着自己, 漫无节制的发泄, 使他觉得又可耻, 又可怜。 那等于一个没有牧人的羊群, 一个没有君主的王国。 骚动的灵魂, 非加以控制不可。 在这几个月中间, 克里斯朵夫似乎把音乐忘了, 没有这需要了。 他的精神受着罗马气息的感应, 正在怀胎的时期, 他整天像喝醉了酒式的初神, 初春时节的自然界也和他一样, 一方面因为憨睡方醒而非常困倦, 一方面又飘飘然有点醉意。 大自然跟他一起做着梦, 彼此像一对睡梦中的情人那样, 紧紧地抱着。 克里斯朵夫不再讨厌罗马郊外的骚动的神秘气息, 因为他已经体会到悲壮的美, 他把沉沉酣睡的大地之神抱在怀里了。 四月中, 克里斯朵夫得到巴黎方面的邀请, 要他去指挥几个音乐会, 他不加考虑就想谢绝了, 但认为先应该跟格拉奇亚谈一谈。 克里斯朵夫觉得, 把自己的生活去和格拉奇亚商量, 心里非常愉快, 这样他可以假想格拉奇亚是参加他的生活的。 这一回, 格拉奇亚可使克里斯朵夫大为失望。 他要克里斯朵夫把事情详细说了一遍, 劝他接受。 克里斯朵夫听了非常难过, 认为这表示格拉奇亚对他冷淡。 格拉奇亚这么劝他的时候, 也许心中并不是没有遗憾, 但克里斯朵夫为什么要去跟他商量呢? 既然克里斯朵夫要格拉奇亚代为决定, 格拉奇亚便认为对于朋友的行为负了责任。 自从他们在思想上沟通以后, 格拉奇亚也有点感染到克里斯朵夫的意志, 觉得行动不但是我们做人的义务, 而且也是件美事。 至少他认为他的朋友应当把行动当作一种责任, 不能随便放弃。 他比克里斯朵夫更清楚, 意大利的气息有种麻醉的力量, 好似温暖的南方季后风包含着迷人的毒素一样, 会潜入你的血管, 催眠你的意志。 格拉奇亚屡次感觉到这种不大好的魅力而无法抗拒。 所有他的朋友多多少少全害着这个精神上的瘧疾。 从前一帮比他们更刚强的人都受过这病菌的害, 他把母郎巷上的青铜都腐蚀了。 罗马城中有股死气, 古人的坟墓太多了, 在这儿久居不如做客比较卫生, 住在罗马太容易忘记时代, 而这点对一般年纪还轻, 需要干一番事业的人是危险的。 格拉奇亚明知他的环境对于一个艺术家不是一个有生气的环境, 同时, 他虽然对克里斯多夫抱着比对无论哪个人都更深切的友谊, 格拉奇亚是否敢承认还有问题, 可心里并不因为克里斯多夫要走开而觉得不高兴。 可怜, 克里斯多夫也使格拉奇亚厌倦了, 而使格拉奇亚厌倦的就是他所喜欢克里斯多夫的地方, 克里斯多夫的太多的智慧和积了多少年而快要溢出来的生命力, 格拉奇亚的平静的心境被扰乱了, 厌倦的理由也许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他老是觉得受到爱情的威胁, 这爱情虽然是甜蜜的动人的, 但带着苦苦纠缠的异味, 需要格拉奇亚时时刻刻提防, 最好还是隔得远一点。 格拉奇亚绝不承认这些, 以为自己出的主意完全是为克里斯多夫着想, 而为克里斯多夫着想, 格拉奇亚的理由就多了。 一个音乐家在当时的意大利不大容易过火, 他的空气受着限制, 音乐生活是窒息了, 这块土地当年是替欧洲音乐播种的, 现在被戏剧工厂铺满了油腻的灰跟滚热的烟, 凡是不肯加入这个歌唱队的, 不能或不愿意进戏剧工厂的, 就得被遗弃或是被窒息。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阿尔菲文传喜马拉雅账号。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 阿尔菲文传制作的约翰·克里斯多夫。 作者罗曼·罗兰, 翻译傅雷, 演播孟岚 第185集 民族的性灵并没有枯竭, 但人家让它停滞, 让它迷路。 长鱼旋律是意大利宗师的特色, 古代艺术的单纯精炼的美几乎是种本能, 青年音乐家中保有这些长处的克里斯多夫不止遇见一个, 可是谁关切他们呢? 他们的作品既没有人肯演奏, 也没有人肯出版, 纯粹的交响乐没有人感兴趣, 不是涂枝抹粉的音乐就没有人听, 所以他们只能有气无力地唱给自己听, 结果也静下来了。 有什么用呢? 还不如睡觉吧。 克里斯多夫很愿意帮助他们, 但即使可能, 他们多所猜疑的自尊心也不能接受。 不管克里斯多夫做些什么, 他总是一个外国人, 一切旧家出身的意大利人, 面上尽管殷勤被制, 心里始终把外国人看作蛮子, 他们认为, 他们的艺术害了病, 应当归他们自己解决, 所以, 虽则对克里斯多夫非常友善, 他们总不拿他看作一家人, 那克里斯多夫还有什么办法? 他毕竟不能和他们竞争, 他们在太阳底下的位置, 原来只有那么一点, 还好意思跟他们争吗? 况且, 天才不能缺少养料, 音乐家不能缺少音乐, 不能没有音乐听, 也不能不把自己的音乐 奏给人家听。 短时期的退隐, 对于精神固然有益, 使他能韬光养晦, 但必须以重新出山为条件。 孤独是高尚的, 但对于一个从此摆脱不了孤独的艺术家, 是致命的, 一个人应该体验当代的生活, 哪怕这生活是喧闹的, 糜烂的, 应当一刻不停地吸收, 一刻不停地给予, 给予, 然后再接受。 在克里斯多夫的时代, 意大利不是当年那个艺术大市场了, 也许它有一天会恢复这个地位, 但眼前的思想市场, 沟通各个民族心灵的市场, 是在北方, 你要愿意活下去, 就得上那儿去生活。 克里斯多夫凭着一厢情愿的心思, 极不愿意回到喧闹的社会中去, 但关于克里斯多夫的责任, 格拉奇亚反倒感觉得更清楚。 他对克里斯多夫比对他自己苛求得多, 没有问题, 那是因为格拉奇亚看重克里斯多夫的缘故, 同时也因为这样对自己更方便。 他把打起精神去生活的事, 交给克里斯多夫代办了, 自己仍旧保持清明田径的心境。 克里斯多夫没有勇气怪怨他, 格拉奇亚跟圣母一样, 已经尽了他最大的使命, 在人生中各有各的角色, 克里斯多夫的角色是行动, 格拉奇亚嘛, 只要世界上有他这样一个人就行了, 克里斯多夫也不要求他更多。 是的, 克里斯多夫不要求他更多, 只要求一点, 就是希望格拉奇亚的爱他, 能少为他一些, 而多为格拉奇亚自己一些。 因为克里斯多夫不满意, 格拉奇亚的友谊毫无自私的成分, 以至于只会替他的朋友的利益着想, 而这朋友是只求他不要想起他的利益的。 克里斯多夫走了, 他跑得远了, 可是并没有离开格拉奇亚。 古话说得好, 你心里不同意的时候, 永远不会离开你的朋友。 克里斯多夫到巴黎的时候, 心里非常不好过。 从奥利维死了以后, 这是克里斯多夫第一次回来。 他本来是永远不想再看见这个城市的。 从车站到旅馆的路上, 他坐在马车里, 简直不大敢向车外张望。 最初几天, 他老躲在房里不愿意出门, 一想到在门外等着他的那些往事, 他就有一阵悲怆。 但究竟是哪一种悲怆呢? 自己弄清楚了没有呢? 他自以为怕看到往事活生生地跳出来, 或者看到过去的面目都已经死了, 那是使他更痛苦的。 他的悲怆, 可是这种恐惧造成的吗? 其实对于旧梦重温的痛苦, 一个人的本能无形中已经发动了所有的机制, 有了防备。 因此, 他挑了一个。 也许自己不觉得, 和从前住的区域离得很远的旅馆。 初次上街散步的时候, 到音乐厅去指挥预奏会的时候, 重新接触巴黎生活的时候, 他先还闭着眼睛, 不愿意看到眼前的景象, 一味固执着, 只看到从前的景象。 克里斯多夫对自己再三说, 是的, 这是我认识的, 认识的。 艺术界和政界, 仍旧是那么专横, 那么混乱。 广场上, 仍旧是同样的市集, 只有演员的角色换过了。 当年的革命党, 变成了布尔乔亚, 超人变成了时髦人物。 以前的无党无派人士, 正在压迫现在的无党派人士。 二十年前的青年, 如今比他们当初攻击的老头更保守。 他们的批评家, 不承认新来的人有生活的权利。 表面上, 什么都没改变, 但实际上什么都改变了。 朋友, 请你原谅。 你真好, 不埋怨我这么久没信给你。 你的来信使我非常快慰。 几星期以来, 我心乱如麻, 人亡物在, 故旧星散。 你不在眼前, 尤其使我怅然若失。 和我生离死别的人, 在我周围造成了一片可怕的空虚。 一切, 我和你讲起过的老朋友都不见了。 夜莺, 你该记得她的歌声吧? 就在那可悲可喜的夜晚, 我在人堆里徘徊, 在一面镜子里, 看见了你对我望着的眼睛。 夜莺实现了她目标并不太高的理想, 得了一笔小小的遗产, 住到诺曼底去了。 她在那儿管着一个农庄。 亚诺先生告老了, 夫妇两人回到他们的南方, 住在安月附近的一个小城里。 我那时代的名人, 死的死了, 倒的倒了, 唯有几个老朽的木头人, 二十年前在艺术上, 政治上, 出路头脚的, 现在还做着他们的戏, 老戴着那副假面具。 除了这些面具以外, 我连一个人也认不出来了。 我觉得他们好似站在坟墓上扯鬼脸, 这种感想真是可怕。 并且我出到这儿的时期, 生理上也很不舒服, 离开了你们灿烂的阳光, 跑到这灰暗的北方, 看到种种事物的丑恶, 暗淡的屋子, 某些穷龙, 与某些纪念建筑物上的庸俗的线条。 过去从来没注意到的, 现在都使我受罪, 而精神气氛也不见得使我更愉快。 可是我没有理由抱怨巴黎人, 人家对我的态度跟从前大不同了, 仿佛我在离开巴黎的几年中, 变成了名流。 这些数不多谈了, 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他们在文章上, 口头上说我的好话, 使我很感动, 我很感谢他们。 可是告诉你, 我觉得自己和从前攻击我的人, 倒比现在攻为我的人更接近。 这是我的错, 我知道, 别埋怨我。 有一段时间我心里有点惶惑, 那是应有之事, 可现在好了, 我明白了。 是的, 你打发我回到社会里来, 是对的, 那时我的孤独, 把我埋在了沙堆里, 伴查拉图斯特拉的角色是不卫生的。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约翰·克里斯多夫。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者分享朋友圈。 生命的波流消适了, 从我们身上消适了, 必有一段时间, 我们只能成为一片沙漠。 要在沙堆底下绝一条新的水道通到大江, 必须花许多艰苦的日子。 这一点现在已经办到了, 我不觉得眼花了, 我又赶上了大江, 我瞧着, 我看到。 哎, 朋友, 法国人这个民族多古怪, 二十年以前我以为他们完了, 不料他们又往前了。 亲爱的奥利维曾经对我预言, 我疑心他是骗骗自己, 当时怎么能相信他的话呢? 法兰西跟他的巴黎一样, 到处是土堆瓦砾, 给人拆的东一个窟窿, 系一个窟窿。 我曾经说, 他们把什么都毁了, 不是一个蛀虫式的民族是什么? 哪知, 他竟是一个海狸式的民族, 人家以为他们死抓着残垣断瓦的时候, 他们却就拿着这些残垣断瓦, 奠定他们的新都的基础。 此刻我看见, 到处都在动工盖屋子, 这真叫做, 一件事成功的时候, 连傻子都会懂得。 其实, 法国人的骚动混乱依然如故, 你一定要习惯之后, 才能在喧哗, 扰攘之中, 辨别出各尽本分的劳动者。 这些人, 你是知道的, 不能做一件事, 而不爬到屋上, 把事情大声叫喊出来, 也不能做着自己的事, 而不非难临人的工作。 的确, 这种作风, 使最清楚的头脑也会搞糊涂的。 可是像我这样, 在他们中间混了快十年之后, 不会再给他们的叫叫嚷嚷嚷骗过去了。 你会发觉那是他们刺激工作的一种方法。 尽管叽叽呱呱地说个不停, 他们手里也忙个不停, 每个营造厂都在盖他的屋子, 结果整个城市都翻造好了。 最了不起的是, 全部的建筑并不怎么不调和。 虽然个人坚持个人的论调, 大家的头脑却长得一个样。 别瞧他们一片混乱, 骨子里有的是共同的本能, 有的是民族的逻辑, 它的作用跟纪律一样, 而归根结底, 这纪律也许比一个普鲁士连队的纪律更可靠。 到处都是对于建设的心智与热忱, 在政治上, 社会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争先恐后的工作, 想把松懈的政权加以巩固。 在艺术上, 有的想为特权阶级重建一座贵族的古宫, 有的想替大众造一所广煞, 给集体灵魂歌唱。 一方面是光复过去, 一方面是缔造未来, 而且不论做些什么, 那些灵巧的动物老是在构造同样的细胞, 它们海狸式的或是蜜蜂式的本能, 使它们在几百年中完成了同样的行为, 找到了同样的形式。 最激烈的革命分子也许不自觉的和最古老的传统结合的最密切。 在公团组织中, 在最优秀的青年作家中, 我们发现不少人有中古时代的灵魂。 现在我对于它们骚动的作风, 重新习惯以后, 我就心里很高兴地看着它们工作。 老实说, 我太老了, 太孤僻了, 待在它们的屋子里不会觉得舒畅, 我需要自由的空气, 但它们毕竟是极优秀的工人, 这是它们最高的德行。 它把一帮最平庸的, 最浮化的人也超生了。 它们的艺术家的审美感, 又是多么灵敏。 我从前还不大注意, 那是你, 点醒我的。 罗马的阳光使我睁开了眼睛, 你们文艺复兴期的人物, 使我懂得了这里的作家。 德彪西的一页乐谱, 罗丹的一座半身像, 苏亚雷斯的一句散文, 都是跟你们1500年的人物同一血统的。 使我不快的是, 这儿并不是很多。 我又遇到了当年节场上的熟人, 曾经激起我多少义愤的人, 他们并没有改变, 可是我, 我改变了, 不敢再对他们严厉了。 感到我忍不住, 要对这种人不留余地地批判一顿的时候, 我就对自己说, 你没有这个权利, 你自以为是强者, 可是做的事, 比这些人更要不得。 同时我也弄明白了, 世界上原来, 没有一件东西没用的, 便是, 最下贱的人, 在悲剧中间, 也有他们的角色。 腐败的享乐主义者, 不可向耳的无道德主义者, 完成了他们那种白蚁式的任务, 摇摇欲坠的屋子, 先得拆了, 才好重造, 犹太人也尽了他们神圣的使命, 这使命, 是在一切别的民族中, 成为一个义族, 从世界的这头到那头, 支撑一个人类大同的网, 他们把各民族中间的知识壁垒推倒, 为通灵的理性, 开辟出一个自由的天地, 最下流的腐蚀分子, 冷嘲热讽的破坏分子, 便是在毁灭我们对于过去的信仰, 杀害我们亲爱的死者的时候, 无形中也是, 为了神圣的事业工作, 为了新生而工作, 国际的银行家, 固然造成多多少少的祸害, 来满足他们凶残的欲望, 骨子里也是不由自主地, 和那些要达到他们的革命家, 站在一条线上, 为未来的世界大同努力, 而且他们的贡献, 比幼稚的和平主义者更实际, 你瞧, 我老了, 不会再咬人了, 牙齿顿了, 在西院里, 我不再像一帮天真的观众那样咒骂演员, 够辱卖国贼了, 慈悲的女神, 我只跟你谈我的事, 可是我心里只想着你, 你才不知道, 我对自己多么气恼呢, 那个自我压迫我, 把我淹没了, 那是上帝挂在我脖子上的重负, 我真想拿他放在你的脚下, 当然是可怜的礼物, 你的脚生来是位踏在柔软的泥土和清脆可听的纱上的, 我还看到这双亲爱的脚懒洋洋的踏在铺满枫花的草坪上呢, 你有没有在上桃里阿别庄去过? 走不多时, 你的脚已经累了, 现在你又斜躺在你平时最喜欢的地方, 在客厅的镜里头, 手托着下巴壳, 拿着一本书, 可并不看, 你那么慈祥地听着我, 没十分留意我的话, 因为我使你厌烦, 你为了增加耐性, 有时想着你自己的念头, 但你是殷勤的, 体贴的, 留着神不让我生气, 偶尔有一言半语, 把你从极远的地方叫回来的时候, 你那枉然若失的眼睛, 立刻会装出聚精会神的模样, 而我, 嘴里说着话, 其实跟你一样心不在焉, 也不大听见我自己的声音, 我一边留神我的话, 在你脸上引起的反应, 一边在我心坎里, 听到另外一套话, 那是我没有对你说出来的, 和我嘴里说得完全相反的, 可是你, 慈悲的女神, 你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 只是假装没听见, 再会了, 我想你不久会重新见到我, 我不会在这儿无精打采地待下去, 音乐会举行过了, 还有什么事可做呢? 我亲你的两个孩子, 亲他们可爱的脸蛋, 那是你的出品, 我亲了他们不是应该满足了吗? 克里斯朵夫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阿尔菲文传, 喜马拉雅账号,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 阿尔菲文传制作的, 约翰·克里斯朵夫, 作者罗曼·罗兰, 翻译傅雷, 演播孟兰, 第186集 慈悲的女神的复信, 是这样写的, 朋友, 我就在你回想的那么清楚的客厅的一角, 收到你的信, 我看一会儿, 让你的信休息一会儿, 让我自己也像信一样休息一会儿, 别笑我, 这个办法可以使你的信显得更长, 这样我跟他消磨了一个下半天, 孩子们问我, 老看不完的看着什么, 我说是你的一封信, 奥罗拉, 瞧了瞧信纸, 不胜同情地说, 哟, 写一封这样长的信真是受罪了, 我解释给他听, 这可不是我给你的罚客, 而是我们在一块儿谈话, 他听着一声不响, 带着弟弟溜到隔壁屋子玩儿去了, 过了一会儿, 正当雷翁纳罗大声嚷嚷的时候, 我听见奥罗拉说, 别嚷, 妈妈正在跟克里斯多夫先生谈话呢, 你说的关于法国人的情形, 使我很感兴趣, 可并不惊奇, 你该记得, 我曾经埋怨你对他们不公平, 人家尽可以不喜欢他们, 但不能不承认他们是一个多聪明的民族, 有些平庸的民族, 是靠了好心或强壮的体格, 得到补救的, 法国人是全靠聪明, 聪明把他们所有的弱点洗刷掉了, 使他们再生, 人家以为他们颠覆了, 堕落了, 腐化了, 不料他们那种涓涓不洁的智慧, 使他们返老还童了, 可是我还得埋怨你, 你求我原谅, 你只谈着你的事, 这简直是胡说, 你一点没跟我提到你自己, 没提到你的所作所为, 所见所闻, 直到表姐高兰德, 哦, 干嘛你不去看他呢? 把关于你音乐会的简报寄给我, 我才知道你的成功, 你只在信里随便提到一句, 难道你竟这样看破一切吗? 我想不会的, 你应该告诉我说, 那些事使你高兴, 而且应该使你高兴, 因为第一, 我就觉得高兴, 我不喜欢你把一切看得这样冷淡, 来信语气很凄凉, 真是不应该, 你对别人更公平固然很好, 但绝不能因此而自卑, 说你比他们之中最糟的还要糟, 前程的基督徒可能称赞你, 我却认为不对, 我不是一个前程的基督徒, 而是一个老实的意大利女子, 不喜欢人家为了过去的事而烦恼, 能管着眼前已经很够了, 我不大知道你以前究竟做了些什么, 你只提过寥寥几句, 其余的, 我大概可以猜想得到, 那当然不大体面, 但我心中还是把你看得很重, 可怜的克里斯多夫, 一个女子到了我这个年纪, 绝不会不知道一个男人往往是很软弱的, 要是不知道她的弱点, 她也不会这样爱她了, 别再想你做过的事, 不如想你将要做的事, 后悔是没用的, 那只是往后退, 而不论在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 什么事总是往前进的, 永远要向前那, 萨沃阿, 唐使你以为我肯让你回到罗马来, 你可错了, 这儿没有你的事, 还是留在巴黎吧, 去创造, 去活动, 去参与艺术生活, 我不愿意你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 我愿意你做些美妙的东西, 我希望它们成功, 希望你越来越强, 以便帮助一帮新的克里斯多夫去, 开始同样的斗争, 突破同样的难关, 你应该寻访他们, 帮助他们, 好好地对待你的后辈, 别像你的前辈当初对你那样, 并且我愿意你坚强, 让我知道你是强者, 你真想不到这一点能给我多少力量, 我几乎每天都和孩子们上鲍尔盖市别庄去, 前天我们坐着车到邦德莫尔, 然后徒步在玛利沃缸上绕了一圈, 你瞧不起我可怜的腿, 他们对你很生气, 你说些什么这位先生, 说我们在桃里阿别庄走了十几步就会累吗, 他才不认识我们呢, 我们不愿意辛苦是因为我们懒, 不是做不到, 朋友你忘了, 我是乡下姑娘出身, 你该去看看我的表姐高兰德, 你还对她记恨吗, 骨子里她是个老实人, 而且对你佩服的五体投递, 似乎巴黎女子都被你的音乐颠倒了, 瑞士的野人快要成为巴黎的红人了, 只要她自己愿意, 有什么太太给你写情书吗, 来信连一个女人都没提到, 你还会钟情吗, 不妨讲给我听听, 我绝不嫉妒, 你的朋友, 格拉奇亚 你以为我会感激你心上的最后一句话吗, 爱取笑的女神, 你要嫉妒, 别希望我来使你嫉妒, 你说的那些为我疯疯癫癫的巴黎女人, 我对她们毫不动心, 疯癫, 她们的确愿意, 但事实上她们是最不疯癫的人, 别希望我会被她们迷住, 倘若她们对我的音乐默不关心, 也许我还可能上当, 但她们的确爱着我的音乐, 我怎么还会受骗呢, 一招有人和你说懂得你, 你就可以断定她是永远不会懂得你的, 可是我这些嬉笑怒骂的话, 你别太当真, 我对你的感情不至于, 使我对旁的女子不公平, 自从我不再用爱人的目光, 去看她们之后, 我对她们的好感可以说是从来未有的, 我们男人太愚蠢了, 只知道自私自利, 压迫女人, 使她们过着一种委屈的, 不健全的, 近乎仆役的生活, 结果是男人女人两败俱伤, 三十年来, 她们为了摆脱那种生活所花的心血, 我觉得是这个时代的一件大事, 在这样一个都会里, 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一代的女性, 不管那么多的障碍, 凭着天真的热情去征服学问, 征服文凭, 那是她们认为能够解放她们, 替她们打开陌生世界的密库, 使她们和男子基于平等之列的, 当然这种信念是虚幻的, 有些可笑的, 但无论哪种进步, 从来不能照我们所希望的方式实现, 途径尽管不同, 进步还是一样的进步, 现代女性的努力绝不会白费, 它可以使女子更完全, 更富于人性, 好似那些大时代中的妇女一样, 她们对于世界上重大的问题, 不再表示冷淡了, 那种冷淡根本不合人性, 因为便是一个最重视家庭责任的女人, 也不应该不想到, 她在现代都市中的责任, 她们的曾祖母, 在圣女贞德和凯瑟琳斯福尔扎的时代, 就不是这样想的,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女性变得贫血了, 我们克扣了她们的空气和阳光, 如今她们居然拼命从我们这里, 把阳光和空气夺回去了, 嘿, 真是了不起, 自然, 在今日这样奋斗的妇女中间, 有许多会夭折, 有许多会身心失常, 这是疾病到了生死关头的时代, 元气过分衰弱的人, 做这种努力, 未免太剧烈了, 一株九汉的植物, 遇到第一场雨, 就可能完事大吉, 可是进步而不必付代价的事是没有的, 将来的人, 一定会靠着这些苦难发荣滋长, 现在, 一般现身于战斗的可怜的处女, 好些是永远结不了婚的, 但她们为未来所预备的果实, 将要比以前多少代生儿育女的女性更丰富, 因为新的黄金时代的女性, 会从她们的牺牲中间产生, 这些勤勉的蜜蜂, 绝不能在你表姐高兰德的沙龙中遇到, 你为什么一定要我上那儿去呢? 我不得不服从你的命令, 但这是不对的, 你滥用威权了, 我拒绝了她三次邀请, 收到了两封信没有付, 于是她到我某次的预奏会上, 大家正在试奏我的第六交响曲来盯我了, 在休息时间, 我看见她迎面而来, 叹着鼻子拼命地呼吸, 嘴里嚷着, 哦, 真有点爱情的气息, 啊, 我多喜欢这个音乐,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约翰·克里斯多夫,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者分享朋友圈, 她的外表改变了, 唯有猫儿式的抱眼, 和扯动不已的鼻子, 依然如故, 脸盘变得宽大, 结实, 血色很好, 非常健康, 参加体育活动的结果, 她和从前不同了, 她对于这个玩意儿, 喜欢得如醉若狂, 哦, 你知道她的丈夫, 是汽车俱乐部, 和航空俱乐部的要人, 所有的飞行比赛, 所有的水路空的运动, 史丹芬, 台来斯德拉特, 没有一次不到, 他们老是奔东奔西的旅行, 要跟他们谈话, 简直不可能, 两人说的无非是, 赛跑, 赛船, 赛球, 赛马, 这是一批新的时髦人物, 佩里阿斯的时代过去了, 如今大家不在精神方面, 讲究时髦了, 少女们所追求的, 是在露天与阳光底下, 跑来跑去, 晒出来的鲜红的肤色, 他们瞧着你的时候, 眼睛跟男人的一样, 笑也笑得很粗眼, 语气也更火爆, 更放肆了, 你的表姐有时会若无其事地, 说些野话, 她过去是这也不吃, 那也不吃的, 如今居然成为饭桌上的健将, 她还抱怨胃不好, 因为她这样说惯了, 事实上并不因此少动一插, 她连一本书都不看, 在她那个社会里, 谁也不看书了, 唯有音乐还承蒙他们瞧得起, 同时, 音乐也因为文学失事而沾了光, 等到这些家伙疲倦得浑身软瘫了, 音乐就等于他们的土耳其浴, 温暖的蒸汽, 按摩, 东方烟袋, 完全用不着他们思想的, 在体育活动与恋爱之间, 音乐是一种过渡的玩意儿, 并且也还是一种运动, 但在一切审美的娱乐中, 今日最受欢迎的运动是跳舞, 俄国舞, 希腊舞, 瑞士舞, 美国舞, 在巴黎什么都可以拿来跳舞, 贝多芬的交响乐, 埃斯库罗斯的悲剧, 巴赫的十二平均率, 梵蒂冈教廷中的古物, 格鲁克的歌剧, 奥菲欧, 瓦格纳的特里斯坦, 那些人都害上了响入非非的怪毛病, 最有意思的是看你的表姐, 怎样把这些调和起来, 她的唯美主义, 她的体育活动, 她的精明干练, 因为她母亲处理事物的才干, 跟日常生活中的专制作用, 她都成绩了, 合在一起, 必然成为一种莫名其妙的混合物, 但她觉得很舒服, 她的最疯狂的怪癖, 并不妨碍她清楚的头脑, 正如她驾着风驰电车的汽车, 并不会眼花, 也不会手忙脚乱, 那真是一个了不得的女子, 丈夫, 宾客, 仆役, 都被她随心所欲地支配着, 她也参与政治, 拥护殿下, 我不相信她是保王党, 可是这样一来, 她的忙乱可以多一个借口, 并且, 她虽然一本书念不上实业, 照旧参加学士院的选举, 她自高奋勇, 要做我的后台, 你知道这对我就不是味儿, 最可恶的是, 我是为了听从你的话, 才去看她的, 不料她自以为对我有什么影响, 我自然要气气她, 当面把她揭穿了, 她听了不过笑笑, 还厚着脸跟我顶嘴, 你说她骨子里是个老实人, 不错, 只要在她有点事情可做的时候, 她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倘若机器没有东西可以碾膜, 她为了找材料, 什么都做得出, 我上她家去了两次, 现在我不去了, 对你, 这已足够证明我的服从, 你总不至于要我的命吧, 我从她那儿出来, 简直筋疲力尽, 累得要死, 我上次看了她回来, 夜里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我变作她的丈夫, 整个生活都给搅得天翻地覆, 真正的丈夫, 可绝不会做这样荒唐的梦, 因为所有我在她府上见到的人里头, 她是和她相处最少的一个, 便是碰在一起, 他们也只谈运动, 他们俩非常投机呢, 所有这批人怎么会捧我的音乐的, 我不想去了解, 据我看, 大概那对他们是一种新的刺激, 他们喜欢我的音乐粗暴, 目前他们爱着一种油脂厚重的艺术, 至于油脂里头的灵魂, 他们连想也没想到, 他们会从今天的如醉若狂, 转变到明天的视若无睹, 再从明天的视若无睹, 转变到后天的非难重伤, 实际是从来没有认识对象, 这种情形是所有的艺术家都遇到的, 我对于自己的走红不存在什么幻想, 那是不会久的, 而且还要我付代价呢, 眼前我只冷眼看着那些怪现象, 对我崇拜最热烈的, 你猜是谁? 是咱们的朋友雷维葛, 那位漂亮人物, 从前我跟他做过一次可笑的决斗, 你总该记得吧, 此刻他在开导那些从前不了解我的人, 而且开导得很好, 所有谈论我的人还算他最聪明, 其余的是什么货, 也就可想而知了, 你瞧, 我有什么可得意的, 并且我也没有这心思, 人家所赞美的我的作品, 我自己听了羞死了, 我看出自己的面目, 而我不觉得我美, 对于一个有眼睛的人, 一件音乐作品是一面多么无情的镜子, 幸而他们又是瞎子又是笼子, 我在作品里, 放进了自己多少的骚乱与弱点, 以至于我有时候觉得, 把这些魔鬼放到世界上来, 简直是干了件坏事, 只看到群众非常安静, 我才放下了心, 他们穿着三重铁甲, 什么都伤害不了他们, 否则我飞入地狱不可了, 你埋怨我责己太严, 那是因为你的认识我并不像我的认识我自己, 人家只看到我们现在的模样, 看不见我们可能成为的模样, 大家称赞我们的, 多败是推移我们的时事, 和支配我们的力量, 而很少是我们修养得来的成绩, 让我讲一件故事给你听吧, 前天晚上我走进一家咖啡馆, 巴黎有些咖啡馆奏着相当美好的音乐, 虽然方式很奇怪, 我去的便是这样的一家, 他们用五六种乐器, 加上一架钢琴, 奏着所有的交响乐, 弥撒, 那正如罗马的大理石铺子, 出卖小型的梅迪契祭堂, 给人做避灯架上的装饰品, 似乎这么办是对艺术有益的, 为了要使艺术流通, 非把它铸成筒子而不可, 除此之外, 这些音乐会倒也货真价实, 节目非常丰盛, 演奏的人都很尽心, 我在那儿遇到一个跟我素来有往来的大提琴师, 他的眼睛跟我父亲的很像, 他把一生的经历告诉我, 祖父是农夫, 父亲是北方一个村公所里的办事员, 人家想陪执他做个上等人, 当律师, 便送他到附近的城里去念中学, 孩子又结实又粗野, 不是做小公正人那种细功夫的料子, 他不能安分手挤, 从墙上跳出去, 在田野里乱跑, 追逐女孩子, 逞着蛮力跟人打架, 要不然就游手好闲, 做梦一般地想着永远做不到的事, 只有一样东西吸引他, 就是音乐, 天知道为什么, 家族里头没有一个音乐家, 除了一个疯疯癫癫的书组, 那种怪物内地有的事, 往往很聪明, 很有天赋, 可惜孤高自傲, 为了一些古怪的无聊事, 把财气消磨尽了, 那书组发明了一种新的记谱法, 你瞧, 又是一种, 可以促成音乐革命的, 他还自以为发明了一种速记术, 可以把歌词, 曲调, 伴奏, 三者同时记录下来, 但一写下来, 他自己先认不清了, 家族一边嘲笑这个老头, 一边也很得意, 心里想, 他是个老疯子, 可是谁知道, 也许他真有天赋, 大概, 侄孙的爱好音乐, 就是从他那里遗传得来的, 他在那小地方, 能听到些什么音乐呢? 可是, 恶俗的音乐, 所引起的爱, 跟美好的音乐, 所引起的, 一样纯洁。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 阿尔菲文传喜马拉雅账号。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 阿尔菲文传制作的, 约翰·克里斯多夫。 作者, 罗曼·罗兰。 翻译, 傅雷。 演播, 孟兰。 第187集 不幸, 这种热情, 似乎在他的环境里, 是不可告人的。 孩子, 又没有疏足, 那股顽强的杠气。 他只能偷偷地翻着老疯子, 呕尽心血的作品, 作为他畸形的音乐教育的基础。 在父亲面前和舆论面前, 他又虚荣又胆怯, 在没有成功之前, 绝不敢提起他的志愿。 老实的孩子, 受着家庭的压迫, 像所有法国的小布尔乔亚一样, 因为懦弱, 不敢和家属的意志对抗, 表面上一味服从, 实际却永远过着偷偷摸摸的生活。 他并不走自己喜欢的路, 却毫无兴趣地 做着人家指定的工作, 既不能好好地有所成就, 也不能痛痛快快地失败。 考试都马马虎虎地及格了, 考及格的好处, 是从此可以逃掉内地与父母的双重监督。 他看到法律就头疼, 决意将来不吃这行饭, 但只要父亲活着, 就不敢说出自己的志愿。 也许他很乐意在决定去取之前, 再等些时候, 像他那等人, 一辈子都空想着将来做些什么, 可能做些什么, 目前却一事不做。 巴黎的新生活使他陶醉了, 出了鬼, 凭着乡下青年的狠劲儿, 把自己交给了两桩热情, 女人和音乐。 一方面被音乐会搅昏了头, 一方面也为了循环作乐搅昏了头, 他为此虚度了几年, 一点不想办法补足他的音乐教育。 骄傲、暴躁、独立不羁与多疑的坏脾气, 使他没法跟任何教师去学, 也不愿向任何人请教。 父亲死后, 他把法律书一股脑丢开了, 没有勇气学习必不可少的技术, 他先就开始作曲, 由于懒惰游荡的老毛病, 与循环作乐的嗜好, 他不能再下苦功。 心里很有感情, 但他始终抓不住自己的思想与形式, 结果只能写些无聊的烂调。 最糟的是, 这个平庸的家伙心中的确有点伟大的东西, 我看过他两件从前的作品, 东陵西碎的, 颇有些动人的思想, 紧紧露出些端倪, 马上就变了样, 那仿佛泥坑上面的一些灵火, 而他的脑子又是毫不古怪, 他想对我解释贝多芬的奏鸣曲, 居然看到其中有些幼稚可笑的故事。 然而他抱着何等的热情, 态度何等的严肃, 他一边说一边含着眼泪, 他能够为了所爱的东西, 把自己的命都送掉。 你一看到他, 就会觉得他又动人又滑稽。 正当我预备当面笑他的时候, 心里竟想拥抱他了, 真是老实到了骨子里, 他瞧不起巴黎文艺社团的欺诈, 也瞧不起那些空头的名人, 另一面仍经不住像小布尔乔亚一样, 天真的仰慕走红的人。 他得了一笔小小的遗产, 几个月功夫就把他吃完了, 而等到分文不明的时候, 又像许多跟他差不多的人一样, 偏偏老实起来, 娶了一个被他勾引的, 没有钱的女人。 那女人嗓子很好, 并不爱好音乐, 而弄着音乐, 两人的生活, 只靠着他的嗓子, 和他的不高明的大提琴演技, 来维持。 自然, 他们不久就发现了彼此的平庸, 不能忍受。 他们生了一个女儿, 父亲在他身上又大做起好梦, 以为自己做不到的事, 可以由女儿来实现了。 小姑娘像他的母亲, 只能成为一个毫无天分的钢琴匠, 他非常敬爱父亲, 拼命用功向博取他的欢心。 几年之中, 他们跑遍了明城圣地的旅馆, 挣来的钱还不如受得羞辱多。 娇弱而劳作过度的孩子死了, 绝望的妻子脾气越来越坏, 简直是无边的苦海, 没有希望跳出来。 同时他心里又抱着一个没有能力达到的理想, 更增加自己的痛苦。 哎, 朋友, 我看到这可怜的一事无成的家伙, 一生只是一组连续不断的悔恨, 我就在心里想, 瞧, 我就可能成为这种人。 我们童年时代的心灵很有些相同的地方, 一生的遭遇也差不多, 甚至我们的音乐思想也有某些共同点, 不过, 他的是在半路上停了下来, 我没有像他那样陷落, 是靠的什么呢? 没有问题是靠了我的意志, 但也靠了偶然的遭遇, 并且既以我的意志而论, 难道那完全是凭我自己的努力得到的吗? 岂非多半是靠我的种族, 靠我的朋友们, 靠那帮助我的神的力量吗? 想到这些, 我就变得谦卑了。 一个人觉得所有爱艺术, 为艺术受苦的人, 跟自己都是兄弟, 从末流到第一流, 距离并不大, 在这一点上, 我想到了你信上的话, 你说得对, 一个艺术家, 只要还能帮助别人的时候, 绝不该独善其身, 所以我留在这里了, 我要强迫自己, 每年在这儿住几个月, 或者是在维也纳, 或者是在柏林, 虽然我已经住不惯这些都市, 可是我不应该离开岗位, 即使这种逗留不能有益于人, 那是我很有理由担心的, 至少可能对我自己有点好处, 而且, 想到这是你的愿望, 我还可以觉得安慰。 再说, 我不愿意扯谎, 我在这儿也渐渐感到愉快了, 再会吧, 专制的王后, 你胜利了, 我不但做了你要我做的事, 并且喜欢做了, 克里斯朵夫。 这样, 克里斯朵夫就留在巴黎, 一部分是为讨格拉奇亚喜欢, 一部分也因为, 他艺术家的好奇心觉醒之下, 被新生的艺术界景象迷住了, 克里斯朵夫精神上, 把所见所为的一切, 都献给格拉奇亚, 写信告诉他, 克里斯朵夫很知道, 希望格拉奇亚对这些感到多大兴趣, 未免是妄想, 也许格拉奇亚还有点漠不关心呢, 但克里斯朵夫感激他, 并不过于表示出来, 格拉奇亚经常, 每半个月付他一封信, 都是措辞亲切而极有节度的, 像他的动作一样。 提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 格拉奇亚始终保持着温柔, 高傲矜持的态度, 他知道, 他的话会在克里斯朵夫心中, 引起何等剧烈的反响, 所以宁可表示的冷淡一点, 而不愿意挑动他的热情, 因为格拉奇亚, 不愿意跟着克里斯朵夫, 一起兴奋。 可是格拉奇亚, 凭着女性的聪明, 自有办法不让朋友的爱情感到失忆, 当时他有何冷淡的话, 扫了对方的信, 他会立刻用几句甜蜜的话, 把伤口包扎起来。 克里斯朵夫不久, 就看透这种策略, 便也使出爱情的矫际, 努力压制自己的冲动, 把信写得更有节制, 使格拉奇亚复信的时候, 减少一点警惕。 克里斯朵夫在巴黎越住下去, 对于大家忙忙碌碌的, 新的活动越感到欣慰, 特别因为青年人对他的好感比较少, 所以他觉得更有意思。 他没有看错, 他的走红不过是昙花一现, 十年退隐之后, 再回到巴黎来, 他不免在社会上轰动一时, 可是命运弄人, 这一回捧他的, 竟是他从前的敌人, 时髦朋友和上流人物。 一般艺术家反倒暗中对他抱着敌意, 或者存着猜忌的心。 他的权威是靠着他年代悠久的名字, 数量巨大的作品, 热烈肯定的语气, 不顾一切的真诚。 固然大家不得不承认他是个人物, 不得不佩服他或敬重他, 可是不了解他, 不喜欢他。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约翰·克里斯多夫。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或者分享朋友圈。 他已经站在当代艺术潮流之外了, 他是一个怪物, 是个不合时宜的活榜样, 那他一向是的, 十年的孤独更加强了这一点。 他不在的那个时期, 在欧洲, 尤其在巴黎, 就像他亲眼看到的, 完成了一番复兴的事业, 一个新的秩序产生了, 一代新人兴起来了, 爱行动甚于爱了解, 爱占有甚于爱真理的一代。 他要生活, 他要抓住生活, 哪怕要用谎言去换取也有所不顾。 骄傲的谎言, 各式各样骄傲的谎言, 种族的骄傲, 阶级的骄傲, 宗教的骄傲, 文化与艺术的骄傲, 对他都是好的。 只要是一副铁的盔甲, 只要能攻击他刀剑盾牌, 保护他踏上胜利之路。 所以这一代的人最讨厌听到响亮的苦恼的声音, 使他们想起世界上还有怀疑与痛苦, 那仿佛是飓风, 曾经扰乱那个才溜掉不久的黑夜的。 而且大家虽然否认, 虽然想忘记, 那些飓风还继续威胁着世界, 距离太近了, 要不听见是不可能的, 于是青年们恨恨地掉过头去, 大声几乎地嚷着, 想震聋自己的耳朵, 但那个声音比他们的更响, 所以他们恨克里斯多夫。 反之, 克里斯多夫倒很有善地望着他们, 看到大家不顾一切地向着一个切实的目标, 一个新的秩序攀登, 不由地表示敬意。 他们, 在这个潮流中故意坐得胸襟狭窄, 并不使他惊骇, 一个人向着目标迈进的时候, 应当笔直地朝前望的。 至于他, 坐在一个世界的拐角上, 能够回头瞧瞧那个惊心动魄的黑夜, 向前瞻望那年轻的笑容可居的希望, 对着清新而狂热的黎明, 体会一下那种不可琢磨的美, 觉得挺有意思。 他站的地位, 是钟摆的轴心上稳定的一点, 钟摆却又往一边荡过去了。 他虽然不跟着钟摆一起动作, 却非常高兴地听着人生的节奏跳动, 那帮人否认他过去的悲怆, 可是他和他们一同希望着, 要来的, 一定会来的, 就像他所梦想的一样。 十年以前, 奥利维在黑暗与痛苦中, 那可怜的高卢小公鸡, 曾经用他脆弱的歌声, 报告天将破晓的消息。 歌唱的人不在了, 歌的精神却是实现了, 法兰西园子里的鸟, 都已经醒过来。 突然之间, 克里斯多夫听见奥利维的声音复活了, 盖过了别的提声, 更响亮, 更清楚。 克里斯多夫在一家书铺的柜子上, 随便翻着一本诗集, 作者的姓名很陌生, 但有些字句引起了他注意, 使他不忍释手。 他在没有裁开的书页中间, 慢慢地读下去, 仿佛认出了一个很熟的声音, 一些很熟悉的特点, 既不能确定他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又不忍把书丢开, 便买了下来。 回到家里, 他继续念着, 不料那执着的念头, 占据着他的思想, 诗中彪悍强劲的气息, 轻轻楚楚地令人想起那些广大无边的古老的灵魂, 想起那些冬天的树木, 人类只是他们的枝叶与果实, 想起那些人类的祖国, 字里行间越现出母性的超人的面目, 现在, 过去, 将来, 永久存在的面目, 君灵世界, 犹如中世纪艺术上的圣母, 像山一般高, 虫蚁式的人类, 在他们脚下祈祷, 诗人颂赞这些伟大的女神, 做着英勇的决斗, 从有史以来就在那里短兵相接, 这些几千年的伊利亚特史诗, 之与特洛伊战绩, 就好比阿尔卑斯山脉, 之与希腊钢卵, 像这样一部分骄傲与战斗的史诗, 对于克里斯朵夫那样的欧罗巴灵魂, 思想上当然距离很远, 可是在法国诗人的幻象中, 妩媚的处女雅典娜, 拿着盾牌, 蓝眼睛在黑暗中发光, 她是劳动的女神, 盖世无双的艺术家, 高于一切的理性, 用她毫光四射的长毛, 把蠢动的蛮族制服了, 克里斯朵夫在闪烁的光明中, 瞥见一道目光, 一副笑容, 是她认识的, 爱过的, 但正要去抓握的时候, 幻境消失了, 她因为追逐不到, 而非常懊恼, 不料翻过一页, 读到了一桩奥利维去世以前不久, 讲给她听的故事, 她大为惊愕, 马上跑到出版者那里去问诗人的住址, 人家照例不肯说, 她生了气, 可是没有用, 后来, 她想也许可以在年鉴中找到, 果然不错, 她立刻奔到作者家里, 她的脾气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从来不肯等的, 在巴蒂诺区, 克里斯朵夫爬到一座屋子的最高一层楼上, 公共走道里有好几扇门, 克里斯朵夫依着人家的指点敲了一扇, 可是开的倒是隔壁的门, 一个并不好看的年轻的女人, 额上附着深褐色的头发, 肤色乱七八糟的, 抽搐地脸配着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 带着猜疑的神器问她来意, 克里斯朵夫把访问的目的说明了, 对方又提出别的问话, 便报了自己的姓名, 于是, 这女人走出屋子, 从身上掏出钥匙, 开了另外一扇门, 并不请克里斯朵夫进去, 先叫她在过道里等着, 她自己进去之后, 重新把门关上, 后来, 克里斯朵夫终于踏进戒备森严的屋子, 先穿过一间空荡荡的, 做餐适用的房间, 里头摆着几件破烂的家具, 靠近没有窗帘的窗口, 放着一个笼子, 有十几只鸟在那里乱叫, 隔壁房间内, 一张破破烂烂的便榻上, 躺着一个男人, 他抬起身子迎接克里斯朵夫, 那张灵光四射的, 瘦削的脸, 那对火辣辣的, 秀美的, 荣耀的眼睛, 那双长长的, 细致的手, 那个残废的身体, 那种带点杀得尖锐的声音, 克里斯朵夫马上认出来了, 那不是爱卖鱼线吗? 就是那残废的小工人, 无意之间断送了。 爱卖鱼线也突然站了起来, 认出了克里斯朵夫, 他们俩一言不发, 同时都看到了奥里维的影子, 不敢马上伸出手来。 爱卖鱼线往后退了一步, 那种连自己也不承认的怨恨, 从前对克里斯朵夫的妒忆, 过了十年, 又在暧昧的本能深处抬起头来。 他站在那里, 存着戒心, 抱着敌意。 可是看到克里斯朵夫那么感动, 看到他们俩心里都想着的名字, 奥里维, 快要被克里斯朵夫说出来的时候, 他忍不住了, 立刻扑在对他张开着的臂抱里。 我知道你在巴黎, 可是你, 你怎么能找到我的? 克里斯朵夫回答, 哦, 我读了你最近的著作, 我听到了他的声音。 是吗? 你认出了他是不是? 我现在的一切都是他赐给我的。 暧昧于现, 避免说出名字。 停了一会儿, 他沉着脸又说, 你我之间, 他更喜欢你呢。 克里斯朵夫笑了笑, 真正爱的人, 没有什么爱得多爱得少的, 他是把自己整个给他所爱的人的。 暧昧于现望着克里斯朵夫, 个性坚强的眼中, 那点悲壮的严肃, 突然蒙上一道柔和的光。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阿尔菲文传喜马拉雅账号。 第188集 暧昧于现抓着克里斯朵夫的手, 请他坐在便踏上, 靠近着他。 他们把彼此过去的经历讲了一遍, 从14到25岁之间, 暧昧于现干过不少行业, 印刷工人, 地毯工人, 小贩, 书店前客, 诉讼代理人的书记, 政客的秘书, 新闻记者。 在所有的行业中, 他都想办法下苦工自修, 偶然也有几个好人, 被这小家伙的毅力感动了, 帮他一点忙, 但多半的人, 是利用他的穷苦与天赋。 他得了不少残酷的经验, 结果总算不太灰心, 只是把他原来就很娇弱的健康都损失完了。 因为学习古文字特别快, 在一个传统上受到人文主义熏陶的民族中间, 这种才能并不算是例外。 他得到一个研究古希腊学问的教室帮忙, 虽则他没有时间把这些学问钻研得如何精深, 可是已经养成了思想的纪律和文字的风格。 这个出身微贱, 一切知识都靠自修得来而漏洞很多的人, 居然学会了运用辞早的能力, 能够用思想来控制形式。 那是布尔乔亚青年经过十年的高等教育, 也不容易培养成功的。 他把这种好处归功于奥利维, 虽然别人给他的帮助比较更实际, 但替这颗心灵在黑暗中把长明灯点起来的, 的确是奥利维。 别人不过是做了添加灯油的工作。 他说, 从他去世的时候起, 我才开始了解他, 但他和我说过的话都浸到了我的心里, 他的光明从来没有离开我。 爱卖于线, 谈着奥利维的作品, 谈着自以为是奥利维留给他的任务, 提到法兰西民族精神的觉醒, 英勇的理想主义的火焰, 为奥利维所预告的, 他想替这些做一个响亮的声音, 超临在战斗之上, 报告未来的胜利。 他为他复兴的民族唱着史诗。 他的诗歌的确是这个奇异的民族的出品, 经过了多少世纪, 这民族把凯尔特古族的气息, 始终保持得那么牢固, 同时又有一种古怪的骄傲的脾气, 把罗马征服者的遗物和法律, 裹在自己的思想外面。 爱卖于线的诗中, 有的是高卢族的胆气, 疯狂的理智, 辛辣的讽刺, 英勇的精神, 又是自大, 又是勇敢的性格, 例如, 敢向罗马贵族挑战, 喜结德尔斐神庙, 凝笑着对天挥舞长腔的气魄, 但这个巴黎诸儒, 像他那些戴假头发的祖先一般, 也像他未来的子孙一般, 还会把他的热情, 寄托在两千年前的希腊英雄和神明身上, 这是法兰西民族的奇怪的本能, 和他追求绝对的需要融洽一致的本能, 他的思想, 明明追随着几千年前的足迹, 但他反而以为是把自己的思想, 叫以后几千年间的人作为楷模, 古典形式的束缚, 反而使爱卖于现的热情, 愈加奋机, 奥里维认为, 法兰西是有前途的, 他的信念是安详沉着的, 到了他的门徒身上, 却变成了如火如荼的信仰, 急于行动而胜券在握的信仰, 他要胜利, 看到了胜利, 欢呼胜利, 他所以能, 他所以能煽动法国群众的心, 便是靠这股狂热的信仰和乐观的气息, 他的著作跟战争一样有力量, 怀疑与恐怖的阵线被他突破了, 所有年轻的一代都跟着他蜂拥而前, 向新的命运扑过去, 他一边说着, 一边兴奋起来, 眼里冒着火焰, 苍白的脸上, 东一处西一处有了红韵, 嗓子也提高了, 克里斯朵夫不禁注意到这一堆气势逼人的烈火, 和烧着这堆烈火的可怜的身体之间的对照, 但这个命运弄人的惨状, 他还只看到一部分, 诗人欧歌涌叹的是毅力, 是这一代最新于体育, 行动, 战斗的勇猛的青年, 诗人本身可是连走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 只能过着极有节制的生活, 饮食受着限制, 只喝清水, 不能抽烟, 没有情妇, 他浑身上下都是热情, 但为了脆弱的健康, 不得不过着清新寡欲的日子, 克里斯朵夫打亮着爱卖余线, 觉得他又可配又可怜, 他当然不愿意流露出来, 但大概, 克里斯朵夫的眼睛透露了一些消息, 或者是伤口始终没结好的爱卖余线的傲气, 以为在克里斯朵夫眼中看到了恻隐之心, 那是他觉得比恨更要不得的, 忽然之间, 爱卖余线激昂慷慨的感情低了下去, 不作声了, 克里斯朵夫竭力想把他的信心争取回来, 只是突然, 心灵已经关上了门, 克里斯朵夫看出, 对方是被他伤害了, 爱卖余线一声不出, 抱着敌意, 克里斯朵夫站起来, 爱卖余线默默无言地送到门口, 他一走路就更显出他的残废, 他自己知道这一点, 因为骄傲而装作毫不介意, 但他以为克里斯朵夫在暗中留神, 于是心里愈加怨恨。 他正在冷冰冰地握着客人的手告别, 忽然有个年轻的漂亮女人来按他的门铃, 一个装模作样的男人坐着他的跟班, 那是克里斯朵夫在戏院上演新戏的时候注意过的, 老是笑容可居, 叙叙不休, 颠头怂脑地行着礼, 吻着妇女们的手, 从正厅的座位上吸着脸, 和熟人打招呼, 直招呼到最后几排。 克里斯朵夫不知道这男人的姓名, 便叫他花花公子, 那时, 花花公子和他的女伴一见爱卖余线, 就拿出肉麻的礼数和亲热的态度, 扑向亲爱的大师。 克里斯朵夫一边走出来, 一边听见爱卖余线, 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今天有事, 不能见客。 克里斯朵夫很佩服他, 不怕得罪人的胆量。 可是爱卖余线, 为什么对这批上门来献殷勤的, 有钱的时髦人物, 这样冷淡? 克里斯朵夫还不知道呢? 他们说话很甜, 满嘴都是恭维, 可并不想减轻他的灾难, 正如塞萨尔弗兰克的朋友们, 让他到死都靠浇钢琴过活。 克里斯朵夫又去看了好几次爱卖余线, 却没法再恢复初次访问时那种亲密的感觉。 爱卖余线看到他并不表示愉快, 只抱着猜疑而矜持的态度。 有时, 他的性灵需要发泄一下, 被克里斯朵夫一句话打动了心, 忍不住兴奋起来, 让他的理想主义射出一些绚烂的光芒, 照着他深藏的灵魂。 接着, 他的热情突然下降, 憋着一肚子的怨气不出声了, 使克里斯朵夫又看到了敌人的面目。 两人不同的地方太多了, 年龄的相差也关系很大。 克里斯朵夫越来越认清自己, 越来越能控制自己, 爱卖余线, 却还在变化不定的阶段。 精神上比克里斯朵夫一生, 无论哪一个时期都更骚乱。 他的面貌所以这么特别, 是因为他心中有许多互相冲突的因素, 严格的苦行精神, 杰力想把格式遗传的欲念压下去。 我们别忘了他父亲是个酒徒, 母亲是个卖淫妇, 狂热的幻想, 杰力反抗着铁一般的意志, 不受约束。 极自私的心理和极慈爱的心肠, 叫人永远看不出 两者之中哪一个会占上风。 还有, 英勇壮烈的理想主义和对于光荣的渴慕, 使他一看到旁人的优越, 就会着急到尽于病态的程度。 即使奥利维的思想, 独往独来的个性, 大公无私的精神, 都可以在他身上发现。 即使他有失财, 有平民的活力, 使他不会讨厌实际行动, 有粗糙的表皮, 使他不会厌恶这个, 厌恶那个。 因而, 胜过他的老师, 可绝对达不到奥利维那种 清明田径的心境。 他天生是虚荣的, 骚动的, 而除了自己的苦闷以外, 还要加上别人的苦闷。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约翰·克里斯多夫。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者分享朋友圈。 他和一个邻居的少妇, 第一次接待克里斯多夫的那个女子住在一起, 常常争执。 他爱着爱卖鱼线, 一片热忱地照顾她, 替她打杂, 抄写作品, 或是把她念出来的文字写下来。 人长得一点儿不美, 感情却非常骚动。 平民出身, 做过很久的职版女工, 后来又当过邮局职员。 毫无生趣的童年, 是在巴黎一般穷苦工人的环境中过的。 身体与精神都受着挤逼, 做着辛苦的工作。 永远是乱七八糟的环境, 没有空气, 没有静默, 从来不得清静一下, 心中的小天地老是受到外界的扰乱, 脾气很高傲, 对于真理抱着一种迷迷糊糊的理想与宗教式的热情。 他夜里睁着眷眼, 有时甚至没有灯火, 在月光底下抄写雨果的悲惨世界。 他遇到爱卖鱼线的时候, 正是爱卖鱼线贫病交迫, 比他更潦倒的时候。 从此, 他就尾身于爱卖鱼线。 这桩热情, 是这个女子生平第一次的, 也是仅有的一次爱情, 所以他像恶鬼似的一把死抓。 但, 对于爱卖鱼线, 这女子的感情反而是个重担。 爱卖鱼线那方面并没有这种情分, 只是勉强容忍他的。 看到他无微不至地忠诚, 爱卖鱼线极其感动, 知道他是最可靠的朋友, 只有他拿爱卖鱼线当作自己的性命一样。 爱卖鱼线极其感动, 知道他是最可靠的朋友, 只有这女子拿他当作自己的性命一样。 但这种心理, 爱卖鱼线就难以忍受, 他需要自由, 需要孤独。 这女子时常用眼神哀求他瞧他一眼, 爱卖鱼线却觉得厌烦透了, 对他恶声相向, 恨不得和他说, 去你的吧。 女子的丑陋和急促的举动, 惹爱卖鱼线生气。 尽管爱卖鱼线很少认识上流社会, 同时还轻视上流社会, 因为相形之下, 他显得更丑更可笑了, 骨子里却喜欢高雅, 喜欢那个社会里的女子, 不料他们对他的心情, 正和他对那个女朋友的心情一样。 爱卖鱼线勉强和女子表示好感, 心里可并没有这个好感, 或者是常常不由自主要爆发出来的恨意, 把他的好感淹没了。 爱卖鱼线毫无办法, 他有一颗慈悲的心, 竭力想对人好, 同时身上又有一个强暴的魔鬼, 拼命想损害人家。 这种内心的冲突, 和他明知道冲突的结果, 对自己有弊无力的感觉, 使他暗中恼怒。 这怒意发作的时候, 克里斯朵夫就得受到无望之灾了。 爱卖鱼线不由自主地, 对克里斯朵夫有两种反感, 一种是他从前的嫉妒遗留下来的。 那些童年的偏见, 即使原因早已忘了, 仍旧有他的作用。 一种是由激烈的民族主义煽动起来的。 他把上一代的优秀人士所想象的, 关于正义、怜悯、博爱的美梦, 全部寄托在法兰西身上。 他并不认为, 法兰西和欧洲其余的民族处于敌对地位, 靠着别国的衰微而繁荣的。 他是把自己的民族放在别的民族的行列前面, 仿佛一个正统的王后为了大家的福利而统治, 为理想做卫士, 替人类做向导。 他宁可法国灭亡, 而不愿意他犯一桩蹂躏正义的罪行, 但他绝不怀疑他有这种事。 他的心胸, 他的修养都证明他彻头彻尾, 是个法国人, 单靠法国传统做养料的, 而在他的本能里面, 他就能找到法国传统的深刻的意义。 他老老实实否认外国的思想, 对他抱着轻蔑的态度, 倘若外国人不肯接受这种屈辱的待遇, 他的轻蔑就一变而为恼怒。 这一切克里斯多夫都看得挺明白, 但因为年纪比较大了, 人生的教训受得多了, 他绝不因之而不愉快。 虽则, 这种民族的骄傲使人很难堪, 克里斯多夫却并没受到伤害, 认为那是爱国心促成的幻象。 神圣的感情即使过火, 他也不想加以指摘, 并且所有的民族都自命不凡地相信自己的使命, 那对整个人类也有好处。 他和爱卖于县格格不入的原因固然很多, 但是他真正难过的只有一点, 便是爱卖于县有时把嗓子逼得太尖, 使克里斯多夫的耳朵大为受罪, 甚至脸都抽搐了。 他想法不让爱卖于县觉察, 努力叫自己只听音乐, 不听那乐器。 残废的诗人常常提到为别的胜利做前驱的精神的胜利, 提到征服天空, 提到那个把民众煽动起来的飞翔的上帝, 像伯利恒的明星一般, 引着他们如醉若狂地扑向无垠的空间, 或走向未来世界。 那时可怜的驼子脸上就显出了悲壮的美, 但在这些庄严的境界中间, 克里斯多夫感觉到了危险。 这冲锋陷阵的步子, 和这个新马赛曲的越来越响亮的歌声, 将来会把民众带到什么路上去? 克里斯多夫已经预感到了。 他带着点讥讽的心情想着, 可并没有对于过去的惆怅和对于将来的恐惧。 这些诗歌将要产生诗人意想不到的后果。 早晚有一天, 人们会不胜感慨地追念以往的结场时代。 那时, 大家才多么自由, 真是自由的黄金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 世界正在走向一个新时代, 有的是力、健康、强硬的行动, 也许还有光荣。 但同时, 你得守着严格的纪律, 不能跃出狭窄的范围。 我们不是一心一意 期望这个铁的时代, 古典的时代吗? 伟大的古典时代, 路易十四或拿破仑, 从远处看来都是人类的高峰, 也许民族在那个时代, 把他国家的理想实现得最完满了。 可是你去问问当时的那些英雄, 做何感想? 你们的尼古拉普桑 跑到罗马去过了一辈子, 死也死在那里, 他在你们家里吐不过气来。 你们的帕斯卡, 你们的拉辛都向社会告别, 而在一帮最伟大的人物中间, 因为受到社会的歧视压迫, 而过着隐居生活的又有多少? 便是莫里哀吧, 心中也藏着多少悲苦。 至于在你们怀念不止的拿破仑志下, 你们的父亲那一辈, 似乎也不觉得幸福。 那位英雄自己也看得很准, 知道他死了以后, 大家都会松一口气, 叫一声, 啊, 在皇帝四周, 思想界是多么荒凉, 等于非洲的太阳照在广末无银的沙漠上。 这些翻来覆去想着的念头, 克里斯朵夫绝对不说出来, 只要录一些口风, 已经使爱卖于线怒不可遏, 怎么再敢尝试呢? 但他把自己的思想藏在肚里也没用, 爱卖于线知道他那么想着, 而且他还隐隐约约, 感觉到克里斯朵夫比他看得更远, 因之他更气恼。 青年人是不肯原谅他们的前辈, 强迫他们看到二十年以后的似的。 克里斯朵夫看透了爱卖于线的思想, 对自己说着, 他这是对的, 各有各的信仰, 一个人应当相信他所相信的, 我千万不能扰乱他对于未来的信念。 但只要爱卖于线在场, 彼此精神上就会骚动。 两人待在一起的时候, 尽管都易纳着自己的个性, 结果总是这一个压倒那一个, 使那一个因为屈辱而心怀怨恨。 爱卖于线的骄傲的脾气, 因为克里斯朵夫的经验与性格都比他优越, 而感到痛苦。 也许他还强自压制, 不让自己对克里斯朵夫发生感情, 因为事实上他已经慢慢地在喜欢他了。 他变得更孤僻了, 关起门来谁都不见, 信也不付, 克里斯朵夫只得不去找他。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二菲文传喜马拉雅账号。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 二菲文传制作的约翰·克里斯朵夫。 作者罗曼·罗兰, 翻译傅雷, 演播孟兰。 第189集 时间到了7月初, 克里斯朵夫把几个月的收获总结了一下, 新思想很多, 朋友很少, 轰动一时而完全虚空地成功, 看到自己的面目与作品, 在一帮平庸的头脑中反映出来, 不是变得模糊了, 就是变成了漫画, 真不是味儿。 他很愿意得到某些人的了解, 无奈他们对他毫无好感。 他去接近他们, 他们简直不理不睬, 不管他们怎么样地 想参加他们的理想, 做他们的盟友, 可始终不能加入他们的队伍, 似乎他们多所猜忌的自尊心, 不愿意接受他的友谊, 宁可他做一个敌人, 总而言之, 他眼看自己的一带像潮水般地过去了, 而自己没有跟他一同过去, 下一代的潮水又不要他加入。 他是孤独的, 可并不经意, 他一辈子孤独惯的, 但他认为在这次新的尝试之后, 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瑞士隐居去了。 他心中还有一个计划, 最近越来越成熟了, 随着年龄的老去, 他念念不忘地想回到家乡去中老, 那边已经没有一个熟人, 也许精神上比住在这外国的都市里更孤独, 但家乡总是家乡, 你并不要求和你血统相同的人, 和你思想也相同, 大家暗中有着无数的联系, 彼此的感觉都能领会天地这部大书, 彼此的心也讲着同样的言语。 克里斯朵夫心平气和地把自己的诗意告诉格拉奇亚, 说他想回瑞士去, 还说笑似地要求格拉奇亚允许。 动身的日子定在下星期内, 可是他在信尾添了一句, 我改变了主意, 行期延迟了。 克里斯朵夫绝对信任格拉奇亚, 跟他无话不谈, 但心里还有一个部分, 只有他自己有钥匙的, 那是一些不单属于他, 而也属于那些亲爱的死者的回忆, 所以, 他绝口不提奥里维的事, 这种保留并非由于故意, 而是在他想和格拉奇亚提到的时候, 说不出口。 格拉奇亚和奥利维是不认识的呀。 那天早上, 克里斯朵夫正在写信给他的女朋友, 有人敲门了, 他一边去开门, 一边因为被人打搅而嘴里嘀咕着, 来的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 说要见克拉夫托先生。 克里斯朵夫不大高兴地让他进来了, 黄头发, 蓝眼睛, 面目清秀, 布十分高大, 身材瘦瘦的。 他站在克里斯朵夫面前, 有点胆怯, 不出一声。 过了一会儿, 他定了神, 抬起清朗的眼睛, 把克里斯朵夫好奇地打亮着。 克里斯朵夫瞧着这可爱的脸, 笑了笑, 孩子也笑了笑。 说吧, 有什么事呢? 克里斯朵夫问, 呃, 我, 我是来。 孩子又慌起来, 红着脸不作声了。 不错, 你是来了。 克里斯朵夫笑道, 可是为什么来的? 你瞧我呀, 难道怕我吗? 孩子重新堆着笑脸, 摇摇头, 呃, 不怕。 好极了, 那么告诉我你是谁? 我, 我是…… 他又停住了, 好奇地眼睛在屋子里扫了一圈, 无意中发现, 克里斯朵夫的壁炉架上, 摆着一张奥利维的照片。 克里斯朵夫不知不觉, 跟着他的目光望去。 好, 说呀, 拿点勇气出来。 孩子就说, 我是他的儿子。 克里斯朵夫大吃一惊, 从椅子里直跳起来, 两手抓着孩子, 拉他到身边, 重新坐下, 把他紧紧搂着。 他们的脸差不多碰在一起了, 他瞅着他, 瞅着他, 再三说着, 哦, 我的孩子, 我可怜的孩子。 他突然之间, 把孩子的头捧在手里, 亲着他的额角, 眼睛, 腮帮, 鼻子, 头发。 孩子被这种激动的表示, 吓坏了, 心里很不舒服, 挣脱了他的臂抱。 克里斯朵夫松了手, 捧着脸, 把额角靠在墙上, 过了几分钟。 孩子直退到屋子的筋里头, 等到克里斯朵夫重新抬起头来, 脸色已经平静了, 他堆着亲切的笑容, 望着孩子, 我把你吓坏了, 哦, 对不起, 你瞧, 我太爱他了。 孩子不回答, 心还有点乱, 你多像他, 克里斯朵夫说, 可, 可是我又认不得你, 是哪些地方不同呢? 他接着又问, 啊, 你叫什么名字? 乔治, 啊, 不错, 我记得了, 你叫做, 克里斯朵夫, 奥里维, 乔治, 你几岁了? 十四岁? 十四岁, 哦, 日子过得真快, 我还觉得是昨天的事呢, 好像老是在我眼前呢, 哦, 你多么像你父亲, 脸完全一样, 可又明明不是他, 眼睛的颜色是相同的, 目光却不同, 同样的笑容, 同样的嘴巴, 可是声音不同, 你更结实, 腰背更直, 脸蛋更饱满, 也和他一样会脸红, 你过来, 坐下吧, 咱们来谈谈, 谁叫你到我这儿来的? 我, 自己来的, 哦, 你自己来的, 你怎么知道我的呢? 人家跟我讲起您, 谁? 母亲, 啊, 她知道你到我这儿来吗? 不知道, 克里斯朵夫静默了一会儿, 又问, 你们住在哪儿? 靠近蒙缩公园, 你, 你是走来的? 路不少呢, 你累了吗? 我从来不觉得累的, 哦, 好极了, 把手臂伸出来, 给我瞧瞧, 他拍拍他的胳膊, 呵, 好小子, 长得很棒啊, 呃, 告诉我, 你怎么会想起来看我呢? 因为, 爸爸最喜欢您, 呃, 是他, 他又改口说, 啊, 是你母亲和你说的吗? 是的, 克里斯朵夫微微一笑, 心里想, 他也在嫉妒, 他们全都那样爱他, 干嘛他们不早对他表示呢? 然后克里斯朵夫又问, 干嘛你等了那么久才来看我呢? 呃, 我早想来的, 可是我以为您不愿意见我, 啊, 我不愿意见你? 嗯, 好几个星期以前, 在西维阿音乐会上, 我看见您的, 那时我跟母亲在一块, 离您只有几张椅子, 我对您行礼, 您斜着眼, 瞪了我一下, 皱了皱眉头, 不理我, 呃, 我, 我, 我对你看了一下吗? 哦, 可怜的孩子, 你, 你竟以为我, 哎呦, 我, 我没看见你啊, 我有点近视, 所以我皱眉头, 呃, 难道你以为我很凶吗? 我想, 您可能很凶的, 唐使您要凶的话, 哦, 真的吗? 克里斯多夫接着说, 呃, 我不会让人家这么做的, 他这么说的时候, 神气很坚决, 有点难为情, 也有点挑战的模样, 克里斯多夫不禁哈哈大笑, 乔治也跟着笑了, 你倒可能把我撵出去呢, 是不是? 嘿, 好大的胆子, 你真不像你的父亲, 孩子笑嘻嘻的脸突然沉了下来, 您觉得我不像他吗? 您刚才明明说, 那么您以为他会不喜欢我吗? 您也不喜欢我吗? 我喜欢不喜欢你, 对你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大呢?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您啊! 一刹那间, 他的眼睛, 嘴巴, 脸上各个部分, 有了好几种不同的表情, 好比四月里的天, 春风把一堆堆乌云的影子照在田里, 克里斯多夫看着他, 听着他, 心里舒服极了, 过去的烦恼都被一扫而空, 他的可悲的经验, 受的折磨, 他的和奥里维的痛苦, 一切都给抹掉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约翰·克里斯多夫,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者分享朋友圈。 孩子, 是从奥里维生命中长出的嫩牙, 而克里斯多夫自己, 也在这个嫩牙身上复活了。 他们俩谈着话, 几个月以前, 乔治还完全不知道克里斯多夫的音乐, 但自从克里斯多夫回到巴黎以后, 凡是演奏他作品的音乐会, 乔治一次都没错过, 一提到他的乐曲, 他就眉肥色舞, 眼睛发亮, 笑眯眯的, 连眼泪都要上来了, 简直是入了迷。 他告诉克里斯多夫, 说他热爱音乐, 同时也想学音乐, 但克里斯多夫提了几个问题, 发现孩子对音乐还一无所知。 他盘问他的学业, 原来是在念中学, 他还轻松地说自己不是一个好学生。 啊, 你在哪一方面比较强呢? 文学还是科学? 啊, 都差不多。 怎么, 怎么, 难道你是个没出息的学生吗? 他坦白地笑了。 啊, 大概是吧。 接着乔治又补上一句真心话, 可是我知道不至于的。 克里斯多夫惊不住笑了。 哈, 那么干嘛不用功呢? 难道没有一样东西使你感兴趣吗? 呃, 相反, 什么都使我感兴趣。 那又怎么呢? 呃, 什么都有了兴趣就没时间了? 啊, 没时间? 你又干些什么鬼事呢? 他做了个意义不明的姿势。 哦, 事情多呢, 我搞音乐, 参加运动, 参观展览会, 还要看书。 最好多念念你的课本。 课本顶没意思了, 而且我们还要旅行, 上个月我在英国看牛津跟剑桥比赛。 啊, 这样你的功课才会进步呢。 您别说这个话, 这样可比在中学里学的更多的东西。 你母亲对这些认为怎么样? 母亲是很讲理的, 我要怎么办, 她就怎么办。 哼, 坏东西, 算你运气, 没有像我这样的人做你父亲。 倒是您没运气, 有我这样的儿子。 乔治那种撒娇的神器, 真讨人喜欢。 那么告诉我, 你这个大旅行家, 克里斯朵夫说, 你认得我的国家吗? 认得? 我敢说你连一句德文都不懂。 怎么不懂? 我的德文很好呢? 哦, 咱们来试着瞧吧。 两人便说起德文来了, 孩子乱七八糟地说着, 文法也不准确, 可是非常有把握。 他很聪明, 机灵, 懂得少, 猜到得多, 常常猜错, 那时他自己先笑开了, 他挺有劲地, 讲他的旅行, 讲他看的书。 他看了很多, 匆匆忙忙地, 浮光掠影地, 只看着一半, 把没有过目地自己造出来, 但永远受着一种强烈 而新鲜的好奇心刺激, 到处寻找使自己兴奋的因素。 他从这个题目, 跳到另一个题目, 眉飞色舞地讲着 他受过感动的戏剧或作品, 所有的知识都毫无系统, 他会看一本不入流的书, 而偏偏不知道那些最出名的。 好, 这些都很有意思, 克里斯朵夫说, 可是你要不用供的话, 绝不会有什么成就。 哦, 我用不着, 我们有钱。 该死, 这个话可严重了, 你愿意做一个一无所用, 一无所事的人吗? 哪里, 我什么都要干, 一辈子只干一行, 太傻了。 可是唯有这样, 一个人才能把本行干得像个样。 有人是这么说呀? 怎么? 有人是这么说? 我, 我就这么说。 瞧, 我把自己的一行研究了四十年, 才有点门径。 学本领就得花四十年, 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动手做呢? 克里斯朵夫笑起来了, 哈哈, 小家伙, 你倒会顶嘴呢。 我, 愿意做个音乐家? 乔治说, 那么马上就学, 也不算早了, 要不要我教你啊? 哦, 那我多高兴啊。 你明天再来, 我要瞧瞧你有多大出息, 要是你没出息, 我就不许你碰钢琴, 要是你有天分, 咱们可以想法教你有点成就。 哎, 但是我先告诉你, 你非用功不可。 我一定用功。 乔治说着, 快活极了。 他们把约会定在第二天, 临走, 乔治想起, 明天已经有别的约会, 后天也是的。 对了, 这个星期简直没空, 于是, 他们另外定了一个日子和终点。 但, 到了那一天, 那个时间, 克里斯多夫空等了一场, 大为失望。 他想到能够再看见乔治, 竟欢喜得像小孩子一样。 这个意想不到的访问, 使他的生活有了光明, 他为之那样快乐, 感动, 甚至当夜, 没有能睡觉, 不胜感激地想到, 这个小朋友, 是代表他的朋友来看他的。 他对着脑子里那张可爱的脸, 微笑。 孩子的天真, 可爱, 又调皮, 又老实的谈吐, 完全把他迷住了。 他体会着这种罪意, 耳朵里跟心里, 只听见嗡嗡地响着, 快乐的情形, 像他和奥利维定交的时期一样。 同时, 他还有一种更严肃的, 几乎是前进的感情, 因为他的心, 除了活人以外, 又看到了故人的笑容。 乔治失约后, 他一脸等了好几天, 始终没有人来, 也没有一封道歉信。 克里斯多夫悲伤之下, 竭力想出理由来原谅孩子, 他不知道他的住址, 即使知道了, 也不敢写信去。 老年人的喜欢青年人, 是不好意思把少不了对方的心情表示出来的。 他知道青年人心里并没有这种需要, 双方的情势根本不同, 而我们最怕用感情去强制一个对我们并不在乎的人。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消息全无。 克里斯多夫虽然很难过, 却硬着头皮不去想烦找耶南一家的踪迹, 只每天等着。 他也不上瑞士去, 整个夏天都待在巴黎, 他觉得自己荒唐, 但再没兴致旅行了。 直到九月, 才上丰丹白鹿去住了几天。 十月将近的时候, 乔治耶南跑来敲门了, 他若无其事地道了歉, 对于失信的事没有一点惭愧的神气。 哦, 我没有能来。 他说, 后来我们又动身到布列塔尼去了。 你应该写信给我呀。 哦, 是的, 我想写信的, 可是我老是没空, 并且…… 乔治笑着说, 我也忘了, 把什么都忘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十月初, 你又等了三星期才来看我。 老是告诉我, 是不是你母亲不准你来? 是不是她不喜欢你来看我? 哦, 不, 正是相反, 今天还是她叫我来的。 怎么? 暑假以前我来看过您之后, 回去一五一十都说给她听了, 她说我做得很对, 她问起您, 这个那个的问了好多话。 三星期以前, 我们从布列塔尼回来的时候, 她就要我再来看您, 八天以前, 她又提醒我一回, 今儿早上, 知道我还没有来, 她生气了, 要我吃过中饭, 立刻就来, 不许再拖了。 你跟我讲着这些, 不觉得难为情, 直到人家逼了, 你才肯到我这儿来吗? 不是的, 不是的, 您别这样想, 哦, 我使您生气了, 对不起, 我真糊涂, 你尽管骂我吧, 可是别恨我, 我很喜欢您, 要不然我也不会来了, 人家并没强迫我, 第一, 人家只能强迫我做我愿意做的事, 很坏东西。 克里斯朵夫说着, 不由地笑了出来, 啊, 那么, 你关于音乐的计划怎么了? 哦, 我老在想啊, 光是想就会成事吗? 呃, 现在我要开始了, 最近几个月的确忙不过来, 我有多少的事要做呀, 可是现在, 您瞧着吧, 我要用功了, 唐使您还肯教我的话。 他做着媚眼, 哼, 你, 这是开玩笑了, 克里斯朵夫回答他, 您不拿我当真吗? 不当真, 讨厌, 没有一个人把我当真的, 我灰心透了。 要看到你用功的时候, 我才把你当真, 那么, 马上就来。 哦, 我没空, 明天吧。 哦, 不, 明天太远了, 我不能让您在这一天之内瞧不起我。 你多讨厌, 我求您。 克里斯朵夫看着他那些缺点笑了笑, 叫他坐在钢琴前面, 和他弹起音乐来了。 克里斯朵夫问了他几句, 又要他解答几个和声方面的小问题。 乔治根本不大懂, 但他的音乐本能, 把他的愚昧无知给补足了不少。 虽则不知道和弦的名字, 他居然找到了克里斯朵夫所要的和弦, 便是找错了, 那种笨拙也显出他有特别的趣味和特别敏锐的感觉。 克里斯朵夫的批评, 他先要讨论过了才肯接受, 而他提出的那些很聪明的问题, 又表示他非常真诚, 不承认艺术是一种教条式的公式, 而是要经过自己体验的。 他们所讨论的并不限于音乐, 提起和声的时候, 乔治谈到一些图画, 风景, 人物, 他像野马一般的不受束缚, 得时时刻刻地把他拉回来。 克里斯朵夫往往没有这勇气, 他听着这聪明活泼的小家伙, 嘻嘻哈哈地东辣西扯, 觉得挺好玩。 乔治的性格和奥利维的完全不同, 父亲的生命是一条埋在地下的河, 默默无声地留着, 儿子的却全部暴露在外面, 像一条史性的溪流, 在阳光底下玩耍, 消耗他的精力。 可是本质上是同样纯洁的水, 像他们俩的眼睛一样。 克里斯朵夫微微笑着, 看到乔治有些出于本能的反感, 看到他喜欢的东西跟不喜欢的东西, 都是他熟识的, 还有那种天真的执着, 对自己喜欢的人倾心相语的热情。 所不同的是, 乔治喜欢的对象太多了, 使他没有时间爱一个对象, 爱得怎么长久。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阿尔菲文传喜马拉雅账号。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 阿尔菲文传制作的, 约翰·克里斯朵夫。 作者, 罗曼·罗兰, 翻译, 傅雷 演播 孟兰 第190集 下一天和以后的几天, 乔治都来了。 他对克里斯朵夫有了那种青年人的热情, 把克里斯朵夫教的东西都学得很有劲儿, 然后高潮低下去了, 来的次数减少了。 然后, 他不来了, 又是几星期没有影踪。 他轻挑, 健忘, 自私的天真, 亲热的真诚, 心地很好, 非常聪明, 照顾乔治, 指点他怎么做人。 语气之间, 没有想和克里斯朵夫会面地表示, 为了怕触动旧事, 也为了高傲, 他不敢来找克里斯朵夫, 而克里斯朵夫也觉得, 不被邀请, 就没有权利先去。 所以他们不相往来, 只偶尔在音乐会里远远地看到, 还有孩子难得地访问, 使他们之间有点联系。 冬天过去了, 格拉奇亚很少来信, 他对克里斯朵夫, 始终保持着忠实的友谊, 但因为是真正的意大利女子, 很少感伤气息, 只关心现实, 所以, 他即使不一定要看到了朋友, 才会想起他们, 至少看到了他们, 才会想起跟他们谈天的乐趣。 为了保持心中的记忆, 格拉奇亚非把眼睛的记忆, 常常更新一下不可, 因此, 他的信变得简短而稀少了。 他从来不怀疑克里斯朵夫的友谊, 好似克里斯朵夫从来不怀疑, 他的友谊一样, 但这种信念所能给人的, 多半是光明, 而不是热度。 克里斯朵夫对于这些新的诗意, 不觉得怎么难过。 音乐方面的活动, 仅够消磨他的光音。 到了相当的年龄, 一个强异的艺术家, 大半在艺术中过火, 实际生活只占了很少的一部分。 人生变成了梦, 艺术反倒变成了现实。 和巴黎接触之下, 他的创造力又觉醒了。 只要看到这个, 大家都在埋头工作的都市, 你就受到极大的刺激, 便是最冷静的人也会感染他的狂热。 克里斯朵夫在健康的孤独生活中休息了几年, 养精蓄锐, 又有一笔精力可以拿来消耗了。 法国人的不知彦族的好奇心, 在音乐的技术方面, 有了新的收获。 克里斯朵夫拿着这笔新的财产, 也开始去搜索他的新天地。 他比他们更粗暴, 更野蛮, 比他们走得更远, 但他现在这种大胆的尝试, 再也不是凭本能去乱碰的事了。 克里斯朵夫一心一意追求的是清楚明白, 他的天才, 一辈子都跟着缓一阵急一阵地流水的节奏, 他的规则是每隔一个时期, 就得从这个极端转换到另一个极端, 而把两端之间的空隙填满。 前一个时期, 克里斯朵夫把自己整个儿交给, 在秩序的面网底下闪烁发光的一片混沌, 甚至还想撕破面网, 看个真切, 可是他忽然感到要摆脱混沌的诱惑, 重新用理性盖住人生的迷了。 罗马那股争略天下的气息, 在他身上吹过了, 像当时的巴黎艺术一样, 那是他不免有所感染的。 他也渴望着秩序, 但并非依照那般疲倦不堪的开倒车的人的方式, 他们只能拿出最后一些精力保护他们的睡眠, 也不是华沙城中的秩序。 那般好好先生回到了圣丧与柏拉姆斯的路上, 回到了一切艺术上的柏拉姆斯, 把学校里的功课做得挺好, 因为求安静而回到平淡无畏的新古典派去了。 他们的热情不是消耗完了吗? 朋友们, 你们疲倦得真快, 我们说的可不是你们的秩序, 我的秩序不是这一类的, 而是要靠自由的热情与意志之间的和谐建立起来的。 克里斯多夫在自己的艺术中竭力想做到一点, 就是使生命的各种力量得到平衡, 那些新的和弦, 那些被他在音乐的深渊中挑起来的妖魔, 他是用来建造调理分明的交响乐的, 建造阳光普照的大建筑的, 像盖着意大利式穷龙的庙堂一样。 这些精神的游戏与斗争, 消磨了他整个的冬天。 而冬天过得很快, 虽则有时候, 克里斯多夫在黄昏时做完了一天的工作, 回顾着一生的成绩, 也说不出冬天究竟是短, 是长, 自己究竟是少, 是老。 于是, 人间的太阳射出一道新的光明, 透过幻梦的木, 又带来了一次春天。 克里斯多夫收到格拉奇亚的一封信, 说预备带着两个孩子到巴黎来, 他早已有这个计划, 高兰德几次三番地邀请过他, 可是他要打破习惯, 离开心爱的家, 走出懒洋洋的田径的境界, 回到他所熟识的巴黎漩涡中来, 是需要打起精神的, 而他就怕打起精神, 便一年一年地脱了下来。 那一年春天, 有种凄凉的情绪, 也许是什么暗中的失忆, 一个女人心里藏着多少为别人不知, 而自己也否认得可歌可泣的故事, 是他想离开罗马。 恰好当时有传染病流行, 他便借此机会带着孩子们赶快动身了。 写信给克里斯多夫不多几天之后, 他人也跟着来了。 格拉奇亚才到高兰德家, 克里斯多夫就去看他, 克里斯多夫发现他迷迷往往的, 仿佛心还不在这儿。 克里斯多夫看了有点难过, 却不表示出来。 现在, 克里斯多夫差不多把他的自我牺牲完了, 所以变得心鸣眼亮, 懂得格拉奇亚有一桩极力想隐藏的伤心事。 克里斯多夫便不让自己去探索, 只设法替他排遣, 嘻嘻哈哈地说出, 克里斯多夫自己不如意地遭遇, 他的工作, 他的计划, 一方面不着痕迹地把一腔温情围绕着格拉奇亚。 格拉奇亚被这股不敢明白表露的柔情渗透了, 知道克里斯多夫已经猜着他的苦闷, 大为感动。 他把自己那颗哀伤的心依靠着朋友的心, 听他讲着两人心事以外的别的事。 久而久之, 暢网的阴影在朋友的眼中消失了, 两人的目光更接近了, 越来越接近了。 终于有一天, 他和他谈话的时候, 突然停下来, 望着他。 什么事啊? 格拉奇亚问。 今天, 你才算是回来了。 格拉奇亚微微一笑, 轻轻地回答说。 是的。 要安安静静地谈话, 不是件容易的事, 两人难得有单独相对的时间。 高兰德常常陪着他们表示殷勤, 使他们觉得太殷勤了些。 高兰德虽则有许多缺点, 人倒是挺好, 很真心地关切着 克里斯多夫与格拉奇亚, 但他万万想不到 自己会使他们厌烦。 高兰德的确注意到, 他把什么都看在眼里, 他所谓克里斯多夫与格拉奇亚的调情。 调情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节目, 他看了只会高兴, 只想加以鼓励, 但这正是人家不希望他做的。 他们但愿他别过问跟他不相干的事。 只要高兰德一出现, 或是对两人中的一个 说一句心照不宣的话, 那已经是冒失了, 暗示他们的友谊, 就会使克里斯多夫与格拉奇亚 沉下脸来, 把话扯开去。 高兰德看到他们这样矜持, 不经竭力寻思, 把种种可能的理由都想遍了, 只漏掉了一个, 就是那真正的理由。 还算两个朋友的运气, 高兰德不能坐定在一个地方, 他来来往往, 进进出出, 监督家中所有的杂物, 同时有几十件事情在手里。 在他一出一进之间, 只剩下克里斯多夫与格拉奇亚 单独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才能继续那些无邪的谈话。 两人从来不提到彼此的感情, 只交换一些身边琐事。 格拉奇亚拿出他的女人脾气, 盘问克里斯多夫的日常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约翰·克里斯多夫。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或者分享朋友圈。 克里斯多夫在家里吧, 什么都搞得很糟, 老是和打杂的女仆吵架, 他们对克里斯多夫虚报账目, 无所不为。 格拉奇亚听着不忧地哈哈大笑, 同时因为克里斯多夫不会管事, 格拉奇亚有点像母亲可怜孩子那样的心情。 有一天, 高兰德把他们纠缠得比平时格外长久。 等到他走开了, 格拉奇亚不禁叹了口气。 哎, 可怜的高兰德, 我很喜欢他, 他把我闹得多烦。 哦, 如果你是因为他把我们闹得心烦才喜欢他, 那么我也喜欢他。 克里斯多夫说, 格拉奇亚听着笑了, 告诉我, 你允许不允许, 呃, 在这儿真没法谈话, 呃, 我上你那边去一次。 克里斯多夫听了浑身一阵, 呃, 上我那边, 你会上我那边去吗? 那不会是你不高兴吧? 啊, 不高兴? 哦, 天哪! 那么, 星期二行不行? 啊,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哪一天都行? 嗯, 那么, 准定星期二, 下午四点。 哦, 你真好, 你真好。 哦, 别忙, 我还有一个条件呢。 条件? 干什么? 随你吧, 你知道, 反正你要我怎么办都可以, 不管有没有条件。 嗯, 我喜欢有个条件。 啊, 我答应你就是了。 你还没知道是什么条件呢? 那有什么相干, 我答应了就完了, 什么条件都依你。 也得先听一听呀, 你这个死心眼的。 说吧, 就是从现在起, 你家里一点不能变动, 听清没有? 一点都不能变动, 你屋子里每样东西都要保持原状。 克里斯多夫立刻拉长了脸, 愣住了。 哎, 这, 这算是哪一门呢? 格拉奇亚笑了。 你瞧, 我早告诉你, 别答应得太快, 可是你已经答应了。 呃, 你为什么要? 因为我要看看你家里的情形, 你平时并不等我去的时候的情形。 呃, 可, 可是你得允许我。 不, 我什么都不允许。 至少, 哦, 不不不不, 你说什么我都不爱听, 或者我干脆不上你那儿去, 倒也没有关系。 哎, 你知道我什么都会答应的, 只要你肯去。 那么, 你答应了? 是的, 一言为定了。 哦, 是的, 专制的王后。 她好不好呢? 嗯, 专制的王后不会好的, 只有被人喜欢的和被人恨的两种。 我是两者都是的, 对不对? 哦, 不, 你只是被人爱的。 哼, 那你真是哭笑不得了。 到了那天, 格拉奇亚来了, 克里斯朵夫速来把答应人家的话看得挺认真的, 在乱七八糟的屋内, 连一张纸都不敢收拾, 觉得一动一下便是失信, 但她心里很难过, 一想到朋友看了这情形作何感想, 就非常难为情, 她毫不心交地等着。 格拉奇亚来的时间很准, 只迟到了四五分钟, 很稳健地迈着小步踏上了楼梯。 打零的时候, 克里斯朵夫已经站到门背后, 马上开了。 格拉奇亚穿得朴素大方, 从她的面网中间, 克里斯朵夫看见她眼神很镇静, 两人低声道了一声好, 握着手。 格拉奇亚比平时更沉默了, 又局促又激动, 一声不出, 免得显出心里的慌乱。 克里斯朵夫请她进来, 早先预备下对于屋子的杂乱, 向她说几句道歉的话, 结果也没说。 格拉奇亚坐在一张最好的椅子里, 克里斯朵夫坐在旁边, 这就是我工作的屋子。 克里斯朵夫所能说的就是这么一句, 大家静默了一会儿, 格拉奇亚从容不迫地望着, 非常慈爱地微微笑着, 她也有些心慌意乱呢。 后来格拉奇亚告诉克里斯朵夫, 在她还是一个女孩子的时候, 曾经想到克里斯朵夫家里去, 但正要进门又吓得跑掉了。 格拉奇亚看到屋子里凄凉的景象, 大为感触, 过道又窄又黑, 环珠硝燃, 到处是寒酸象。 格拉奇亚很同情, 这位老朋友一辈子做了多少工作, 受了多少痛苦, 也有了点名气, 而物质生活还是这么轻苦。 同时, 格拉奇亚也注意到, 克里斯朵夫不在乎起居得舒服不舒服, 房间里四壁空空, 没有一张地毯, 没有一幅图画, 没有一件艺术品, 没有一张沙发, 除了一张桌子, 三把硬椅, 一架钢琴而外, 再没别的家具, 和几册书乱堆在一起的是许多纸张, 而且到处都是纸, 桌上桌下, 地板上, 钢琴上, 椅子上。 格拉奇亚看到克里斯朵夫这样诚心地守约, 不禁微微地笑了, 过了一会儿, 他指着克里斯朵夫的座位问, 你是在这里工作的吗? 哦, 不, 在那边。 克里斯朵夫指着室内最黑的一脚, 和背光摆着的一把矮矮的椅子, 格拉奇亚走过去, 有模有样地坐着, 一声不响, 两人漠然相对了几分钟, 不知道说什么好。 克里斯朵夫在钢琴前面坐下了, 临时即兴地弹了半小时, 觉得自己整个被朋友的精神包围了, 心里只有一片欢乐的感觉, 他闭着眼睛, 弹着一些奇妙的东西, 于是他体会到这个房间的美, 其中充满了出神入化的音乐。 格拉奇亚也听到了这颗热爱的苦恼的心, 仿佛就在自己胸中跳动。 音乐完了, 克里斯朵夫还对着钢琴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 随后听见朋友在背后抽烟的声音, 才掉过身来。 格拉奇亚走来, 抓着克里斯朵夫的手, 轻轻地说了句, 谢谢你。 他嘴巴有点哆嗦, 闭着眼睛, 克里斯朵夫也把眼睛闭上了, 两人这样握着手, 过了几秒钟, 时间停止了。 格拉奇亚重新睁开眼睛, 为了压制心中的慌乱, 他问, 能让我瞧瞧别的屋子吗? 克里斯朵夫也很高兴, 能避免感情的激动, 便打开格式的门, 可是他马上很难为情, 里头摆着一张又窄又硬的铁床。 后来, 他告诉格拉奇亚, 说他从来没带过一个情妇到他家里去。 格拉奇亚挖苦他说, 那也是想象得到的, 他要有极大的勇气才行呢。 呃, 为什么? 睡在这样一张床上, 不是要有勇气的吗? 卧室里还有一口乡下人家用的五斗柜, 墙上挂着一个贝多芬的头像, 进床的地方, 值不了几个钱的筐子里, 放着他母亲和奥利维的照片。 五斗柜上, 另外有张格拉奇亚十五岁时的相片, 那是在他罗马的照相簿里偷来的。 克里斯朵夫当时对格拉奇亚招认了, 请他原谅。 格拉奇亚瞧着相片说, 在这张相上, 你居然认得我吗? 认得? 我还记得你那时的模样呢。 两个人中, 你更喜欢哪一个? 你始终没有变, 我总是一样地爱你, 我到处都认得你, 便是在你小时候的照片上也认得。 我在这个幼虫身上已经能感到你整个的灵魂了, 单凭你的灵魂, 我就知道你是不朽的。 我从你出生的时候起, 出生以前起, 就爱你了, 只爱到你。 克里斯朵夫不说了, 格拉奇亚也一言不答, 心中充满了爱, 不胜惶惑。 格拉奇亚回到书室, 克里斯朵夫只给他看窗外的一株小树, 说是他的朋友, 许多麻雀在树上锅造。 格拉奇亚说, 现在咱们来吃点心吧, 茶叶跟蛋糕我都给烧来了, 因为我知道你不会有的, 并且我还带着别的东西, 把你的大衣给我。 我的大衣? 是的, 是的, 给我吧。 格拉奇亚从手提包里掏出针和线, 怎么, 你? 前天, 我看见有两个扣子快掉下来了, 现在到哪儿去了? 不错, 我还没想到缝上去, 太麻烦了。 可怜的孩子, 拿来给我吧。 哦, 那, 那多难为情啊。 别管了, 你去沏茶。 克里斯朵夫把水壶跟酒精灯端进来, 一会儿都不肯离开朋友, 格拉奇亚一边缝, 一边很俏皮的, 在眼梢里驱着克里斯朵夫笨拙的举动。 喝茶的杯子都是残缺的, 用的时候不能不小心。 格拉奇亚认为这些茶具简直要不得, 克里斯朵夫却一本正经的辩护, 因为那是他和奥里维同居时代的纪念物。 格拉奇亚快走的时候, 克里斯朵夫问, 呃, 你不笑我吗? 笑什么? 屋子里搞得这样乱糟糟的, 格拉奇亚笑了, 我慢慢会把它整理好的。 格拉奇亚走到门口, 预备开门了, 克里斯朵夫忽然跪在地下, 亲了亲他的脚。 哦, 你干什么呀? 格拉奇亚叫起来, 疯子, 亲爱的疯子, 再会吧。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 阿尔菲文传, 喜马拉雅账号。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 阿尔菲文传制作的, 约翰·克里斯朵夫。 作者罗曼·罗兰, 翻译傅雷, 演播孟兰。 第191集 格拉奇亚约定, 以后每星期在同一天上到这儿来, 要克里斯朵夫答应, 不再做出癫狂的行为, 不再跪在地下, 亲他的脚。 克里斯朵夫, 被他温柔安静的气息感化了, 便是在情绪激动的日子, 也同样受到影响。 他一个人, 私下想到格拉奇亚的时候, 往往热情冲动得厉害, 但见了面, 他们永远像两个 不拘行迹的好朋友。 克里斯朵夫从来没有一个字, 或一个举动会引起格拉奇亚不安的。 到了克里斯朵夫的节日, 格拉奇亚把奥罗拉 穿扮得跟自己 出癒克里斯朵夫的时代一模一样, 又教孩子在琴上 弹着克里斯朵夫当初 教他弹的曲子。 这种情意, 这种温柔, 这种深厚的友谊, 和许多矛盾的心情浮在一起。 格拉奇亚是轻浮的, 喜欢交际, 受人奉承, 就是被傻瓜们奉承, 也觉得高兴。 他会卖弄风情, 除掉和克里斯朵夫, 甚至和克里斯朵夫也不免。 克里斯朵夫要对格拉奇亚表示温柔的话, 他便故意装作冷淡, 矜持。 倘若克里斯朵夫表示冷淡与矜持的话, 格拉奇亚却装出温柔与亲热的态度, 调引他了。 不用说, 格拉奇亚是女人之中最规矩的女人, 但就在最规矩的女人身上, 有时也会露出风骚的本相。 格拉奇亚要敷衍人, 适应社会习惯。 她很有音乐天分, 懂得克里斯朵夫的作品, 但不十分感兴趣。 克里斯朵夫也很知道, 对于一个真正的拉丁女子, 艺术的妙处是在于能够归纳到人生, 在由人生归纳到爱情, 而所谓爱情是藏在肉感的, 困倦的身体中的那种爱情。 至于波兰起伏的交响乐, 英勇壮烈的思想, 北欧人那种最新于理想的热情, 对她是不相干的。 格拉奇亚需要的音乐, 是能使她费最少的力量, 把藏在心里的欲念, 舒展出来的那种音乐。 是有热情, 而不至于使她精神疲劳的那种歌剧, 总之是感伤的, 有刺激性的, 懒洋洋的艺术。 格拉奇亚性格软弱, 很容易变化, 凡是正经的研究工作, 只能断断续续地做。 她需要消遣, 今天说明天要做某一件事, 到了明天不一定会做, 幼稚和使性的地方, 不知有多少。 女人的骚乱的天性, 病态的, 不讲理的脾气, 常常会发作。 她也感觉到这些, 便想法躲起来, 让自己孤独几天。 格拉奇亚知道自己的弱点, 恨自己脾气压制得不够, 既然那些弱点使朋友伤心, 有时, 她为了克里斯朵夫做着很大的牺牲, 克里斯朵夫根本没绝的, 但归根结底, 天性总是强于一切, 并且格拉奇亚受不了克里斯朵夫, 又支配她的神器。 有一两次, 为了表示独往独来, 格拉奇亚故意, 做了跟克里斯朵夫要求的完全相反的事。 过后, 格拉奇亚懊悔了, 轻艳扪心, 埋怨自己没有使克里斯朵夫更快乐。 他爱克里斯朵夫的程度, 远过于表面上所表示的。 格拉奇亚觉得, 这场友谊, 是他一生最可宝贵的一部分。 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 一朝相爱之下, 往往在分离的时候, 精神上最接近。 克里斯朵夫与格拉奇亚的, 没有能结合, 固然是由于小小的误会, 错处, 却也不像克里斯朵夫所想的, 完全在克里斯朵夫这方面。 便是从前, 格拉奇亚爱着克里斯朵夫的时代, 他会不会嫁给他, 也是问题。 也许格拉奇亚, 肯把生命为他牺牲, 可是, 格拉奇亚能一辈子和克里斯朵夫过共同生活吗? 格拉奇亚明知道, 当然不告诉克里斯朵夫, 自己爱着丈夫, 即使到了今天, 丈夫使他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之后, 格拉奇亚仍像从前一样地爱着他, 而那种爱的程度, 是他从来没有爱过克里斯朵夫的, 那是感情的神秘, 肉体的神秘, 自己觉得并不体面, 而瞒着心爱的人的, 一则为了敬重他们, 二则也是为了觉得自己可怜。 克里斯朵夫因为纯粹的男人脾气, 绝不能猜到这些, 但有时也会灵机一动, 发觉最爱他的人, 其实并不把他放在心上, 可见一个人在世界上, 对谁都不能完全依靠。 克里斯朵夫心中的爱, 并不因此受到影响, 甚至也没有什么牢骚, 他被格拉奇亚的, 平和的气息笼罩了, 对什么都平心静气地接受了。 哦,人生, 有些东西原来是不能给的, 为什么要怪怨你呢? 你的本来面目, 不是已经很美, 很圣洁了吗? 玉公特, 我们应当爱你的微笑。 克里斯朵夫把朋友的优美的脸, 长时间地打亮着, 看到许多过去, 未来的事, 在他幽居独处的, 悠长岁月中, 在旅行中, 观察多余说话的结果, 使克里斯朵夫学会了揣摩脸像的本领, 懂得面部的表情, 是多少世纪培养成功的, 丰富复杂的语言, 比嘴里讲得更复杂到千百倍的语言, 整个民族性都借他来表白了。 脸上的线条和嘴里的说话, 是永远成为对比的, 譬如, 某个少傅的侧影, 轮廓清楚, 毫无风韵, 像伯恩琼斯一派的素描, 像个悲剧的角色, 似乎有股秘密的热情, 嫉妒的心理, 莎什比亚式的苦恼, 把他侵蚀着。 但一开口, 明明是个小布尔乔亚, 愚蠢无比, 连他的风骚与自私也是平凡的, 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在相貌上表现的那种可怕的力量。 然而, 那热情, 那暴力之气, 的确在他身上, 将来用什么形式发泄出来呢? 是涅涅为力的性格吗? 是夫妇之间的嫉妒吗? 还是了不起的毅力, 或是病态的凶恶? 我们无从知道, 甚至这些现象在本人身上来不及爆发, 倒先遗传给他的后人了。 但这个因素, 老是无形中照在那种族的头上, 像宿命一样。 格拉奇亚也承受着这份乱人心意的遗产, 在古老家庭的所有的遗产中, 这一份是保存的最完整的, 他至少认识这一点, 一个人真要有很大的力量, 才能知道自己的弱点, 才能使自己即使不能完全做主, 至少能控制自己的民族性, 那是像一条船一样把你带着往前冲的, 才能把宿命作为自己的工具而加以利用, 拿它当作一张帆似的, 看着风向把它或是张起来, 或是落下去。 格拉奇亚闭上眼睛的时候, 便听见心中有好几个令人不安的声音, 那音调都是他熟悉的, 但在他健全的心灵中, 所有的不谐和音终于融合了, 他们被格拉奇亚和谐的理性做了一个深邃的柔和的乐曲, 不幸, 我们没法把自己最好的部分传给我们的骨肉。 在格拉奇亚的两个孩子中间, 十一岁的小姑娘奥罗拉是像她的, 没有她好看, 比较粗糙一点, 略微有些瘸腿, 她脾气很好, 性情快活, 对人亲热, 身体非常强壮, 很有志气, 可惜缺少天分, 只想闲着一事不做。 克里斯多夫很疼她, 看她挨在格拉奇亚身旁, 等于看到了两个年龄不同的格拉奇亚, 那是一根枝干上的两朵花, 达芬奇笔下的圣家庭, 圣母与圣安妮, 是同一个笑容变化出来的, 你一眼之间把女性的两个阶段, 含苞玉放和花式阑珊的景象, 同时看到了, 这是多美多凄凉的景象, 因为你眼睁睁地看着花开花落, 所以一个热情的人会对姐妹或母女, 同时抱着热烈而贞洁的爱, 克里斯多夫便是在爱人的子女身上爱她的爱人, 她的一贫一笑, 脸上的每一条皱纹, 岂非都是她眼睛没睁开以前的生命的回忆吗? 岂非也是她眼睛闭上以后的未来的生命的预告吗? 男孩子雷翁纳罗, 刚好九岁, 她像父亲, 比姐姐俊俏得多, 因为父系的血统更细气, 太细气了, 已经因贫血而衰败了, 她很聪明, 很有些恶劣的本能, 会奉承, 会作假, 大蓝眼睛, 淡黄的长头发, 像女孩子的, 肤色苍白, 肺很娇弱, 尽于病态的神经质, 那是她一有机会就利用的, 因为她天生会做戏, 特别能抓住别人的弱点, 格拉奇亚偏疼着她, 第一, 是做母亲的对身体单薄的孩子总要宠爱一些, 其次, 格拉奇亚像那些老实而善良的女人一样, 觉得既不老实又不善良的儿子特别可爱, 因为自己一向压制着某些性格, 可以在他们身上发泄一下, 同时, 这种儿子叫他回想到, 那个使他又痛苦又快乐, 也许被他瞧不起, 但私下仍旧爱着的丈夫, 那都是些异乡扑鼻, 令人心醉的花木, 在下意识的暧昧而温暖的花房中生长的, 格拉奇亚虽是尽量对两个孩子一视同仁, 奥洛拉仍感到有高低厚薄之分, 因此心里不大舒服, 克里斯朵夫猜到他的心事, 他也猜到克里斯朵夫的心事, 两人不知不觉地互相接近, 不像在克里斯朵夫与雷翁纳罗之间暗中有股反感, 那反感在孩子方面是用撒娇的方式来遮盖的, 在克里斯朵夫方面是认为可耻而易纳着的, 克里斯朵夫克制自己, 硬要自己喜欢这个另外一个男人的孩子, 把他当作格拉奇亚生的, 克里斯朵夫不愿意找出雷翁纳罗的恶劣的天性, 和令人想起另外一个男人的特征, 他竭力在孩子身上只看到格拉奇亚的灵魂, 心明眼亮的格拉奇亚的确把儿子看得清清楚楚, 但反而因之更爱他, 在孩子身上潜伏了多年的肺病终于爆发了, 格拉奇亚决议带着孩子去躲在阿尔卑斯山中的一所疗养院里, 克里斯朵夫要求陪他一同去, 格拉奇亚为了顾虑舆论把他劝阻了, 克里斯朵夫看到他这样过分地重视礼教, 心里很不舒服, 格拉奇亚走了, 把女儿留在高兰德家里, 但他不久就感到孤单的可怕, 周围的病人只讲着自己的疾苦, 气象森严的自然界, 似乎对那些残疾的人伴着一副冰冷的脸, 那帮可怜虫手里捧着弹鱼, 偷偷地你瞧着我, 我瞧着你, 眼看死神的影子在邻居身上渐渐地扩大, 格拉奇亚为了躲避他们, 从巴拉斯旅店搬出来, 租了一所小木屋, 和他的小病人单独住下, 海拔的高度非但没有减轻雷翁纳罗的病逝, 反而把他加重了, 热度更高起来, 夜里, 格拉奇亚焦急万壮, 克里斯多夫远远地凭着直觉赶到了, 虽则朋友信上只字不提, 格拉奇亚硬着头皮撑着, 心里很希望有克里斯多夫作伴, 但他当初不许克里斯多夫跟着来, 现在也不敢告诉他说, 我支持不住了, 我需要你。 一天傍晚, 格拉奇亚站在木屋外边的走廊里, 心中苦闷的人, 最怕这黄昏日落的时间。 他看见, 自以为看见, 在架空铁道的小站, 通到屋子来的小路上, 有个男人急匆匆地走着, 走一会儿停一会儿, 有点愁愁, 微微雨着背, 抬起头来望着木屋。 格拉奇亚赶紧躲到屋子里, 不让他看见, 把手压着胸口, 激动到极点, 笑了出来。 虽然, 他对宗教并不热心, 却也跪在地下, 拿手捧着脸, 觉得需要感谢什么人。 可是, 克里斯多夫还不上门。 格拉奇亚回到窗口, 躲在窗帘后面张望。 克里斯多夫背对着, 一片空地外面的栅栏, 在靠近木屋大门的地方停着, 不敢进来。 而格拉奇亚心里, 比他更慌乱, 一边微笑, 一边轻轻地说着, 喂, 你来呀, 来呀。 终于, 克里斯多夫下了决心, 打零了, 格拉奇亚早已到了门口, 把门打开了, 让他进来。 克里斯多夫的眼睛, 好似一只怕挨打的狗, 嘴里说着, 对不起, 我, 我是来。 多谢你, 格拉奇亚回答, 然后他说出自己是多么急切地盼望他来的。 克里斯多夫全心全意地帮助格拉奇亚看护, 病逝日渐沉重的孩子。 孩子对他非常凶暴, 说出许多恶毒的话, 不再掩饰仇恨的心理。 克里斯多夫认为是疾病所致, 他那时的耐性是从来未有的。 他们俩在孩子床头一连过了好几天痛苦的日子, 尤其是情势危急的一夜。 过了那一夜似乎没有希望的雷翁纳罗居然得救了。 两人守在睡着的孩子旁边, 觉得快乐到极点。 格拉奇亚突然站起来, 拿着大衣, 拉着克里斯多夫往外跑, 在雪地里走着。 静寂的夜里, 天上亮着色缩的星, 他挽着克里斯多夫的胳膊, 欣欣然呼吸着那股凛冽的和平的气息。 两人难得开口, 根本没有一句隐射他们爱情的话。 回来的时候, 格拉奇亚在门外的街檐上, 因为孩子得救而眼中闪着幸福的光芒, 叫了声, 亲爱的, 亲爱的朋友。 除此以外, 再没有别的表示, 但两人都觉得彼此的关系变为神圣的了。 经过了常识器的修养以后, 格拉奇亚回到巴黎, 在巴西区租了一所屋子, 不再顾虑什么舆论。 他觉得自己颇有勇气为了朋友而冒犯舆论了。 从此以后, 他们亲密的程度使格拉奇亚觉得, 倘若因为怕人议论, 那是不可避免的, 而把两人的友谊再藏起来, 未免太怯懦了。 格拉奇亚随时招待克里斯多夫, 和他一起出去, 散步, 上戏院, 当着众人跟他挺亲热的谈话, 谁都以为他们俩是一对情侣了, 甚至高兰德也觉得他们过于招咬。 和格拉奇亚隐隐隐然提了一句, 格拉奇亚微微一笑拦住了他的话, 若无其事地扯到别的问题上去了。 可是,格拉奇亚并没有给克里斯多夫什么新的权利, 他们不过是朋友而已。 克里斯多夫和他说话的时候, 口气老是那么亲切、恭敬, 两人之间再没有什么隐瞒的事, 一切都彼此相伤。 克里斯多夫不知不觉地, 在格拉奇亚家里有了相当的权威。 格拉奇亚常常听从他的劝告, 自从在疗养院中过了一冬以后, 他完全变了, 忧虑和疲劳损害了格拉奇亚 素来结实的身体, 便是精神也受到了影响。 虽然以前那种使性的脾气还留着一部分, 可他另外有一点更严肃更沉着的气息, 更加想努力进修, 慈爱待人, 不叫旁人痛苦。 克里斯多夫的无所为而为的温情, 纯洁的心地把他感动了。 格拉奇亚预备将来把克里斯多夫 已经不敢再希望的幸福给他, 就是说, 跟克里斯多夫结婚。 克里斯多夫自从被格拉奇亚拒绝以后, 从来没再向他提那个话, 也不敢再提。 但克里斯多夫对于这个不可能的梦想, 始终抱着遗憾。 尽管他尊重朋友的话, 但, 格拉奇亚把婚姻看作完全虚空的议论, 并没使克里斯多夫幸福。 他还是相信, 两个相爱的人, 用一种深刻而前进的爱情, 相爱的人的结合, 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等到他和亚诺夫妇相遇之下, 心里更觉得遗憾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二菲文传喜马拉雅账号。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 二菲文传制作的约翰·克里斯多夫。 作者 罗曼·罗兰 翻译 傅雷 演播 孟兰 第192集 亚诺太太五十多岁, 她的丈夫已经到了六十五六, 两人的外貌都似乎不止这个年龄。 亚诺发胖了, 亚诺太太又瘦又小, 皮肤有点打皱, 从前已经那么弱不禁风, 现在更只剩一丝气了。 从亚诺退休以后, 夫妇俩隐居在内地, 在死气沉沉的小城市中, 与他们半睡半醒的麻痹生活中, 他们已经和时代隔绝了, 只有报纸还把世界上的喧绕, 带来一些明日黄花的回声。 有一回, 在报上看到克里斯朵夫的名字, 亚诺太太写了一封亲热的短信给她, 稍微带着客套, 表示他们知道她的成功很高兴。 克里斯朵夫接到信, 也不通知他们, 立刻搭着火车动身了。 克里斯朵夫到的时候, 他们正在园子里, 坐在一株槐树底下, 朦胧出神。 时方盛夏, 天气很热, 像伯克林笔下的老夫妻一般, 两人手握着手, 在花棚下面打盹。 阳光, 睡眠, 衰老, 使他们觉得沉甸甸的, 掉在另外一个世界的梦境中, 大半个身子已经埋了进去。 两人的温情始终如一, 那是生命最后的微光, 彼此手拉着手, 渐渐熄灭下去的肉体中, 还有一阵暖气互相交流。 克里斯朵夫的访问, 使他们想起了所有的往事, 欢喜极了。 他们谈着过去的日子, 回顾之下, 那才显得多么光明。 亚诺很有兴致说话, 却记不起这个, 那个姓名。 亚诺太太在旁提醒她, 她不大开口, 更喜欢听人家说, 但当年的许多形象, 在她沉默的心中保存得很新鲜, 他们一闪一闪地透露出来, 像一条小溪中的乱石子。 亚诺太太那么亲切, 那么同情地望着克里斯朵夫。 克里斯朵夫明明觉得, 她那时想的是谁, 可是大家都没说出奥利维的名字。 亚诺老人对太太表示那种畜繁而动人的关切, 不是怕她冷了, 就是怕她热了, 又用着非常操心的, 不胜怜爱的神器, 端详着那张心爱的, 憔悴的脸。 亚诺太太却堆着疲倦的笑容, 努力安慰亚诺, 叫她放心。 克里斯朵夫瞧着他们, 又感动又羡慕, 这便是所谓白头偕老的景象。 丈夫在太太身上, 连岁月的模式都爱到家了。 他们彼此说着, 你眼睛旁边的, 鼻子上面的那些小皱纹, 我是认得的, 看着它一条一条地刻下来的, 我知道它们是什么时候来的。 这些可怜的灰灰的头发, 一天天地褪色了, 和我的一同褪色了, 并且一部分也是为了我。 这张细腻的脸, 被煎熬我们的疲劳苦难, 磨得虚肿了, 发红了。 我的灵魂, 因为你和我一起痛苦, 一起衰老, 所以我更爱你了。 你的每一条皱纹, 对我都是过去的一切音乐。 可爱的老人们, 战战兢兢地在一块儿过了一辈子, 快要在和平和田径的黑夜中, 一块儿睡下去了。 看到它们, 克里斯多夫悲喜交集, 哦, 这样的生命多有意思, 这样的死也多有意思。 他回去, 不免把这次的访问告诉格拉奇亚, 并没说出自己的感想, 但格拉奇亚体会到了。 克里斯多夫说话之间, 常常出神, 把眼睛向着别处, 话也是断断续续的。 格拉奇亚望着他, 微微笑着, 克里斯多夫心里的骚乱, 把他传染了。 那天晚上, 格拉奇亚独自在卧室里的时候, 不由得胡思乱想起来, 他把克里斯多夫的叙述, 温了一遍, 但眼前的形象, 不是那对在槐树底下打短的老夫妻, 而是他朋友不敢吐露, 而热烈希望着的梦境。 于是格拉奇亚心里充满了爱, 躺上了床, 吸了灯, 想到, 啊, 是的, 错过这样的幸福是荒唐的, 罪过的, 能使你所爱的人快乐, 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吗? 怎么, 难道我爱着他吗? 格拉奇亚静下来, 不胜激动地听见自己的心回答说, 是的, 我是爱他的。 正在这个时候, 隔壁孩子的卧室里忽然有一阵急促的, 声音嘶哑的咳呛, 格拉奇亚马上竖起耳朵, 从儿子害病以后, 他老是担着心事, 格拉奇亚问他, 他不回答, 只继续咳呛, 格拉奇亚便赶紧下床, 走到他身边去。 孩子气哼哼地抱怨, 说是不舒服, 一句话没说完, 又渴了。 啊, 什么地方不舒服呢? 他不回答, 只是哼哼唧唧地叫苦。 哦, 好宝贝, 你说呀, 哪里不舒服呢? 不知道, 是, 是这儿吗? 是的, 哦, 不是的, 我不知道, 我浑身都不好过。 说到这里, 孩子又剧烈地 过分夸张地咳起来, 把格拉奇亚吓坏了。 他觉得孩子是故意要咳嗽, 但看着孩子浑身是汗, 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 又觉得冤枉了他, 便抱着他, 和他说些好话。 孩子渐渐安静了, 可是只要母亲想走开, 孩子就会立刻咳起来。 格拉奇亚不得不打着寒颤留在床头, 因为孩子不许他去穿衣服, 要他抓着他的手, 他也要拿着他的, 到完全睡着为止。 那时格拉奇亚才冻得冰冷地上床, 又是急又是累, 没法再把刚才的梦做下去。 那孩子有种特别的本领, 会猜透母亲的心。 我们往往发现, 但很少到这个程度, 血统相同的人有这种本能, 只要眼睛一扫, 就能知道对方的思想, 从无数不可琢磨的征兆上猜到。 这种天赋, 经过共同生活的训练, 当然更有进步, 而在雷翁纳罗, 是被他处心积虑地, 恶意琢磨地, 欲加尖锐了。 因损别人的欲望, 使他眼睛格外明亮, 而他又是恨极了克里斯多夫。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一个孩子, 会对这一个或那一个, 从来没有得罪过他的人, 怀着仇恨呢? 往往是由于偶然, 只要孩子有一天自以为恨某人, 这个恨就能成为习惯, 而且人家越是开导他, 他越固执, 起先他不过是玩弄仇恨, 结果却真的恨起来了。 但有时, 还有些更深刻的理由, 超过儿童的想象力的, 儿童自己也不觉得的。 从看到克里斯多夫最初几天起, 培莱尼伯爵的儿子, 对于他母亲曾经爱过的人, 就有了恨意。 后来格拉奇亚心里想, 嫁给克里斯多夫的时候, 仿佛孩子在直觉上, 是当场感觉到的。 从此孩子就一刻不停地监视他们, 紧跟着他们。 只要克里斯多夫来了, 他就不肯离开客厅, 或者正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出其不意地闯进去。 更厉害的是, 倘若母亲独自在家, 而暗中想着克里斯多夫的话, 孩子会坐在旁边, 用眼睛盯着母亲, 直把他看得非常难堪, 几乎脸红了。 格拉奇亚只得站起来, 遮盖慌乱的心绪。 孩子又顶高兴, 当着母亲的面, 用难听的话提到克里斯多夫。 格拉奇亚要他住嘴, 他偏偏说个不停, 要是格拉奇亚想惩罚他, 他就用害病来威吓。 这是他从小用惯而极有效力的手段。 他还很小的时候, 有一天, 挨了骂, 就想出报复的办法, 脱光了衣服, 赤裸裸地躺在砖地上叫自己受凉。 有一回, 克里斯多夫带来一个曲子, 特意为格拉奇亚的生日做的, 不料被雷翁纳罗拿去弄得不见了, 后来, 人家在一口柜子内发现, 已经给撕成一条一条的了。 格拉奇亚冒了火, 把孩子狠狠地训了一顿, 于是他又哭又叫, 跺着脚, 躺在地下打滚, 大大的发了一场神经病。 格拉奇亚吓坏了, 只得抱着他, 哀求他, 答应了他所有的要求。 从此, 孩子成为主人了, 因为他看清了这一点, 并且几次三番拿出这个有效的武器, 人家简直弄不明白他的神经病有几分是真的, 有几分是假的。 后来, 他也不限于在人家围拗他的时候, 用作报复, 而只要母亲和克里斯多夫, 想一块消磨一个黄昏, 孩子就纯粹凭着恶意来捣乱了。 他甚至因为闲得无聊, 因为想做戏, 因为要试试自己的威力能够到什么程度, 而玩着这个危险的把戏。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约翰·克里斯多夫, 喜欢本故事请订阅专辑或者分享朋友圈。 雷翁·纳罗 极巧妙地发明许多古怪的歇斯底里的花样, 有时饭吃到一半突然抽搐起来, 把玻璃杯翻倒或是把盘子打破, 有时在楼梯上用手抓着栏杆, 手指拘卵, 说是伸不开了, 再不然, 他肩膀底下像针刺一般的疼, 直叫直嚷地打滚, 或者是要避过气去了。 自然, 他结果也闹了一场真正的神经病, 但他的辛苦没有白费, 克里斯多夫和格拉奇亚都被他害住了, 他们再也不得安静。 悠闲地谈话, 看书, 音乐, 所有这些微薄的幸福, 被他们当作天大的乐事的, 从此都给破坏完了。 每隔许多时候, 小坏蛋把他们略微放松一下, 或是因为玩得腻了, 或是因为恢复了孩子脾气, 想着别的事, 现在他知道能控制他们了。 于是他们很快利用, 凡是这样偷来的时间, 每小时都显得特别宝贵, 因为没把握是否能从头至尾不受扰乱, 他们觉得彼此多亲近, 为什么不能长此下去呢? 又一天, 格拉奇亚自己也表示这种遗憾, 克里斯多夫便抓着他的手问, 是啊, 为什么呢? 你是知道的, 朋友, 格拉奇亚不胜畅往地笑了笑, 不错, 克里斯多夫是知道的, 他知道格拉奇亚为了儿子, 把他们的幸福牺牲了, 知道雷翁纳罗的手段, 并没有瞒过格拉奇亚, 可是他还是心疼自己的儿子, 克里斯多夫知道, 那种盲目的骨肉之爱, 使最优秀的人把所有的牺牲精神, 都为了要不得的, 或是没出息的儿女, 消耗完了, 以至于对一般最有资格销售的, 自己最爱的, 但不是同一血统的人, 反倒没有什么可给了, 克里斯多夫虽则很气, 有时想杀死这个破坏他们生命的小妖魔, 结果仍旧默默无声地忍了下去, 懂得格拉奇亚不得不这么做的苦衷, 于是他们俩都放弃了心中的念头, 不再做无意的反抗, 他们分内的幸福, 固然被剥夺了, 可是什么也不能阻止他们两颗心的结合, 并且就为了放弃幸福, 为了共同的牺牲, 他们之间的关系, 比肉体的关系更密切, 个人都对朋友倾吐心中的苦闷, 也听着朋友的苦闷, 互相交换之下, 连悲哀本身都变作欢乐了, 克里斯多夫把格拉奇亚叫做忏悔师, 凡是克里斯多夫的自尊心感到屈辱的弱点, 他都毫不隐瞒, 同时又过分地责备自己, 格拉奇亚一边笑着, 一边劝解这个老孩子的过滤, 克里斯多夫甚至对他说出物质方面的窘况, 但那是先要格拉奇亚答应了不给他任何帮助, 他也声明不接受任何帮助之后才说的, 这是克里斯多夫非维持不可, 而格拉奇亚也加以尊重的最后一道骄傲的防线, 格拉奇亚因为不能使朋友的生活过得舒服一点, 便尽量把克里斯多夫最重视的东西, 自己的温情给他, 克里斯多夫没有一个时间, 不是觉得被格拉奇亚温柔的气息包裹着, 早上睁开眼睛之前, 夜里闭上眼睛之前, 克里斯多夫都要先做一番爱情的末导, 在格拉奇亚那方面, 醒来的时候或是夜里几小时的睡不着的时候, 他总想着, 我的朋友在想念我, 于是他们周围布满了平和田径的气息, 格拉奇亚的健康受了损害, 他老是躺在床上, 或者整天睡在一张躺椅里, 克里斯多夫每日来跟他谈天, 念书给他听, 把他的新作品给他看, 于是格拉奇亚从椅子上站起来, 撑着虚重的脚, 一拐一拐地走到琴前, 弹克里斯多夫拿来的音乐, 这是格拉奇亚所能给克里斯多夫的最大的快乐, 在克里斯多夫的学生中间, 格拉奇亚和塞西尔两人最有天赋, 但在塞西尔是本能地感觉到而并不了解的音乐, 对于格拉奇亚是一种懂得很透彻的美妙和谐的语言, 他完全不知道人生与艺术中间有什么恶魔的因素, 只拿自己玲珑剔透的心, 把音乐照亮了, 把克里斯多夫的心也给照亮了, 朋友的演奏, 使克里斯多夫对自己所表白的暧昧的热情, 了解得更清楚了, 就在自己思想的迷宫中, 克里斯多夫闭着眼睛, 听着他, 跟着他, 握着他的手, 从格拉奇亚的心中再去领会自己的音乐, 等于和这颗心结合了, 把它占有了, 这种神秘的交流又产生出新的音乐, 有如他们生命交融以后的果实。 有一天, 克里斯多夫送给格拉奇亚一册选集, 都是他和朋友的生命交织起来的乐曲。 克里斯多夫对他说, 这是咱们的孩子。 不管是否在一起, 两人的心永远息息相通, 在幽静的古屋中消磨的夜晚, 又是多么甜蜜, 周围的环境似乎就为了衬托格拉奇亚而安排的。 轻生轻气而非常亲切的仆役, 对格拉奇亚竭尽忠诚, 同时又把他们对女主人的敬意与关切, 转移一部分到克里斯多夫身上。 两人一同听着时间的歌曲, 看着生命的水波流逝, 觉得其乐无穷。 格拉奇亚的身体虚弱, 不免使他们的幸福染上一点不安的影子。 但格拉奇亚虽则有些小小的残废, 心胸却是那么开朗, 那些不说出来的疾苦, 反而增加了他的魅力。 他是克里斯多夫的亲爱的痛苦的动人的 脸上放射光明的朋友。 有些夜晚, 克里斯多夫从他家里出来, 胸中的热爱要溢出来了, 等不及明天再跟他说, 便写信给亲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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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拉奇亚。 他们想了几个月的这种轻浮, 以为能永久继续下去了。 孩子似乎把他们忘了, 注意着旁的事。 但放松了一个时期, 孩子又回过头来, 这回可抓着他们不再放手。 阴狠险毒的小子, 非要把他母亲和克里斯多夫分离不可。 他又做起戏来, 没有什么预定的计划, 只逞着每天的性子坐到哪里是哪里。 他想不到自己对人家的损害, 只想拿捣乱做消遣。 他缠绕不休地逼着母亲, 要他离开巴黎到远方去旅行。 格拉奇亚没有力量抵抗, 而且医生也劝他上埃及住些时候, 不应当再在北方过冬。 最近几年来精神上的刺激, 永远为了儿子健康问题的担心, 长时期的躊躇, 面上不露出来的内心的斗争, 因为使朋友伤心而伤心。 总之, 影响格拉奇亚身体的事太多了。 克里斯多夫对这些都很明白, 而且不愿意再增加他的烦恼。 所以, 虽然离别的日子一天天的逼近, 使他很悲伤。 克里斯多夫也一句话也不说, 也不想翻延缓格拉奇亚的行期。 两人都强作镇静, 但互相感应之下, 他们真的变得心平气和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阿尔菲文传喜马拉雅账号。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 阿尔菲文传制作的约翰·克里斯多夫。 作者 罗曼·罗兰 翻译 傅雷 演播 孟兰 第193集 日子到了 那是九月里的某一个早上 他们先在七月中一同离开巴黎 到和他们六年前相遇的地方很近的安家蒂娜 消磨了离别以前的最后几星期。 五天以来, 隐雨不止, 他们不能再出去散步, 差不多单独留在旅馆里。 大部分的旅客都溜了。 最后一天早上, 雨停了, 但山顶上还盖着云, 两个孩子和仆人们先坐了第一辆车动身, 随后, 格拉奇亚也出发了。 克里斯多夫把他送到山路曲曲弯弯, 朝着意大利平原急转直下的地方。 潮气, 透进车棚, 他们俩仅仅仅仅靠在一起, 一声不出, 也不彼此瞧一眼。 四周是半明半暗的, 异样的天色。 格拉奇亚呼出来的气, 在面网上凝成一片水雾。 克里斯多夫隔着冰冷的手套, 紧紧压着他温暖的小手, 两人的脸靠拢了。 隔着潮湿的面网, 克里斯多夫吻了吻那张亲爱的嘴。 到了山路拐弯的地方, 克里斯多夫下来了, 车辆埋在雾中不见了。 克里斯多夫还听到车轮和马蹄的声音。 一片片的白雾在草原上漂浮, 支撑密密层层的网, 寒色的树木似乎在网底下挨淫。 没有一丝风影, 大雾把生命窒息了。 克里斯多夫气吁吁地停下来, 什么都没有了, 一切都过去了。 克里斯多夫深深地吸了一口浓雾, 重新上路。 对于一个不会过去的人, 什么都不会过去的。 一朝离别, 爱人的魔力更加强了, 我们的心只借着爱人身上最可贵的部分。 远方的朋友传来的每一句话, 都有些庄严的回声, 在静默中颤动。 克里斯多夫和格拉奇亚通信的口吻变得沉着, 含蓄, 好似一对已经受过爱情磨练的夫妇, 因为过了难关, 手挽着手走着, 对于他们的前途和角力很有把握了。 个人都相当地强, 足以支持对方, 领导对方, 也相当地弱, 需要受对方的支持与领导。 克里斯多夫回到巴黎, 他本来不愿意再去, 可是, 自己发的这些愿有什么用呢? 克里斯多夫知道, 在那边依旧能找到格拉奇亚的影子, 情势的发展仿佛和他暗中的愿望串通一起, 把意志推翻了, 使他看到在巴黎还有一件新的异物等着他。 消息灵通的高兰德告诉克里斯多夫, 说他的小朋友耶南正在胡闹, 素来溺爱儿子的亚格丽娜不想管束他了, 他精神上也在经历一个苦闷的时期, 自顾不周, 没有心思再管儿子。 自从那次可悲的情变, 把他的婚姻和奥利维的生活一起毁掉以后, 亚格丽娜闭门不出, 过着很稳重的生活。 巴黎社会伴着伪君子的面孔, 把他当作瘟疫一般隔离了相当时间, 又来亲近他, 可是他拒绝了, 他不觉得为了自己的行为, 在这些人面前有什么惭愧, 也认为无需向他们负责, 因为他们比他更要不得。 他坦坦白白做的事, 在他所认识的女子中, 有半数是无声无息的, 戴着家庭的假面具做的。 亚格丽娜觉得痛苦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害了他最好的朋友, 他唯一的爱人, 他不能原谅自己在这么贫弱的世界上, 失去了像他那样的爱。 这些疑恨和痛苦慢慢地简淡了, 剩下来的仅是一种郁闷, 一种瞧不起自己, 瞧不起别人的心理, 还有是对儿子的爱。 亚格丽娜因为所有的爱没有地方可发泄了, 便通通倾注在母爱里面, 使他对儿子一无办法, 没有力量抵抗他的任性。 为了辟解自己的懦弱, 他硬要相信这是向奥利维补赎罪过。 在某个时期内, 他可以对儿子温柔到极点, 然后又厌倦, 马上不闻不问。 一会儿他用着苛求的, 过分烦心的爱和乔治纠缠不清, 一会儿觉得逆烦了, 什么都由他去。 亚格丽娜明白自己教子无方, 心里懊恼得很, 但并不改变方法, 等到他偶尔想要把做人之道, 抑着奥利维的精神改速一番的时候, 结果真是可叹。 奥利维的悲观主义 对他母子俩都不合适。 亚格丽娜想只用感情来控制儿子, 这当然是对的, 因为两个人不管怎么相像, 除了感情以外, 毕竟没有别的联系。 乔治·耶南很受母亲的吸引, 喜欢母亲的声音, 她的姿态, 她的动作, 她的柔媚, 她的爱。 但乔治觉得, 精神上和母亲是完全陌生的。 在母亲方面, 直到青春期的第一阵风吹起来, 把儿子吹远去了, 亚格丽娜才发觉这情形, 于是她惊异, 愤慨, 以为乔治的疏远是由于别的女性的影响, 便很笨拙地想消灭那些影响, 结果反而使乔治离得更远。 其实, 他们一块生活的时期, 素来各转各的念头, 对于双方的分歧点, 抱着自欺欺人的幻想, 因为有些表面上的共同的好恶, 而以为彼此相同。 但等到孩子从模棱两可的, 留着女性气息的阶段, 转入成人的阶段, 那些共同的情感, 就没有了。 亚格丽娜很心酸地对儿子说, 我不知道你究竟像谁, 既不像你父亲, 也不像我。 这样, 亚格丽娜更使乔治体会到两人之间的不同, 乔治暗中还因之骄傲, 同时也有点焦躁不安的情绪。 上一代跟下一代对于彼此格格不入的成分, 永远比对于彼此接近的成分感觉得更清楚, 他们都需要肯定自己的生命, 即使要用不公平的行为或扯谎做代价也有所不惜, 但这种感觉的强弱是看时代而定的。 在古典时代, 因为文化的各种力量在某一个时期内得到了平衡, 好比有陡峭的山坡围绕着的一块高地, 所以在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 水准并不相差太大, 可是在一个复兴的时期或颓废的时期, 那些或是往上攀登或是往陡峭的山坡冲下去的青年, 往往把前人丢得很远。 而乔治和他年龄相仿的人正在攀登山峰, 在思想上、性格上, 他没有过人的地方, 无论学什么, 能力都差不多, 成绩没有一样是超过中上的。 可是他入世的时候, 已经毫不费力地比他的父亲, 比那个在短短的一生中, 消耗了一笔不可估计的智慧与毅力的父亲, 高出了几级。 他的理智在世界上才睁开眼来, 就看到了周围, 这一片仅仅有几点炫目的微光的黑暗, 一大堆的可知与不可知, 敌对的真理, 矛盾的错误, 为他父亲不胜烦躁地摸索过来的, 但同时他意识到自己有一件武器可以使用, 那是奥利维从来没认识的, 他的力, 他的力从哪来的, 那是一种神秘的现象。 一个疲弱到昏昏入睡的民族突然复活起来, 好似山中的一道极流, 到了春天突然泛滥一样。 他怎么使用这股力呢? 是不是也要去开发现代思想, 这个迷离扑朔的丛林呢? 不, 那对他毫无吸引力, 他还觉得有许多潜伏的危险, 在那里威胁他。 他们曾经把他的父亲压倒了, 与其再来一次同样的经验而回到悲惨的森林中去, 他宁可放一把火把它烧了。 凡是奥利维为之着迷的, 讲着明哲的理论或是表现神圣的疯狂的书, 例如托尔斯泰那种虚无主义的怜悯, 义普生那种以破坏为能事的骄傲, 尼采的那种狂热, 瓦格纳的那种壮烈的, 赋予刺激性的悲观主义, 他才看了一眼, 就又愤怒又惊骇地掉过头去了。 他恨写实派的作家, 在半世纪中把艺术中间欢乐的成分都消灭了, 可是笼罩着他童年的凄凉的梦影, 毕竟不能完全抹掉。 他不愿意向后回顾, 但明明知道影子就在后面。 因为太健康了, 他不能用上一个时代的懒惰的怀疑主义, 把不安的心绪引到别的路上去。 他痛恨勒南和阿纳托法朗士一派的玩世气息, 认为是自由思想的没落, 没有快乐的笑, 没有气魄的幽默, 那种可耻的方法只适用于做奴隶的人, 因为不能斩断铁锁就拿着铁锁玩。 他太刚强了, 不能拿怀疑来满足自己, 同时又太懦弱了, 不能由自己来确定什么。 但他需要确定, 一心一意地追求着。 而社会上永远有些孤名钓鱼的人, 空头的大文豪, 投机的思想家, 利用青年们这个顽强的, 苦苦追求的欲望, 大吹大雷地叫卖他们的解毒剂。 这些大医生个个都在台上喊着说, 只有他的补药是好的, 别人的全是不好的。 其实他们的秘方都是半斤八两, 没有一个卖药的肯费心去找什么新方子, 他们都从柜子里搬出些破烂的药瓶。 所谓万应灵丹, 有的是旧教教会, 有的是正统的王室, 有的是古典的传统。 还有一帮开玩笑的家伙, 说只要恢复拉丁文, 就能把所有的病都给治好。 另外一批, 说着叫傻子们听了发呆的大话, 一本正经地提倡地中海精神, 过一赏也可以提倡大西洋精神呢。 俨然以新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命, 以反抗北方与东方的蛮子自命。 说来说去, 无非是废话, 东遮西时的废话, 那好比图书馆中的底货, 被他们拿来随便往四下里播送。 年轻的燕南像他所有的同伴一样, 到一个一个的贩子那边, 去听他们的夸口, 有时也受着诱惑, 走进棚子, 然后大失所望地退出来, 有点羞愧, 因为糟蹋了金钱与时间, 只看到衣衫破烂的老丑爵。 可是青年人的迷梦不容易醒, 相信确定的事一定会找到的, 所以听见一个新的贩子说有什么新的希望出卖, 又跑去上当了。 他是真正的法国人, 天生的爱好秩序, 但非常挑剔, 他需要一个领袖, 可是对无论哪个领袖都受不了, 他的甜面无情的讥讽, 把他们一个个儿的都批驳得体无完肤, 在他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告诉他谜底的人的时候, 他等不及了, 他不像父亲肯一辈子以探求真理为满足, 他的烦躁的年轻的力需要消耗, 不管有无理由, 他要打定主意, 要行动, 要使用他的精力。 先是旅行, 艺术, 尤其是他拼命吸收的音乐, 成为他间歇的如醉若狂的消遣, 人长得很俊, 又是早熟, 又受到许多诱惑, 早就发现了外表那么迷人的爱情的天地, 便用一种富有诗意的, 贪婵的, 兴奋的心情跳进去。 但这个善与钟情的少年, 天真与贪得无厌的程度, 简直没有分寸, 所以不久就对女人厌倦了, 需要行动了。 于是他对体育着了迷, 每样都要试, 每样都要玩, 凡是斗剑和拳击的比赛, 他无不参与, 又是赛跑与跳高的全国冠军, 当着某足球队的队长。 他和几个像他一类的青年疯子, 有钱而抖露的家伙, 在汽车竞赛中比胆量, 其荒唐激烈的情形, 等于死亡的比赛。 随后他又丢下一切, 去搞新的玩意儿, 群众的飞机狂把他传染了。 在兰姆斯举行的航空大会中, 他和三十万人一起呐喊着, 快乐地哭了, 觉得自己在这个庆祝欢呼的场合, 和全人类结合了。 人和鸟一样在他们头上飞过, 把他们也带到了空中。 自从大革命的黎明时期以来, 破条第一遭, 这些民众举眼望着天空, 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给打开了。 年轻的燕南说, 要加入争掠天空的队伍, 使母亲听了大吃一惊, 她哀求他, 甚至于命令他放弃这个危险的野心。 乔治却只管独断独行。 亚格丽娜以为, 克里斯朵夫一定是站在他这一边的, 不料克里斯朵夫只嘱咐孩子小心一点。 其余的话, 克里斯朵夫断定乔治绝不会听, 要是他处在乔治的地位, 也不会听的。 克里斯朵夫认为, 即使能够, 也不可以阻挠那些年轻的力量, 不让他们有健康而正常的活动。 要是这么办了, 他们可能回过来毁灭自己。 亚格丽娜不能听天由命地让儿子逃出掌握, 她真心以为自己已经把爱情放弃了, 可是没用, 她仍少不了爱情的幻象。 她所有的感情, 所有的行为都染着爱的色彩。 多少做母亲的人都把不能在夫妇之间或情人之间发泄的热情移在儿子身上, 一招看到儿子对自己居然满不在乎了, 不再需要他们了, 精神上的痛苦就跟情人的欺骗和爱情的幻灭没有分别。 这下对于亚格丽娜又是一个新的打击。 乔治可完全没觉得, 青年人万万想不到周围发生着什么感情的悲剧, 他们来不及看到, 自私的本能叫他们头也不回地往前直冲。 亚格丽娜自个儿把这个新的痛苦吞了下去, 直到日子久了, 痛苦慢慢地解淡了, 她才得到释放, 同时她的爱也跟着解淡了。 当然, 亚格丽娜始终爱着儿子, 但那是一种远远的, 没有幻想的情爱, 因为明知这情爱是无用的, 所以她对于自己的感情和儿子都不以为意了。 亚格丽娜这样悠悠郁郁地挨了一年, 乔治一点没注意, 然后这颗遭逢不幸的心既不能死, 也不能没有爱情而活下去, 就得造出一个对象来让自己爱。 于是, 亚格丽娜忽然有了一种奇怪的热情, 这个情形, 在某些女性, 特别是一般最高尚, 最不容易让人高攀的心灵, 到了成熟时期, 而没有踩到人生的莓果的话, 常常会发生的。 亚格丽娜认识了一个女子, 一见之下, 就被这女子神秘的吸引力抓住了。 那是一个女修士, 年纪和亚格丽娜差不多, 专做救济事业的, 人长得高大, 强壮, 有点臃肿, 褐色的头发, 脸上的线条很好看, 很显明, 眼睛极精神, 一张扩大而细腻的嘴巴老是在微笑, 下巴的长相表示性格专横, 她聪明过人, 没有一点感伤气息, 像乡下女人那么狡猾, 对实际的事物很精明, 再加上南方人的想象力, 目光远大, 必要时也会把尺度看得很准, 神秘主义的气息和老公正人那样的阴险混在一起, 特别有种韵味。 这女修士是惯于支配人的, 而且支配的不着痕迹。 亚格丽娜立刻被她迷住了, 对救济事业热心得不得了, 至少她自己这么相信着。 女修士安日尔知道这股热情为的是谁, 挑起这一类的情绪, 原是她最拿手的本领, 表面上装作没注意到对方的热情, 骨子里她却是很冷静地拿她去献给她的上帝和她的救济事业。 亚格丽娜把金钱、意志、感情通通捐献了出来, 她变得慈悲了, 因为需要爱而变得有信仰了。 大家很快就注意到她着了魔, 只有她自己没觉得。 乔治的监护人开始担心了, 连一向很慷慨、糊涂、 不注意金钱问题的乔治, 也发觉了母亲被人利用, 大为懊恼。 乔治想和亚格丽娜恢复从前的亲密, 可是太晚了, 两人中间已经隔了一重幕。 乔治把这个情形归咎于妖术作祟, 对于那个她称为阴谋家的女人, 甚至也对于母亲, 公然表示气愤至极。 乔治认为母亲的感情是她的私产, 绝不能让一个不相干的女子侵占。 乔治可没想到, 那是自己放弃了才被人侵占的。 这时, 乔治非但不想反而把她争回来, 反而对付得很笨拙, 使人难堪。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二非文传》喜马拉雅账号。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 《二非文传》制作的约翰·克里斯多夫。 作者 罗曼·罗兰 翻译 傅雷 演播 孟兰 第194集 母子两个都是脾气急躁、性情激烈的人, 不免交换一些难堪的话, 加深了原有的裂痕。 而安日耳左右雅格丽娜的力量, 反倒因之更加巩固。 乔治便像脱缸的野马一般往外跑了, 只管忙着玩, 他去赌博, 输了很多的钱, 并且一边乱搞, 一边还故意在人前招摇, 为了好玩, 也为了报复母亲的胡闹。 乔治和史丹芬 抬来斯德拉特家里的人是熟的, 高兰德早就注意到这个漂亮青年, 想在他身上再试一试自己风韵游存的魔力。 他知道乔治的种种荒唐事, 觉得挺有意思。 表面上高兰德虽很轻挑, 人却是通情达理, 好心也是真的。 由于这两点, 高兰德发觉了这个疯疯癫癫的青年所冒的危险, 又因为高兰德知道自己绝技救不了乔治, 便通知了克里斯多夫。 克里斯多夫接到信就赶回来了。 他是唯一对年轻的燕南有点影响的人, 影响并不大, 而且是断断续续的, 但因为无法解释, 所以这影响尤其值得注意。 克里斯多夫属于昨日的一代, 正是乔治和他的伙伴们 以非常激烈的态度反抗的一代。 克里斯多夫又是那个暴风雨时代的最高代表之一, 而青年人对于暴风雨时代的艺术和思想 都存着猜忌的敌意。 凡是新的福音书, 小型的先知和老魔术师嘴里的符咒, 像一般老实的年轻人不诵的, 连罗马连法国连全世界都能挽救过来的, 灵验如神的秘方, 都与克里斯多夫无缘。 他忠于自由的信仰, 不受任何宗教的拘束, 不受任何党派的影响, 不受任何国家的限制。 可是, 这种信仰已经不实行了, 或者还没重新实行。 最后, 他虽然已经把国家问题摆脱干净, 但在巴黎毕竟是个外人, 因为照当时的风气, 每个国家的人都是把外国人看作蛮子的。 年轻的耶南, 轻浮快活, 最恨扫兴的人, 一味喜欢作乐, 喜欢剧烈的游戏, 极容易受当时那一套花言巧语的骗, 因为筋骨强壮, 思想懒惰, 而偏向于法兰西行动派的暴力主义, 同时又是国家主义者, 又是保王党, 又是帝国主义者, 他自己也不大弄得清, 心里却只佩服一个人, 克里斯朵夫, 凭着早熟的经验, 和得知与母亲的灵敏的感觉, 乔治早已认出克里斯朵夫是了不起的, 他自己的社会是一文不值的, 虽然依旧割舍不得这个社会, 也不因为他一文不值, 而减少自己的性质, 乔治白白拿运动和行动 来麻醉自己, 父亲的遗传始终没有摆脱, 他常常会突然之间有一阵空泛的不安, 觉得需要替自己的行动确定一个目标, 这便是从奥利维身上来的, 还有使他去接近奥利维曾经爱过的人的, 那种神秘的本能也是得知于奥利维, 乔治去探望克里斯朵夫, 生性爱说话, 甚至有点嘴碎, 他喜欢讲自己的事, 从来不管克里斯朵夫有没有时间听他, 可克里斯朵夫听着他, 毫无不耐烦地表示, 但逢着乔治突如其来的上门, 打断了他的工作时, 他就心不在焉了, 他的精神会溜走几分钟, 把胸中的作品润色一下, 然后再回到乔治身边, 他对于这种情形觉得很好玩, 正如一个人点着脚尖回到屋里, 没人听见, 但也有一两次乔治注意到了, 愤愤地说, 你怎么不听我呀? 于是克里斯朵夫不好意思了, 马上很温柔地听下去, 并且听得格外用心, 借此表示歉意, 乔治说的故事, 颇有发学的地方, 克里斯朵夫听到某些胡闹的事, 不由地笑了, 因为乔治无话不谈, 并且坦白的程度, 使人对他毫无办法, 可是有些笑话, 在克里斯朵夫是觉得, 笑不出来的, 乔治的行为往往使他很难过, 克里斯朵夫不是一个圣人, 并不自以为有教训别人的资格, 乔治的风流式和灰金如土的作风, 还不是克里斯朵夫最愤慨的事, 他最难宽恕的, 是乔治把自己的过失看得轻描淡写, 非但不以为意, 还认为挺自然, 他对于道德的观念和克里斯朵夫的完全不同, 对于他那一类的青年, 男女关系只是一种自由的游戏, 无所谓道德不道德, 只要相当坦白, 只要心地好, 也不用顾虑周祥, 就够得上称为诚实君子了, 他绝不像克里斯朵夫那样认真, 给自己找麻烦, 克里斯朵夫看了大不以为然, 尽管不愿意强迫别人跟他一样看法, 他毕竟不是个宽容的人, 以前那种火气不过减掉了些, 有时照旧会发作的, 他不能不把乔治的某些手段看作卑鄙, 老实不客气地对他说出来, 乔治不比他更有耐性, 两人常常吵得很凶, 接着便急兴气地不见面, 克里斯朵夫发觉, 自己这样的生气, 绝不能改变乔治的行为, 而硬要一个时代的道德去适合另一个时代的标准, 也有些不公平, 但他不由自主, 一有机会又发作了, 对于我们依靠了一辈子的信仰, 怎么能怀疑呢? 那简直是放弃人生了, 干嘛要假装想着自己没有的思想, 去学邻人或敷衍邻人呢? 这是毁灭自己而对谁都没有好处的, 最要紧的是保持我们的本来面目, 应当有胆量说, 这是好的, 那是坏的, 一个人要帮助弱者, 应当自己成为强者, 而不是和他们一样变作弱者, 对于已经做了的坏事, 不妨宽大为怀, 如果你愿意, 对于将做未做的坏事, 可绝不能放松, 这态度当然是对的, 但乔治绝不肯把将要做的事, 和克里斯多夫商量, 他将要做些什么, 恐怕连自己都不知道, 只等事后才告诉他, 那时, 那时, 除掉不声不响地存着责备的心, 像一个明知不会有人听的老伯老叔一般, 望着这个淘气的孩子, 怂怂肩膀笑笑以外, 还有什么办法, 逢着这样的日子, 他们就要沉默好一会儿, 乔治, 瞧着克里斯多夫那双出神的眼睛, 觉得自己完全变成了个小孩子, 克里斯多夫的俏皮的深刻的眼光, 赛世一面镜子, 照出了乔治的本相, 使他看了也不觉得体面, 克里斯多夫难得搬出乔治, 告诉他的心腹话来埋怨他, 仿佛根本没听见, 两人在眼睛里, 默默地交换了几句以后, 他气哼哼地摇了摇头, 然后讲一桩, 似乎跟刚才的事, 秒不相关的故事, 或者是他自己的历史, 或者是别人的, 有时是真实的, 有时是虚构的, 乔治慢慢地看到, 在可恼可笑的情境中, 明明白白地显出他的副本, 那是他认得的, 经历着一些和他类似的错误, 他看了不由地要笑自己, 笑他那副可怜的面目了, 克雷斯朵夫不加暗语, 这种洒脱的态度, 反倒加强了故事的作用, 他提到自己, 像提到旁人一样, 用着同样满不在乎的神器, 同样达观, 同样安定的心情, 这点安静的气息, 把乔治感动了, 他就是来找这种气息的,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约翰·克里斯朵夫,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者分享朋友圈, 等到叙叙叨叨地招供完了, 他仿佛一个人在入暑熏征的下午, 扎手无脚地躺在大树底下, 火辣辣的阳光, 使人头晕眼花的刺激没有了, 平和田径的气氛, 像翅膀一样张盖在他身上, 眼看身边这个人, 心平气和地, 挑着那么重的人生的担子, 乔治自己的骚动也平静了, 听着克里斯朵夫说话, 他整个的人都得到休息, 他也和克里斯朵夫一样, 不是始终听着的, 往往让自己的精神溜出去, 但不管游魂到哪里, 克里斯朵夫的笑声老是在他的周围, 可是老朋友的思想, 对他仍旧是陌生的, 乔治心里奇怪, 克里斯朵夫怎么能忍受那种精神上的孤独, 怎么能跟艺术团体, 政治党派, 宗教党派, 任何集团都不发生关系, 他问他, 你从来不觉得需要把自己关在一个阵地里吗? 哼, 把自己关在一个阵地里, 克里斯朵夫笑道, 我们在外边, 不是很好吗? 你整天跑在外边的人都说要把自己关起来, 哦, 精神和肉体不同的, 乔治回答说, 精神需要肯定, 需要和别人一同思想, 接受同时代所有的人都接受的原则, 我羡慕从前的人, 古典时代的人, 我的朋友们要恢复过去美妙的秩序, 是对的, 哼, 没勇气的家伙, 克里斯朵夫说, 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灰心的人, 我并不灰心, 乔治愤愤地争辩, 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是灰心的, 不灰心又怎么会怕你自己, 怎么, 你们需要一种秩序而不能自己来创造吗? 你们要掉在曾祖母的裙脚上, 天哪, 你们不能自个儿走路吗? 先得把自己的根种在土里, 乔治非常得意地说出, 这句当时流行的话, 要把根种在土里, 难道树木就得给装在箱子里吗? 这儿有的是泥土, 大众可用, 把你的根插进去吧, 找出你的规则来吧, 在你自己身上找吧, 我没有时间, 乔治说, 你这是害怕, 克里斯朵夫回答, 我没有时间, 乔治说, 你这是害怕, 克里斯朵夫回答, 乔治先是不服, 后来终于承认, 要他瞧自己的内心的确没劲, 他不懂, 人家怎么会对此津津有味, 靠在这个漆黑的窟窿上面张望, 不是有掉下去的危险吗? 那么, 把你的手让我拿着好了, 克里斯朵夫说, 他说着便好玩地揭开窟窿的盖子, 让乔治对人生的现实而悲壮的境界, 看了一眼, 乔治马上倒退了一步, 克里斯朵夫笑着, 把风洞重新关上, 你怎么能这样过活的? 乔治问, 我不是活着吗? 并且很快乐呢? 克里斯朵夫说, 我要是老看到这个, 我会死的, 克里斯朵夫拍拍他的肩膀, 哈哈, 我们的运动健将, 原来不过如此, 好吧, 你别瞧就是了, 唐使觉得头脑不够结实的话, 反正没有谁强迫你, 向前吧孩子, 可是要向前, 也用不着要一个主子在你肩膀上打印, 像对付牲口一般, 你等什么? 信号早已发出, 庄安的军号已经吹过, 马队已经在前进了, 你只要管着你的马, 快快地归队, 向前奔吧, 往哪儿去呢? 往你的队伍所去的地方, 去征服世界, 抓住空气, 降伏元素, 冲破自然界的最后一批堡垒, 你得逼空间后退, 逼死神后退, 戴达罗斯已经把天空试探过了, 你拉丁文很好, 可知道下面这句话吗? 能不能把它解释给我听? 他已经渡过了阿蟹龙, 瞧, 这便是你们的命运, 你们这般幸运的争掠者。 他把新的一代应当负得英勇的责任, 说得明明白白, 乔治不禁诧异地问道, 既然你感觉到这些, 干嘛不跟我们一起来呢? 因为我另有任务, 去吧孩子, 去干你的事, 尽管追出我, 只要你能够, 我嘛, 我留在这儿, 我要担任警戒, 你读过天方夜谭, 该记得其中有一个精灵, 像山一般高, 被关在压着索罗门印喜的箱子里, 你知道没有, 精灵就在这儿, 在我们的灵魂深处, 就是你不敢低下头, 去瞧一瞧的那颗灵魂, 我跟我同时代的人, 和他搏斗了一辈子, 我们没有把他打败, 他也没有把我们打败, 如今我们和他都在透一口气, 彼此瞪着眼, 可没有怨恨, 没有恐惧, 对咱们的战斗都很满意, 等着休战期满, 你们哪, 你们该利用休战的机会, 阳精蓄锐, 预备去摘取世界上的莓果, 你们尽量的快活吧, 享受这个短时期的休息吧, 可是千万记住, 你们, 或是你们的儿子们, 有一天从征略大业中回来的时候, 应当回到我现在所站的地方, 拿出新的力量, 跟留在那边, 而为我在旁监视的精灵搏斗, 这搏斗, 虽则中间可能有多少次的休战, 但直到两者之间, 有一个被打倒的时候, 才能结束, 你们应当比我们更强, 更幸福, 目前你尽管玩你的运动, 如果你愿意, 你得活动你的筋骨, 锻炼你的心智, 别发傻劲, 把你跃跃欲试的精力, 为一些无聊的事浪费掉, 放心, 你现在所处的时代, 早晚会用到你的精力的, 克里斯多夫说的话, 乔治并没记着多少, 他胸襟相当宽大, 足够容纳克里斯多夫的思想, 但他一只耳朵近, 一只耳朵出, 还没走完楼梯, 已经把什么都忘了, 可是他仍旧有种甜美的, 畅快的感觉, 即使在产生这种感觉的事情, 早已想不起的时候, 也是这样, 乔治对克里斯多夫非常尊敬, 却完全不信克里斯多夫信仰的东西, 他心里一无信仰, 对什么都是一笑置之, 但要是有谁敢毁谤他的老朋友, 他是会拼命的, 幸而没有人在他面前, 说克里斯多夫的坏话, 否则他什么事都会干出来, 克里斯多夫把风向看得很准, 不久, 他果然转变了, 年轻的法国音乐的理想, 是和他的理想不同的, 这一点是克里斯多夫对法国音乐的好感, 多添了一个理由, 但法国音乐界对他绝对不同表情, 他在群众之间那么实行, 绝不能使那些闹饥荒, 闹得最厉害的青年和他携手, 他们肚子里没有多少东西, 所以牙齿格外长, 格外要咬人, 克里斯多夫可不把他们的凶恶放在心上, 他们多么认真呢, 他说, 这些孩子正在磨练牙齿呢, 比较之下, 他几乎更喜欢他们, 而讨厌那帮因为他的声名, 而来巴结他的小狗, 好似杜皮尼说的, 一条猛犬, 把头伸在一只奶油玻璃时, 就有小狗们来舔他的胡子, 表示庆贺, 克里斯多夫有一部作品, 被歌剧院接受了, 才接受, 人家就开始排练, 有一天, 克里斯多夫看到报上, 又攻击他的文章, 说为了他的作品, 人家把预定上演的一个青年作家的剧本, 无限期地割下去了, 那记者不慎愤慨, 认为这种滥用势力的事, 应当由克里斯多夫负责, 克里斯多夫跑去见经理, 对他说, 你没预先通知我, 那怎么行呢, 你该把那部先收下的歌剧先上演, 经理大惊小怪地嚷着, 嘻嘻哈哈地拒绝了, 他把克里斯多夫的人品, 作品, 天才, 竭力恭维了一阵, 对另外一部作品表示轻蔑到极点, 一口咬定他一文不值, 绝对不能卖座, 哼, 那么你干嘛收下来呢, 哎, 一个人不能每样事都逞着自己的心思去做, 每隔一些时候, 我们不能不敷衍一下舆论, 从前, 那些青年尽管叫叫嚷嚷, 谁也不理会的, 此刻他们找到了一个方法, 挑拨一帮国家主义派的报纸来攻击我们, 把我们叫做卖国贼, 列等法国人, 当时我们不幸, 而没对他们的少壮派表示钦佩的话, 哼, 少壮派, 就谈少壮派吧, 要不要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啊, 我真是受够了, 群众也是受够了, 他们用那种晚歌来叫你头痛, 卖馆里没有一滴血, 对你老唱着弥撒记, 描写爱情的两重唱, 简直像追思祈祷, 倘若我糊里糊涂, 拿人家硬要我接受的剧本上演, 要不把我的戏院亏完才怪, 我把作品接受下来就完了, 人家不能要求我呀, 哎, 谈咱们的正经吧, 你呀, 你的大作是准会叫作儿的, 接着又是一大番恭维, 克里斯多夫直接了当地打断了他的话, 气冲冲地说, 我绝不上当, 如今我老了, 成功了, 你们便利用我来压倒青年人, 我年轻的时候, 你们也曾用同样的手段压倒我, 要不先上演那个青年的剧本, 我就把我的撤回, 经理举起胳膊向着天, 回答说, 哎呀, 难道你不明白, 唐使我们听了你的话, 人家岂不以为我们被报纸的攻击屈服了吗, 那对我有什么相干, 哎呀, 随你吧, 第一个吃亏的还是你,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阿尔菲文传喜马拉雅正好。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 阿尔菲文传制作的约翰·克里斯多夫, 作者罗曼·罗兰, 翻译傅雷, 演播孟兰, 第195集, 于是, 大家开始排练青年音乐家的作品, 同时也不终止练习克里斯多夫的作品, 一部是三幕的, 一部是两幕的, 戏院决定拿他们在同一晚上演出, 克里斯多夫和他所提拔的人见了面, 他要亲自报告这个消息, 那青年受了许多感激的话, 表示, 莫齿不忘。 经理全副精神地对付克里斯多夫的剧本, 克里斯多夫当然没法阻止, 另一部作品的演出没有被照顾到, 克里斯多夫却一点不知道, 只参加了几次排练, 觉得作品很平常, 随便表示了一些意见, 人家也不表欢迎, 他便至此为止, 不再顾问。 此外, 经理又要那位新晋作家, 把作品删截一部分, 倘若他愿意马上演出的话。 这种牺牲, 作者先是很乐意地答应的, 不久却大不痛快了。 上演那晚, 新作家的剧本完全失败, 克里斯多夫的大为成功, 有几家报纸竭力攻击克里斯多夫, 说那是故意做的圈套, 要陷害一个年轻而伟大的法国作家, 他们说歌剧院为了巴结德国大师, 而把法国作家的音乐割裂了, 而这个德国大师, 是嫉妒一切新兴的明星的。 克里斯多夫怂怂肩膀, 想到, 他会答复他们的, 可是那个他一声不出。 克里斯多夫把这些批评, 剪了一部分寄给他, 付了一句话, 你看到没有? 他回信说, 遗憾之至, 那位新闻记者太关切我了, 真是, 我很抱歉, 最好还是别放在心上。 克里斯多夫笑了, 心里想, 他说得对, 这个胆怯鬼。 于是, 他把这件事, 像他所谓的, 置之脑后了。 但那个难得看报, 而且除了体育新闻以外, 都看得很马虎的乔治, 这回竟一眼看到了, 抨击克里斯多夫最剧烈的文字。 他认得那个记者, 便跑到一家, 准可以找到他的咖啡店去, 果然找到了, 打了他嘴巴, 跟他决斗, 一箭刺伤了他的肩膀。 第二天, 克里斯多夫一边吃中饭, 一边从一封朋友的信中, 知道了这件事, 马上气都塞住了, 饭也没有吃完, 就赶到乔治家里。 出来开门的就是乔治, 克里斯多夫像一阵狂风般卷进去, 抓着他的胳膊, 愤愤地摇着, 破口大骂。 畜生, 你为了我去跟人打架, 谁允许你的? 你这个小子, 你这个糊涂丑, 居然来管我的事, 难道我自己管不了吗? 嗯? 你以为占了便宜, 你给这个坏蛋面子跟他决斗, 那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呢? 这下他变成了一个英雄了, 知道没有? 傻瓜! 而且要是不巧, 我断定你是依着你的老脾气, 冒冒失失地去干的, 要是你送了命, 可怜丑, 我简直一辈子都不能原谅你! 乔治早已笑得像疯子一般, 听了最后一句威吓的话, 更是捧腹大笑, 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哈哈哈哈, 老朋友, 你真是怪了, 太滑稽了, 因为我替你出了气, 你这样骂我, 下回我攻击你, 也许你会跟我拥抱了。 克里斯多夫住了嘴, 把乔治搂在怀里, 亲着他的脸, 然后又说, 哦, 我的孩子, 对不起, 我老糊涂了, 可是这个消息把我瞎坏了, 跟人打架, 亏你想得出, 我们犯得上跟这种人打架吗? 答应我, 以后不能再这样胡闹! 我什么也不答应你, 乔治说, 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可不许, 听见没有, 唐使你再闹这种事, 我就不要再看到你了, 我要登报否认你, 我要把你, 哎, 取消继承权是不是, 好, 随你吧, 哦, 得了, 乔治, 我是要求你啊, 你这么来一下有什么用呢? 哎, 亲爱的老朋友, 你人比我好几千倍, 比我多知道的事简直数不清, 但对于那些流氓, 我比你认得更清楚, 你放心, 那是有用的, 现在他们要侮辱你, 先要把他们的毒蛇, 颠颠金两了, 嘿, 那些小子, 对我有什么相干, 他们说的话我都一笑置之, 可是我并不一笑置之, 你只管你自己的事吧? 这样以后, 克里斯朵夫唯恐, 再有什么新的文章, 引起乔治猜疑, 事情真滑稽, 以后的几天, 从来不看爆的克里斯朵夫, 居然铺在咖啡店的桌子上, 翻着所有的日报, 预备看到一篇辱骂的文章, 就想尽方法, 不管是什么卑鄙的方法, 不让他落在乔治眼里, 过了一星期, 他才放了心, 孩子果然说得不错, 乔治的举动, 叫那些叫叫嚷嚷的家伙, 都要想一想了, 而克里斯朵夫一边, 尽管埋怨小疯子, 耽误了他八天的工作, 一边觉得自己也没有资格教训他, 他想到从前, 还不算这么长久呢, 自己为了奥利维而跟人决斗的事, 于是他仿佛听见奥利维对他说着, 由他去吧, 克里斯朵夫, 我欠你的债, 也得还你的, 人家的攻击, 克里斯, 人家的攻击, 克里斯朵夫固然不以为意, 另外一个人, 却没有看破一切的涵养, 那便是爱卖于现, 欧洲的思想界, 演变得非常快, 他仿佛跟机械方面的新发明, 和新的引擎同时加增了速度, 偏见与希望这种存粮, 从前足够维持人类一二十年的, 此刻在五年之中就被消化掉了, 几代的思想都在那里飞奔, 一代跟着一代, 往往还是一代踏着一代, 时间已经下了冲锋令, 爱卖于现被人追出了, 欧哥法兰西毅力的诗人, 从来没否认他宗师奥利维的理想主义, 尽管爱国心那么热烈, 他依旧崇拜精神上的崇高伟大, 他在诗歌中, 提高着嗓子预告法兰西的胜利, 乃是要借此表示自己的信仰, 表示他的爱法兰西, 是因为他代表今日欧罗巴最高的思想, 代表那个向暴力反攻而得胜的权力, 不料权力本身就染上了暴力的气息, 暴力又赤裸裸地出现了, 新兴的一代, 结实, 耐苦, 渴望战斗, 在没胜利之前, 就存着胜利者的心理, 他凭着他的肌肉, 凭着他宽阔的胸脯, 凭着他的强烈而渴求享受的感官, 凭着他像鸟鸟一般, 翱翔于平原之上的巨翼, 而得意洋洋, 迫不及待地想扑下来, 试试他的利爪, 民族的鹦鹉, 超越海洋, 超越阿尔卑斯的飞翔, 横跨非洲沙漠的驰骋, 新时代的十字军, 神秘气息不比菲利浦二世和维拉阿度安为少, 功利观念也不比他们多, 把民族的头脑冲昏了, 那些年轻人对于战争的认识都是从书本上来的, 以为是壮美的, 他们声势汹汹, 取着挑衅的态度, 什么和平, 什么思想, 他们都厌倦了, 他们所宣扬的是战争, 说法兰西的威力将来可以在战争的红炉中锻炼出来, 因为种种的学说无非是可验的空谈, 他们便存了反抗的心, 瞧不起以信仰为主的理想, 他们大吹大雷, 提倡狭窄的见识, 粗暴的现实主义, 也提倡民族的自私自利, 露骨的自私自利, 只要能增加本国的光荣, 不惜把别人和别的民族踩在脚下, 他们排斥外族, 反对民主, 极力主张, 连最无信仰的人在内, 恢复旧教的势力, 因为他们需要把宇宙万物的本体集中在一处, 需要把无穷无极交给维持秩序而掌权的人监督, 昨天那些温和的饶舌家, 空洞的理想主义者, 人道主义的思想家, 不但受到轻视, 并且还被认为社会的罪人, 在青年人眼中, 爱卖余线便是属于这一类的, 而爱卖余线为之非常痛苦, 也非常愤慨, 他知道, 克里斯朵夫像自己一样, 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 而且更厉害, 便同情克里斯朵夫了, 他的恶劣的心绪, 早已使克里斯朵夫灰心, 不再去看他, 现在, 爱卖余线的骄傲仍旧不允许他去找克里斯朵夫, 使人看出他后悔, 但他想出办法, 好像是无意中遇到的, 而且还使对方先来迁就他, 这样以后, 他的小心眼儿的脾气总算满足了, 不再隐藏他欢迎克里斯朵夫的访问, 从此, 两人时常见面, 不是在这个家里, 就是在那个家里, 爱卖余线, 把心中的牢骚都对克里斯朵夫说了, 他被那些批评惹得气愤至极, 又因为克里斯朵夫不怎么动心, 就拿报上评论克里斯朵夫的文字给他看, 人家说, 克里斯朵夫不懂他本行的文法, 不懂和声, 剖窃同行, 亵渎音乐, 叫他做老疯子, 又说, 这些大发神经的表演, 我们受够了, 我们是代表秩序, 代表理智, 代表古典的平衡, 克里斯朵夫看了只觉得好玩, 他说, 这是应有的事, 青年人总把老年人丢在臭沟里的, 不错, 在我的时代, 一个人要到六十岁才被认为老, 如今大家跑得快多了, 无线电, 飞机, 每一代的人都疲倦得更快, 可怜的家伙, 他们的得意也不会久的, 让他们赶快瞧不起我们, 在太阳底下药物扬威吧, 但爱卖余线, 不是像克里斯朵夫那样健康的人, 他思想上是刚强的, 却受着有病的神经控制, 心是热烈的, 身体是残废的, 他需要战斗, 却生来不是个战斗的人, 某些恶毒批评, 竟使他痛彻心扉, 哦, 他说, 要是批评家们知道, 他们随便说的一句不公平的话, 使艺术家受到怎样的痛苦, 他们也要觉得那套本领可耻了, 他们何尝不知道, 他们就靠这个过活的, 世界上不是大家都得生存吗? 那简直是一帮刽子手, 我们被生活折磨到浑身是血, 为了跟艺术斗争而筋疲力尽, 他们非但不伸出手来, 不用慈悲的态度提到你的弱点, 不用友善的心情帮你补救那些弱点, 反倒双手插在口袋里, 眼睁睁地看着你挑着重弹上坡, 说,哼,他到不了的, 等你到了山顶, 有的说,上是上去了, 可是方法不对, 有些更固执的还说, 他并没有爬到啊, 他们不把石子摔在你的腿上, 叫你倒下, 已经是你的大姓了, 话得说回来, 有时候, 他们中间也有两三个好人, 那给你的好处才大呢, 毒蛇猛兽到处都有, 不论哪一行, 没有慈悲心的艺术家, 抱着一肚子虚荣和牢骚, 把世界当作他的战利品, 因为不能细细咀嚼而暴跳如雷, 这样的人不是也有吗, 那不是罪要不得的吗, 你得耐着性子, 不论什么祸害, 都还有点好处, 最凶恶的批评家, 对我们也是有益的, 他好比一个练马的人, 不许我们在路上闲逛, 每次我们自以为达到了目的, 就有猎狗来咬我们的腿, 往前吧, 得跑得更远一点, 爬得更高一点, 我还在向前, 他已经不耐烦再来追我了, 别忘了那句阿拉伯的名言, 不结果的树是没人去摇的, 唯有那些果实累累的, 才有人用石子去打, 我们应该可怜那帮不受骚扰的艺术家, 他们将来会留在半路上, 懒洋洋地坐着, 等到他们想站起来, 两条全区的腿已经挪不动了, 我的敌人其实是朋友, 我欢迎他们, 他们在我一生中给我的好处, 远过于我的朋友, 因为所谓朋友其实倒是敌人, 爱曼于县不由地微微笑了, 随后他说, 可是像你这样一个老战士, 受一帮刚出头的小子教训, 不觉得难过吗? 我只觉得他们好玩儿, 克里斯多夫回答, 这种傲慢表示, 他们热血奔腾, 只想往外流, 从前我自己就是这样的, 这是三月中的咒语, 下在刚刚复活的土地上, 让他们来教训我们吧, 归根结底他们是对的, 应当有老年人去学青年人, 他们利用了我们, 网恩负义是应有之事, 但他们凭了我们的努力, 可以比我们走得更远, 可以把我们尝试的事, 去实地做出来, 倘若咱们还有点朝气, 那么也来学一学, 像法子脱胎换骨, 要是办不到, 要是咱们太老了, 那么瞧着他们, 咱们心里也高兴, 看到萎靡不振的人类, 永远会开出鲜花来, 看到这些青年人的乐天气息, 多么有生气, 看到他们欢天喜地地去冒险, 看到这些为争掠世界而再生的种族, 不是挺有意思吗? 没有我们, 哪里会有他们, 他们的欢乐, 是我们的眼泪给培养出来的, 那骄傲的力量, 是整整一代人的痛苦, 开出来的花, 你们就是这样的为人作嫁, 哎, 这句古话是不对的, 我们创造一个超出我们的种族, 其实还是为了我们自己, 我们把他们的储蓄收起来, 在一间四面通风的小屋子里保证他, 拼命地抵着门, 才能挡住死神, 我们亲手开辟了胜利的路, 让儿子们走, 我们的苦难把前途挽救了, 我们把方舟使到了福地的进口, 他将来会使进港去, 带着他们一起, 同时也靠了我们的力量, 我们横渡沙漠, 拿着神圣的火把, 捧着我们民族的神明, 把这批在今日已经成人的孩子背着走, 可是他们还会有一天记得我们吗, 忧患痛苦, 忘恩负义, 这些滋味我们已经尝够了, 那么, 你后悔吗? 不, 一个像我们这样轰轰烈烈的时代, 为了他所创造的一个时代做牺牲, 的确有一种悲壮的伟大, 使你感到罪意, 舍身忘我的欢乐, 现代的人是体会不到的了, 我们还是最幸福的人, 我们爬上了奈波山, 山脚下展开着, 我们不会进去的地带, 但我们比那些将来进去的人更能欣赏那风景, 凡是下降到平原中去的, 就看不见平原的广大与遥远的天边了。 克里斯多夫给乔治和爱卖余线的那种令人安定的影响, 是从格拉奇亚的爱情中汲取来的, 由于这股爱情, 克里斯多夫才感到自己和一切年轻的东西密切相连, 才对于生命的一切新的形式永远抱着同情, 不管是大地昭苏的, 是什么力量, 他总是跟这力量在一起, 哪怕在和他对立的时候, 看到那些新兴的民主政治, 一小部分的特权阶级, 为了自私自利而惊呼狂叫, 可是, 克里斯多夫不怕, 他绝不把衰老的艺术死抓不放, 绝不奉那些尘延俗套为金科玉律, 他深信不疑地等着, 等一种比以前更有力量的艺术, 从虚无缥缈的幻境中, 从科学与行动已经兑现的梦想中产生出来, 他欢迎世界上新的曙光, 不管旧世界的美是否要和自己一同死灭, 格拉奇亚知道, 他的爱情给克里斯多夫的好处, 因为知道了这一点, 格拉奇亚精神上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他用书信来对克里斯多夫发挥力量, 并非格拉奇亚有什么可笑的念头, 想在艺术方面指导克里斯多夫, 格拉奇亚太聪明了, 对自己的界限看得很清楚, 但他那个准确而纯粹的声音, 好比一个叫音器, 给克里斯多夫拿去叫准灵魂的, 只要克里斯多夫觉得, 那声音说出来的就是他自己所想的, 克里斯多夫就能想到一些完全准确, 纯粹而值得说出来的思想, 一架美妙的乐器的声音, 对于音乐家正向他的梦境所寄托的一个美丽的肉体, 两颗相爱的心灵, 自有一种神秘的交流, 彼此都吸收了对方最优秀的部分, 为的是要用自己的爱, 把这个部分加以培养, 再把得知于对方的还给对方, 格拉奇亚不怕告诉克里斯多夫说, 他爱克里斯多夫了, 因为大家不在一起, 也因为格拉奇亚知道, 永远不会嫁给克里斯多夫, 所以他说话倒更自由了, 这爱情有股宗教般的热忱, 感染了克里斯多夫, 使他能永久保持平和的心情,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二菲文传喜马拉雅账号,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 二菲文传制作的约翰·克里斯多夫, 作者罗曼·罗兰, 翻译负雷, 演播梦兰, 第一百九十六集, 格拉奇亚固然给克里斯多夫领会到平和, 但他自己早已没有平和了, 身体完全磨坏了, 精神的平衡也受到严重的损害, 儿子的情形并无起色, 两年来, 格拉奇亚老是惹惹不安地过日子, 而雷翁纳罗还要玩那种制人死命的手段, 增加他的恐惧, 他使爱他的人整天提心吊胆的本领, 简直到了最高峰, 为了要人注意, 为了折磨别人, 他空闲的头脑里装满了奇妙的念头, 结果竟变成一种狂病, 最惨的是, 在他装病的时候, 真正的病慢慢加深了, 死神来到门口了, 真是惊心动魄的讽刺, 格拉奇亚几年来, 被儿子假装的病磨够了, 等真病来的时候, 反倒不再相信, 一个人的感情是有限度的, 格拉奇亚的慈悲心, 被谎话透支完了, 临到雷翁纳罗说出了实话, 格拉奇亚却以为, 他作戏, 而格拉奇亚一招明白真相之后, 又一辈子的悔恨不尽, 雷翁纳罗恶毒的心理始终不变, 他对谁都不爱, 却不答应周围的人, 除他以外, 在喜欢别人, 他唯一的情欲, 是嫉妒, 他把母亲和克里斯多夫隔离了, 还不满足, 还想毁掉他们之间始终如一的亲密的关系, 雷翁纳罗已经拿他常用的武器, 害病, 叫母亲发誓不再嫁人, 但仍旧不放心, 更要逼母亲和克里斯多夫停止通信, 这一下, 格拉奇亚忍无可忍了, 儿子的滥用权威把他解放了, 他揭穿了儿子的谎话, 狠狠地骂了他一顿, 过后又责备自己, 像犯了罪似的, 因为雷翁纳罗狂怒之下, 真的病倒了。 而他的病是因为母亲不愿意相信而更加严重, 他愤恨至极, 只希望快快死去, 好对母亲出气, 可没想到这希望真会实现。 感到医生告诉格拉奇亚, 说他的儿子没救的时候, 他好似中了霹雳一般, 但他还得把绝望的心情藏起来, 骗那个吕斯骗他的儿子。 雷翁纳罗自己也觉得, 这回真的严重了, 可不愿意相信, 拼命瞅着母亲的眼睛, 只盼望像他说谎的时候一样, 能看到责备他的表情。 终于到了不能不信的时间, 那对他跟他的家属都是可怕到极点, 因为雷翁纳罗, 他不愿意死。 看到儿子终于长眠不起的时候, 格拉奇亚没有一声叫喊, 没有一声怨叹, 他的沉默使人奇怪, 其实他连痛苦的力气都没有了, 唯一的愿望是死。 格拉奇亚继续干着日常的事, 表面上照旧很镇静, 过了几星期, 他更加沉静地脸上, 甚至也会堆起笑容来了, 谁也没想到他内心的悲苦, 尤其是克里斯多夫。 格拉奇亚只把消息通知他, 完全没有提到他自己, 对于克里斯多夫不安, 又恳切地来信置之不复。 克里斯多夫想赶来, 格拉奇亚叫他不要来。 过了两三个月, 格拉奇亚又恢复了以前那种严肃而恬静的口吻, 认为把自己的弱点交给克里斯多夫负担失装罪过。 格拉奇亚知道他所有的感情都会在克里斯多夫心中引起回声, 也知道克里斯多夫需要依帮他。 格拉奇亚并没怎么苦苦地压制自己, 他的能够得救是靠一种精神上的纪律, 在眷于生活的情形之下, 使他还能活下去的只有两点, 就是克里斯多夫的爱情, 和他那种意大利女子的宿命观念。 快乐也罢, 痛苦也罢, 骨子里他都是这种性格。 这宿命观不是从智慧来的, 而是一种动物的本能。 凭着这本能, 一头困被至极的野兽, 会不觉得自己的困被, 而眼睛发呆着往前走, 像做梦一样, 忘了路上的石子儿, 也忘了自己的身体, 只走到倒在地下为止。 宿命观支持着他的肉体, 爱情支持着他的心, 他自己的生命已经消耗完了, 只因为有克里斯多夫可以给他寄托而活着。 然而, 格拉奇亚那时更小心地避免在信中表白他的爱。 没有问题, 这是因为他的爱情比从前更强了, 但也因为老记着王儿的反对, 使他的爱情受着良心的责备。 于是, 格拉奇亚坚默了, 强迫自己在某一个时期内不再写信。 克里斯多夫不明白这坚默的道理, 有时, 他在一封语气单纯而平静的信中, 听到一些出人意料的口吻, 表示有一股硬压着的热情在那里哀嚎。 克里斯多夫吓坏了, 却一句话都不敢提, 好比一个人秉着气, 生怕那个幻象消失。 克里斯多夫知道, 格拉奇亚下一封信一定是特别冷淡的, 因为要遮盖这次的感情。 然后, 又是一片田径。 一天下午, 乔治和爱卖余线在克里斯多夫家里, 两人都想着自己的烦恼。 爱卖余线是对于文坛的牢骚, 乔治是为了某次运动比赛的不如意。 克里斯多夫心平气和地听着, 很亲热地跟他们打去。 忽然有人打铃, 乔治去开门。 原来, 高兰德的当差, 送一封信来, 克里斯多夫坐在靠窗的地方看信, 两个朋友继续讨论, 没看到背对着他们的克里斯多夫。 克里斯多夫走出了房间, 他们根本没觉察, 而等会儿发觉了也不以为意, 但因为克里斯多夫老是不出来, 乔治就去敲隔壁的门。 没有回音, 乔治知道老朋友的怪脾气, 便不再坚持。 过了几分钟, 克里斯多夫进来了, 神色很震静, 很疲倦, 很温和。 他因为冷淡了客人, 表示很抱歉, 又把刚才打断的话接下去, 提到他们的烦恼, 说了许多安慰的话。 克里斯多夫的语气, 使他们莫名其妙地非常感动, 然后, 他们走了。 乔治跑到高兰德家, 看到他哭得泪人似的, 他第一句就问, 他受到这个打击怎么样了, 那可怜的朋友, 真是太残酷了。 乔治听了莫名其妙, 高兰德向他解释, 说他才送信去, 把格拉奇亚故事的消息, 通知克里斯多夫。 格拉奇亚来不及, 向任何人告别就去了。 几个月来, 他的生命差不多已经连根拔起, 只要轻轻地一阵风, 就能把他吹倒。 这次的流行性感冒发作的 上一天, 他接到克里斯多夫 一封温柔的信, 大为感动, 想要叫他来, 觉得一切把他们分隔的理由 都是虚伪的, 罪过的。 因为没有精神, 他把写信的事拖到下一天, 到了下一天, 他又不得不躺在床上, 写了几行, 就头昏脑晕, 而且也褚褚着, 不敢写出自己的病状, 怕惊动克里斯多夫。 克里斯多夫那时, 正忙着练习一阵, 带有合唱的交响乐, 根据爱卖于现的一首, 叫做《福地》的诗写的, 两人都很喜欢这个题材, 因为有点象征他们的命运。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约翰·克里斯多夫。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者分享朋友圈。 克里斯多夫把这作品, 向格拉奇亚提过好几回, 第一次的演奏定在下星期内, 那当然不该打搅他。 格拉奇亚在信中, 只说起自己伤疯, 后来还以为, 说得太过分, 便撕掉了, 又没力气再写。 他预备晚上再动笔, 不料到晚上已经太迟了, 要克里斯多夫来, 已经太迟了, 连给他写信也太迟了。 死真是来得多快, 要几百年才能培养起来的东西, 不出几小时, 就被毁灭了。 格拉奇亚只来得及, 把手上的戒指交给女儿, 要他转交克里斯多夫。 格拉奇亚一向和奥洛拉不大亲近, 现在要离开世界的时候, 才抱着一腔热情, 瞅着这张留在世界上的脸。 紧紧地握着女儿的手, 这双手将来可以代表他, 去握他朋友的手的。 他快乐地想到, 我没有完全离开世界。 怎么? 我说, 气势这样伟大的, 充满着我耳骨的, 同时又这样温柔的声音, 是什么声音? 乔治热情冲动之下, 从高兰德家里出来, 又回到克里斯多夫那里。 高兰德平日貌貌失失的话, 早已给他知道, 格拉奇亚在他老朋友心中所占的地位, 甚至, 青年人是不知轻重的, 他还当作打哈哈的资料, 但那时他又同情又紧张, 体会到这样一件祸事, 所能给克里斯多夫的痛苦。 他要跑到他前面, 拥抱他, 可怜他, 因为知道克里斯多夫的感情非常激烈, 所以, 看了他刚才那镇静的态度不大放心。 他打了铃, 没有动静, 他再打铃, 又照着跟克里斯多夫约定的暗号, 在门上敲了几下, 才听见一张椅子移动的声音, 又听见沉重而迟缓的脚步声。 克里斯多夫把门开了, 脸上那么平静, 使本来预备扑到他怀里去的乔治呆住了, 不知道说什么好。 克里斯多夫很和气地问, 啊, 是你吗? 孩子, 可是忘了什么东西吗? 乔治心慌意乱, 结结巴巴地回答说, 啊, 是的, 啊, 那么, 进来吧。 克里斯多夫过去, 坐在乔治没有来以前就坐, 坐着的椅子里, 靠着窗口把头仰在椅背上, 瞧着对过的屋顶和傍晚天上的红光, 根本不理会乔治。 乔治假装在桌上找东西, 偷偷对克里斯多夫瞅了一眼, 老人脸上毫无表情, 西洋照着他上半部的腮帮和一部分额角, 乔治走到隔壁屋里, 好似继续找着什么。 刚才, 克里斯多夫便是拿了信, 把自己关在这儿的, 此刻, 信还在床上, 背褥上, 清清楚楚, 有个身体躺过的痕迹, 另外有本打开的书, 掉在地毯上, 正翻在褶皱的一页。 乔治捡起来一看, 原来是福音书里叙述马特兰娜遇到园丁的一段, 他又回到外面的屋子, 东翻翻西找找, 免得手足无措, 躯空又对一动不动的克里斯多夫望了一眼, 他很想告诉他, 他替他多么难过, 但克里斯多夫神色那么开朗, 使乔治觉得说什么都不大得体, 那时的情形, 仿佛倒是他需要人家安慰了。 他怯生生地说了句, 呃, 我走了。 克里斯多夫头也不回过来, 只说, 啊, 再会吧, 孩子。 乔治走了, 轻轻地带上了门, 克里斯多夫这样待了好久, 天已经黑了, 他没有痛苦, 没有思想, 没有一个确切的形象, 他好比一个困顿不堪的人, 听着一阙模糊的音乐, 并不想了解。 感到他弯着腰站起来, 时间已经到了深夜, 他往床上一倒, 呼呼睡熟了, 音乐继续在那里响着, 于是, 克里斯多夫看见了他, 他, 那个心爱的人。 格拉奇亚对他伸着手, 微微地笑着说, 啊, 现在, 你已经越过了火线。 克里斯多夫的心融化了, 一片平和, 冲涩着明星密布的空间, 各个星球的音乐, 展开着他静止的深沉的洪流。 他醒过来的时候, 天已经大亮, 极乐的境界依旧存在, 听到的话始终在那里, 像遥远的微光。 他下了床, 一种无声无息的神圣的热忱, 鼓动着他的心。 现在我看到了, 我的儿子, 在贝亚特利斯和你之间, 只有这堵墙壁, 可是他已经跨过了, 他和贝亚特利斯之间的墙壁。 他一半以上的灵魂, 久已到了那边, 一个人越是生活, 越是创作, 越是有所爱, 越是失掉他的所爱, 他便越来越逃出了死神的掌握。 我们每受一次打击, 每造一件作品, 我们都从自己身上拖出一点, 躲到我们所创造的作品里去, 躲到我们所爱的, 而离开了我们的灵魂中去。 最后, 罗马已经不在罗马了, 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已经在身外了, 在墙原的这边, 只有一个格拉奇亚把他留着, 而格拉奇亚他也去了。 现在, 痛苦世界的门, 已经给关上了。 克里斯多夫心里非常兴奋地过了一个时期, 不觉得再有什么束缚, 不再等待什么, 不再依靠什么, 他解放了。 斗争已告结束, 走出了战场, 他望着燃烧的荆棘在黑夜中熄灭了, 他已经离得很远, 荆棘的火光替他照着路的时候, 他自以为差不多到了山顶, 可是从那时起, 他又走了多少的路, 而山顶并不见得更近。 现在, 他才知道, 即使永远走下去, 也到不了那里。 但是一个人, 进了光明的区域, 而没有把所爱的人丢在后面, 那么即使跟着他们永远走下去, 你也不会觉得时间太久。 克里斯多夫闭门不出, 也没有一个人来敲门。 乔治把所有的同情一下子发泄完了, 回到家里放了心, 第二天就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 高兰德上罗马去了, 爱卖于现一点都没知道, 他老是那么小心眼, 不声不响地生着气, 因为克里斯多夫没有去回败他, 克里斯多夫因此, 尽可以安安静静地, 和他心坎里的人坐着无声的谈话。 从今以后, 格拉奇亚像母妇中的婴儿一般, 不会再跟他分离的了, 而他们的谈话又是多么动人, 非言语所能形容, 便是音乐也不大能表达出来。 克里斯多夫感情洋溢的时候, 只能闭着眼睛, 一动不动地听着自己的心歌唱, 或者, 他坐在琴前, 让他的手指极小时地说着话, 在这个时期, 他的临时即兴比一生任何时期为多, 他不把自己的思想写下来, 写下来干嘛呢? 过了几星期, 他重新出门和大家相见, 除了乔治以外, 跟他亲近的人, 谁也没想到他那些经过的情形, 临时即兴的习惯, 还保留了一些日子, 往往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 一天晚上, 在高兰德家里, 克里斯多夫在琴上, 谈了差不多有一小时, 他尽量地发泄, 忘了客厅里都是些不相干的人, 他们都不想笑他, 这些惊人的急性, 把大家听得恍恍然不知所措, 连那帮不懂其中意义的人, 心里也难过极了。 高兰德甚至含着眼泪。 克里斯多夫谈完了, 突然转个身来, 看到大家激动的情形, 便耸了耸肩膀, 大声笑了出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二菲文传, 喜马拉雅账号。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 二菲文传制作的, 约翰·克里斯多夫。 作者, 罗曼·罗兰, 翻译, 傅雷, 演播, 孟兰。 第一百九十七集, 克里斯多夫, 到了一个境界, 便是痛苦, 也成为一种力量, 一种, 由你统治的力量。 痛苦不能再使他屈服, 可是, 他叫痛苦屈服了。 痛苦尽管骚动, 暴跳, 始终被克里斯多夫 关在笼子里。 这个时间, 产生了他的最沉痛, 同时也是最快乐的作品, 其中有福音书里的一幕, 那是乔治一听就知道的。 女人, 你为什么哭? 因为有人把我主挪走了, 不知道放在哪里。 他说完之后, 转过身来, 看见耶稣站在面前, 而他不知道就是耶稣。 另外有一组悲壮的歌, 依着西班牙通俗歌谣写的, 其中特别有一首情歌, 其唱的调, 好比一朵黑色的火焰。 我愿成为那座埋葬你的坟墓, 使我的手臂可以永远抱着你。 还有两却交响乐, 题目叫做《平静的岛》和西比翁之梦》。 在约翰·克里斯多夫·克拉夫托的全集中, 这两件作品, 是把当时音乐上所有最高的成就, 结合得最完满的。 得意志的那种亲切, 深奥, 富有神秘气息的思想, 意大利的那种热情的曲调, 法兰西的那种细腻而丰富的节奏, 层次极多的和声都为他融合在一起了。 这种从生离死别的悲痛中发生的热情, 维持了两三个月。 然后, 克里斯多夫怀着坚强的心, 踏着吻石的步子, 又回到人生的行列中去了。 悲观主义的最后一些误分, 苦修的心灵的灰暗之气, 半明半暗的神秘的幻境, 都被死亡的风吹开去。 纷纷四散的乌云, 显出一条长红, 天色更明静, 好像被泪水洗过了似的, 堆着微笑。 这是山峰上, 田径的黄昏。 潜伏在欧罗巴森林里的火, 开始往上冒了, 这儿给你扑灭了, 它在别处又烧起来, 浓烟滚滚, 火星四射, 从这一处跳到那一处, 燃着干枯的荆棘。 在东方, 前少战揭开了国际战争的序幕, 整个的欧罗巴, 昨天还带着怀疑色彩, 而萎靡不振的, 像死了的树林一般的, 今天已经被大火包围了,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厮杀的欲望, 战争随时可以爆发, 你把它压下去了, 它又抬头了, 最无聊的借口也能成为它的养料。 大家觉得受着偶然的支配, 偶然就能发动争端, 连一帮最和平的人, 也感到事情不可避免了。 那些理论家正扯着普鲁东的旗号, 欧哥战争, 认为可以发挥人类最高的德行, 西方民族的身心复活, 原来归结到这个结果, 热情的行动与信仰, 竟然把民族逼上了屠杀的路, 要是这个乱冲乱撞的行动, 有个预定的, 经过选择的目标, 唯有一个拿破仑式的天才才能办到, 但欧洲无论哪里都没有这种行动的天才, 仿佛大家特意挑了一批最庸碌的人当家。 人类的聪明不在这方面, 你只有听任那个带着你往前冲的巨朝摆布, 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都是一样, 欧罗巴的局势是普遍的紧张, 克里斯多夫回想起那次跟惶惶不安的奥里维一同经历的, 差不多一样紧张的情形, 但那时战争的威胁不过像转瞬即逝的乌云, 现在威胁的影子可照着整个的欧洲了, 而克里斯多夫的心情也改变了, 他不能再参加这些民族的仇恨, 他的心境正像1813年的哥德, 没有恨怎么能厮杀, 过了青春又怎么能恨, 他早已走出仇恨的区域, 他对于这些相持不下的民族完全一视同仁, 不分宣制, 各个民族的价值, 对世界的贡献, 他都认识清楚了。 一个人在精神上到了相当程度, 就不再分什么民族, 而对于邻族的货福会感觉像同胞的货福一样亲切, 暴雨的乌云已经沉到你脚底下, 周围只有天空, 给朋友飞翔的无边无暗的天空。 然而有时候, 克里斯多夫也觉得四周的敌意有点难堪。 在巴黎, 大家表示得那么露骨, 使他随时感到自己属于敌对的民族, 便是他心爱的乔治, 也忍不住在他面前表白他对德国的心情, 使他悲伤。 于是他走开了, 推说要看看格拉奇亚的女儿, 到罗马去住了一赏, 但那边的环境也并不安静, 民族主义的骄傲已经像瘟疫一般的蔓延到了, 改变了意大利人的性格。 那些素来被克里斯多夫认为麻木而懒散的人, 现在也只想着武功, 想着战争, 想着侵略, 想着罗马的鹰损在利比亚沙漠的上空飞翔, 他们自以为回到了罗马帝国时代, 最了不起的是, 各个对立的党派、社会党、教会派、保王党, 都极真诚地受着这种狂热的感染, 而并不以为反叛自己的主义。 可见各个民族一旦被传染病逝的热情扫荡之下, 所谓政治, 所谓人类的理智都会变得无足众轻, 那些热情还不屑于消灭个人的热情, 只是利用他们, 使一切都集中到同一个目标, 在工业标柄的时代, 情形一向是这样的, 亨利第四的军队, 路易十四的内阁, 那些建立法兰西的丰功伟业的先民, 赋予理智与兼于信仰的, 和追求名利与享乐的一样的多。 不论是詹森派还是好色之徒, 是清教徒还是情欲强烈的人, 在满足他们的本能的时候, 连带也为共同的使命出了力。 在将来的战争中, 国际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一定都会参加, 像他们国民议会时代的祖先一样, 个人都深信这是为了求自己民族的幸福, 为了求永久的和平。 克里斯多夫站在罗马耶尼飓风的平台上, 带着嘲弄的笑容, 眺望这个又杂乱又和谐的城市, 正好象征山峰底下的世界, 古时的废墟, 巴洛克式的屋面, 现代的建筑, 囚结在一处的山树与墙威, 各个世纪, 各个作风, 被聪明的头脑融成一个 坚固而连贯的整体。 同样的, 人类的精神会把他本身所具备的秩序与光明, 照在纷争不已的世界上。 克里斯多夫留在罗马的时期很短, 这个城市给他的印象太强了, 他有点害怕, 要能利用这种和谐, 他必须站得远远的, 在这儿留下去, 颇有被吞没的危险, 好似多少与他同种的人一样。 他不时上德国去住一下, 但虽然德法两国的冲突破于眉睫, 结果还是巴黎永远吸引他, 那边有他当作儿子一般的乔治, 而且, 克里斯多夫不但受着感情方面的影响, 思想方面的理由对他也有作用。 一个思想活跃的, 热烈参与一切精神生活的艺术家, 不容易再习惯德国的生活, 并非那边缺少艺术家, 而是艺术家在那边缺少空气。 他们和自己的民族隔离了, 大家对他们不感兴趣, 都忙着别的事, 或是社会方面的, 或是实际方面的。 诗人们因为人家瞧不起他们的艺术, 也就存着瞧不起人的心, 躲到他们的艺术中去了。 他们一气之下, 干脆把自己和群众生活的最后一些联系斩断, 而只为了几个人写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约翰·克里斯多夫。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或者分享朋友圈。 他们都是很有天分的、精炼的、贫弱的小贵族, 本身也分化为许多敌对的小组, 在狭小的天地中喘不过气来, 因为不能扩大范围, 他们便拼命地往下挖, 把泥土翻来翻去, 直到把里头的精华吸尽为止。 于是, 他们在一片混乱的梦境中迷失了, 甚至不想把梦境彼此沟通。 个人站在原位上, 在大雾中挣扎, 没有一道共同的光明指引他们, 个人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光明。 反之, 在莱茵河那一边, 每隔一些时候必有些集体的热情, 群众的骚动, 在艺术上面吹过, 像巴黎被铁塔威震着一样, 照在欧洲平原上的, 也有那座永远不息的灯塔。 那个古典的传统, 靠着几百年的辛苦与光荣, 培养起来, 而一代一代传到现在的。 它既没有把精神奴役, 也没有加以拘束, 只是指出了几世纪以来所遵循的大路, 使整个民族都受到它的光明。 德国的思想家, 像黑夜里迷失的鸟一般, 投向遥远的灯塔的, 已经不止一个。 可是把林国多少慷慨的心, 引到法兰西来的那股生气相求的力量, 法国有谁想得到呢? 伸手起源, 而与政治的罪行毫不相干的人, 又不知有多少。 而你们得意志的弟兄们, 看不见我们, 没听见我们说着, 瞧, 我们在这儿伸着手啊, 不论什么谎言与仇恨, 都不能叫咱们分离。 为了求我们精神的伟大, 民族的伟大, 我们需要你们, 你们也需要我们, 我们是西方的一对翅膀, 缺了一个就飞不起来。 战争要来就来吧, 咱们的手始终紧紧地握着, 像兄弟般契合的心灵, 始终在一块飞跃。 克里斯多夫这么想着, 他感觉到两个民族是怎样的相得益彰, 也感觉到, 倘若彼此不相助的话, 他们的精神, 艺术, 行动, 又是怎样的残缺不全。 克里斯多夫因为出身于莱茵流域, 正是两股文明河流的地方, 所以从小就本能地感觉到, 他们需要联合一致, 而他的天才, 一辈子都在无意中求两亿的平衡。 他越赋予日尔曼民族的梦想, 便越需要拉丁民族的秩序与条理。 法兰西对他显得那么可贵, 就为了这一点, 而他在法国也更加能认识自己, 控制自己, 保持自己的完整。 他能对付那些与他有害的成分, 也能吸收与他不同的力量。 一个元气旺盛的人健康的时候, 能吞下所有的力量, 连有害的在内, 而且能把它们化为自己的血肉。 甚至有的时间, 一个人会觉得跟自己最不相像的成分反倒最有吸引力, 因为其中可以找到更丰富的养料。 克里斯多夫喜欢的倒是那些和他对立的艺术家的作品, 而不是他的模仿者的作品, 因为他也有了模仿者, 自命为他的信徒, 使他大为懊恼。 那是一批老实的, 用功的, 品德兼备的青年, 对他很恭敬的。 克里斯多夫很愿意能喜欢他们的音乐, 可是没有办法, 他只觉得那些作品一无价值。 倒是另外一帮对他个人表示反感, 在艺术上代表与他对立的倾向的音乐家, 能够使克里斯多夫赏识他们的才具。 反感, 对立, 那有什么关系呢? 这等人至少是活的, 生命本身是最主要的德行, 一个人缺乏了生机, 即使他有一切其他的德行, 也不能称为有道之士, 因为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 克里斯多夫开玩笑地说过, 他只承认那些攻击他的人是他的信徒, 有一回一个青年音乐家对他诉说自己的志愿, 把他恭维了一阵, 以为能讨他喜欢。 克里斯多夫问他, 我的音乐使你满足吗? 你就是用我的方式来表白你的爱或恨吗? 是的, 大师。 那么你还是免开尊口, 你根本没有什么可说的。 因为痛恨那些只知道服从的人, 因为需要吸收别人的思想, 所以, 克里斯多夫受着和他的主张完全相反的人吸引, 他所交的朋友, 都是把他的艺术, 把他理想主义的信仰, 把他的道德观念看作已经过去的人。 他们对于人生、爱情、婚姻、家庭、 一切的社会关系, 另有一套看法。 他们都是好人, 但精神上是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的, 把克里斯多夫的生命消磨了一部分的那种悲痛与苦闷, 对他们简直是不可解的。 这当然更好, 克里斯多夫也不愿意叫他们懂得, 他不要求人家和他一般思想来证实他的思想。 他对自己的思想很有把握, 他所求的是要有机会认识别的思想, 爱别的心灵, 要爱, 要认识, 越多越好, 要看, 要想法子, 会看。 他现在不但能容忍别人抱有他从前攻击过的思想, 而且还觉得有意思, 因为这样才能使世界更丰富。 因为乔治不像他那样把人生看作悲剧, 他才更喜欢乔治。 倘若所有的人都道貌岸然, 或者都像克里斯多夫一般有那种英雄式的克制功夫, 那么人类也太贫弱了, 太灰色了。 人类需要欢乐, 需要无所顾忌, 需要敢于大胆地亵渎偶像, 包括最神圣的在内。 但愿高卢民族的挥血精神永远不灭, 怀疑与信仰, 两者都是必须的, 怀疑能把昨天的信仰摧毁, 替明日的信仰开路。 一个人渐渐离开人生的时候, 一切都显得明白了, 好比离开一幅美丽的画的时候, 凡是近处看来是互相冲突的色彩, 都画成了一片和谐。 克里斯多夫对于物质世界的无穷的变化, 也像对于精神世界一样看清楚了, 这是他第一次意大利旅行的收获, 在巴黎, 他特别和画家、 雕塑家来往, 觉得法国民族的精粹都在他们那方面, 他们非常大胆地追逐一切动的现象, 抓住那些颤动的色彩, 把遮蔽人生的网扯下来, 使你的心快乐地直跳。 在一个真有眼力的人, 一滴光明等于汲取不尽的宝藏, 有了这种精神上的极乐境界, 无聊的喧闹与战争还算得了什么? 便是这些喧闹与战争, 也成为世界奇观中的一部分, 应当把什么都抓在手里, 把积极的力与消极的力, 把人生所有的材料都投入我们的心中, 让它们融化, 结果便是在我们胸中锻炼出来的塑像, 精神的美果, 凡是能使这个美果更美的, 都是好的, 哪怕需要我们牺牲也无妨, 从事与创造的人是不足道的, 只有创造出来的成绩才是真实的, 想要伤害我们的敌人, 休想接触到我们, 我们是受不到你们攻击的了, 你们只咬到一件空的衣服, 我的身体早已不在那里, 克里斯多夫创作的音乐, 境界变得恬静了, 当年作品像春天的雷雨, 在胸中积聚, 爆发, 消灭的雷雨, 现在的作品, 却像夏日的白云, 积雪的山峰, 通体放光的大棚, 缓缓的翱翔, 把天空填满了, 创造就像在八月里宁静的太阳底下, 成熟的庄稼, 先是模模糊糊的, 元气充沛的迷惘的境界, 像丰满的葡萄, 宝占的麦穗, 像怀孕的妇女一般, 有种说不出的欢畅的感觉, 管风琴隆隆地响着, 风房里的蜜蜂唱着歌, 从这片沉着响亮的音乐中间, 渐渐地显出主要的节奏, 行星的轨迹分明了, 开始打转, 于是意志出现了, 他抓着风驰电掣的梦境, 像驯服野马一般, 把他紧紧夹着, 创作的灵感, 懂得带着他飞奔的节奏, 自有他的规则, 非服从不可, 他约束那些疯狂的力, 替他们定下目标, 指定行程, 理智与本能开始合作了, 黑洞洞的影子开朗了, 前面的路上还有一团团的光明, 他们也会在未来的作品中, 酝酿为互相关联的小天地。 画上的稿图已经勾勒停荡, 小色朦胧中露出了他的面目, 色彩的和谐, 脸上的线条都变得明确了, 为了完成作品, 克里斯多夫拿出自己所有的宝藏, 记忆的仓库也给打开, 冲出一阵阵的香气, 精神解放了感官, 让他们如醉若狂, 可他自己不声不响地浮在一边等着, 预备挑选对象。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 二非文传制作的约翰·克里斯多夫 作者罗曼·罗兰 翻译傅雷 演播孟兰 第一百九十八集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工人们用着从感官方面抓来的材料 把头脑所设计的作品开始去做了 一个大建筑家是需要一批技术纯熟而肯卖力的工人的 大教堂便这样完工了 而上帝瞧着他的作品觉得还不够好 建筑家把整个作品打亮了一番 再亲自修改一下 使他更和谐 幻梦完成了 哦,我的上帝 夏日的白云 通体放光的大棚 缓缓地翱翔 整个天空被他们的巨翼掩蔽了 然而克里斯多夫的生活并不限于艺术 像他这一类的人不能不有所爱 他要的不但是一视同仁的爱 被艺术家散播给一切生灵的爱 而且还需要有所偏爱 他需要把自己给一帮由他亲自挑选的人 这是树木的根须 他心中所有的血都是靠这个爱更新的 克里斯多夫的血还没到枯竭的时候 还受着爱的培养 那是他最大的快乐 他的爱是双重的 一方面是对格拉奇亚的女儿 一方面是对奥利维的儿子 他心中已经把两个孩子结合了 以后还要在实际上 把他们结合起来 乔治和奥洛拉是在高兰德那儿见到的 奥洛拉住在他的表姨母家里 每年在罗马住几个月 余下的时间都待在巴黎 他十八岁比乔治小五岁 个子很高 身子很直 姿态优美 头不大而脸盘很宽 淡黄头发 皮肤给太阳晒得黑黑的 上嘴唇有些薄姿的影子 明镜的眼睛 笑盈盈的老是若有所思 肥胖的下巴 褐色的手 又美又圆 又结实的胳膊 长得很好看的脖子 他很快活 爱享受 精神非常饱满 没有书卷气 也很少感伤情调 他性情像他母亲一样懒散 能一口气睡十一小时 余下的时间 他荡来荡去 嘻嘻哈哈 似乎还没有完全醒 克里斯多夫叫他睡香美人 常常使他想起萨皮纳 他上床也唱歌 起床也唱歌 没来由的哈哈大笑 像儿童一样的傻笑 咯咯的笑声像打嗝 谁也说不出 他把日子怎么消磨的 高兰德千方百计 想教他一套漂亮的工架 那对一般的姑娘 像油漆一样 很容易涂上去 对奥洛拉克完全没用 他什么都不想学 一部书可以看上几个月 觉得作品挺有意思 但过了八天 连名字题材都记不起了 他满不在乎地写别字 谈到高深的问题 常常闹大笑话 他的年轻 他的性质 他的没有书卷气 甚至他的缺点 近于麻木的糊涂 天真的自私 都使人觉得耳目一新 并且 他老是那么自然 但这个老实而懒惰的女孩子 有时也会挺无邪的卖弄风情 勾引一帮青年 居然到野外去写声 或者谈谈肖邦的夜曲 拿着从来不念的诗集 说些想入飞飞的话 戴着同样想入飞飞的帽子 克里斯多夫留神 看着他 暗中好笑 他对奥洛拉的感情 尽于父亲的慈爱 宽容的 带点打趣的意味 同时也有一种前进的心理 因为这个欲被接受 另外一个人的爱的女孩子 便是他当年的爱人的化身 谁也不知道 克里斯多夫的情爱 深到什么程度 唯一能猜到的是奥洛拉 他从小看见克里斯多夫 差不多老是在他身边 简直把克里斯多夫 当作家族中的一份子了 以前不像兄弟那样受宠爱 而感到痛苦的时期 他不知不觉地 跟克里斯多夫亲近 猜到他有同样的苦恼 而克里斯多夫也看到 他的悲伤 两人并不明言 却把彼此的苦闷 放在一起 后来 奥洛拉一发现 母亲和克里斯多夫之间的感情 便自以为参与了 他们的秘密 虽则 他们从来没有告诉他什么 格拉奇亚林斯托付给他的使命 和此刻戴在克里斯多夫手上的戒指 奥洛拉都懂得其中的意义 所以他暗中和克里斯多夫 不知有多少的联系 用不着了解清楚就能感觉到 他们的复杂 奥洛拉很真心地喜欢那个老朋友 虽则从来不能花点精神 把他的作品弹一遍或看一遍 奥洛拉颇有音乐天分 可是连把提现给他的乐谱 裁开来的好奇心都没有 只喜欢跟克里斯多夫 不拘礼数的聊天 而自从知道 在克里斯多夫那儿 可以碰到乔治耶南以后 奥洛拉来的次数更多了 在乔治那方面 也从来没觉得和克里斯多夫在一块儿 竟会这样有趣 可是两个年轻人直过了好久 才体会到自己真正的感情 他们先用着讥讽的眼光相看 两人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 一个是流动不已的水银 一个是沉沉酣睡的死水 但没有多少时间 水银变得平静了些 而酣睡的死水 也似乎清醒了些 乔治只摘奥洛拉的装束 只摘他的意大利口味 不大懂得细腻的层次 喜欢对比的颜色 奥洛拉却挖苦乔治 学他那种老气横秋 而有些装腔做事的谈吐 尽管互相揶揄 两人依旧很高兴 可不知为什么高兴 是为了能互相讥讽呢 还是为了能借此搭讪 他们甚至把克里斯多夫也拉进去了 他也俏皮地替他们传递冷见 他们假装不在意 其实正是相反 他们对冷嘲热讽的话太注意了 而且绝对隐藏不了心里的怨恨 尤其是乔治 所以一见面就免不了斗嘴 那些口角并不怎样剧烈 因为大家怕伤害对方 觉得打在自己身上的手非常可爱 所以挨打也比打人更有意思 他们非常好奇地互相观察 睁着眼睛搜寻对方的缺陷 不料结果反而更加着迷 他们绝不承认这一点 跟克里斯多夫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个人都说那一个讨厌极了 但只要克里斯多夫给他们一个碰面的机会 他们都不肯轻易放过 有一天 奥罗拉在老朋友家里 说星期日上午再来看他 过了一会儿 乔治 照例像一阵风似的卷进来 对克里斯多夫说 他星期日下午再来 星期日早上 克里斯多夫空等了一场奥罗拉 赶到乔治约定的时间 奥罗拉却出现了 道歉说他有事相组不能早来 接着又编了一个小故事 克里斯多夫觉得奥罗拉这种无邪的手段挺好玩 便说 可惜你本来可以遇到乔治 他来过了 我们一块儿吃了中饭 下午他没空 不能待在这儿 奥罗拉大失所望 不再听克里斯多夫的话了 克里斯多夫却高高兴兴地和他谈着 奥罗拉心不在焉地对答 差不多要恨他了 忽然有人打铃 原来是乔治 奥罗拉不由得大为惊恶 克里斯多夫笑着 望着他 奥罗拉这才懂得 克里斯多夫是耍弄他 便红着脸笑了 克里斯多夫又俏皮地用手指 做着威吓的姿势 突然 奥罗拉感情冲动之下 跑去拥抱他 克里斯多夫在奥罗拉耳畔 轻轻用意大利文说着 小顽皮 小坏蛋 小奸雕 奥罗拉把手 堵着克里斯多夫的嘴 乔治看着他们 又是笑又是拥抱 觉得莫名其妙 而他的诧异的 甚至有点着脑的神色 愈加使他们乐开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约翰·克里斯多夫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者分享朋友圈 克里斯多夫便是这样 暗中使两个孩子接近 等到成功了 他又差不多埋怨自己 他不分高低地爱着他们 但把乔治批判得更严 因为他看出乔治的缺点 而另一方面 他把奥罗拉看得非常理想 自认为对奥罗拉的幸福 比对乔治的负有更大的责任 因为乔治近乎他的儿子 可以说代表自己的一部分 所以他不敢决定 把天真无邪的奥罗拉 交给一个并不怎么天真无邪的同伴 是不是罪过 他们俩订婚之后不久 有一天 在树荫底下谈话 碰巧克里斯多夫在后面走过 听见奥罗拉一边说笑 一边向乔治问起 他以前的一张私情 克里斯多夫不惊吓了一跳 乔治却很痛快地说了出来 此外 他们俩还坦然说些别的话 表示奥罗拉对于乔治的道德观念 并没有像克里斯多夫那么重视 两人虽则非常相爱 却并不把彼此看作是永远分不开的 在爱情与婚姻问题上 他们那种洒脱的精神固然也有他的美 但和旧制度的白头偕老 致死勿余的结合是不大相同了 克里斯多夫望着他们 不免有点惆怅 他们和他离得很远了 载着我们儿女的船驶得多快 可是耐心点吧 早晚大家都会在彼岸相遇的 目前那条船并不怎么考虑他的航路 只是随风飘荡 使当时的风俗慢慢改变的自由精神 在思想与行动的别的方面 照理也应当有所表现 可是并不 人类的天性是不在乎矛盾的 一方面风俗变得更自由了 一方面思想反倒变得不自由了 居然要求宗教替他带上枷锁 而这种各走极端的情形 尽管极不合理 竟会在同一批心灵中出现 复兴旧教的潮流 正在使一部分上流人物和知识分子着迷 把乔治和奥洛拉也迷住了 最有意思的是 看到这个天生浩辩的乔治 从来不信宗教 从来不理会什么上帝与魔鬼的 对一切都冷嘲热讽的 真正的小高卢人 会突然之间说出 真理就在基督旧教中间的话 他的确需要有一个真理 而这一个真理 正好和他的需要行动 和他的法国布尔乔亚的间歇遗传 和他对于自由的厌倦相配合 小马游荡得够了 他走回来 自动地把自己附在民族的梨上 只要看到几个朋友的榜样就够了 对于思想界的气压 特别敏感的乔治 立刻成为第一批的俘虏 奥洛拉跟着他 无论乔治到哪儿 他都会跟着走的 他们一下子就非常的自信 瞧不起一切不合他们一般思想的人 哄 那真是大大的讽刺 这两个轻挑的孩子 居然变成了真诚的信徒 而格拉奇亚与奥利维 凭着他们的纯洁 严肃 努力 和那样的苦心孤意 反倒从来没得到信仰 克里斯多夫很好奇地 观察着这些心灵的演变 可不像爱卖余线那样想对抗 因为爱卖余线抱着自由的理想主义 看到从前的敌人重新得势 非常气恼 但我们不能对抗吹过的风 只能等他过去 人的理智太疲劳了 他才做了一次巨人般的努力 昏昏欲睡 像一个熬了一天的疲倦不堪的儿童 在睡觉之前坐着祈祷 梦乡的门又给打开了 除了宗教 还有那些通神的 神秘的玄妙的理论 跑到西方人的头脑里来 连哲学也有些动摇了 被奉为思想上的神明 如伯格森 如威廉詹姆斯 都亮亮呛呛的 步履不稳了 甚至在科学里面 也表现出理智的困乏 这种时间是会过去的 让他们喘一口气吧 明天 精神会清醒过来 变得更敏锐 更自由 辛辛苦苦地工作以后 睡眠是甜蜜的 难得有时间歇一下的克里斯多夫 很高兴看到他的孩子们 能带他享受这个轻浮 心定神安 自以为信仰坚固 相信着他们的美梦 克里斯多夫不愿意 也不能够和他们一地而处 他心里想 格拉奇亚的哀伤 和奥利维的烦闷 在儿女身上居然解脱了 也是很好的事 我们所有的痛苦 我 我的朋友们 多少在我们以前的人 所受的痛苦 不过是使这两个孩子 能够得到快乐 这快乐 安多纳德 你是应该享受 而被剥夺了的 哦 一般不幸的人 对于他们的牺牲 所能产生的幸福 倘若能预先体会到的话 那可多么好 为什么要反对这种幸福呢 我们不应该要 人家依着我们的方式幸福 他们应该依着 他们的方式幸福 充其量 克里斯多夫不过 很温和地要求 乔治和奥罗拉 别太轻视 像他一样 不合他们一般信仰的人 他们却是 连跟他讨论都有所不屑 神器之间 仿佛说 他是不会了解的 在他们眼中 克里斯多夫 是个过去的人 而他们并不重视过去 他们中间 常常很天真的 谈着他们将来要做的事 等克里斯多夫 不在的时候 但他们的确 很爱他 真是两个 目空一切的孩子 他们在你身旁 像万藤一般的生长 这股自然界的力 把你推着 赶着 去吧 去吧 你走开呀 现在轮到我了 克里斯多夫听到 他们这种 没有说出来的话 很想对他们说 别这么急 我在这儿觉得很好呢 别把我当作死人看呀 克里斯多夫觉得 他们天真的 专横的脾气很好玩 有一天 他们对克里斯多夫 表示轻蔑 克里斯多夫就 满不在乎地告诉他们 你们痛快说出来吧 说 我是个老糊涂吧 不 老朋友 奥罗拉哈哈大笑地回答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好人 可是有些事你不知道 而你 又知道些什么 姑娘 你算是大闲大折了吗 别嘲笑我 我知道的事固然很少 可是他 乔治 他知道呢 克里斯多夫笑了 是的 孩子 你说的不错 爱人永远是无所不知的 要克里斯多夫承认 他们思想上 比他高明还不难 要忍受他们的音乐 可不容易 他们尽量磨他的耐性 只要他们一到 钢琴就不得休息了 仿佛小鸟似的 他们唱歌的兴致 被爱情鼓动了 但不像小鸟那样会唱 奥罗拉对自己的音乐 天分并不自负 可是对未婚夫的才具 看法就不同了 奥罗拉不觉得 乔治的演奏 和克里斯多夫的 有什么高低 或许奥罗拉 还更喜欢乔治的呢 而乔治虽则很聪明 很会自嘲自讽 也差点被爱人的信心 收服了 克里斯多夫不和他们争 反而卖弄脚快 跟奥罗拉说着一样的话 有些时候他厌烦死了 只能走出房间 把门关得特别响一些 他又恳切 又怜悯地微微笑着 听乔治在琴上弹 特里斯坦 那小子拿出全副精神 把这个壮烈的曲子 表现得像少女一般温柔 克里斯多夫不由地哈哈大笑 可不愿意说出 他好笑的缘故 只拥抱着乔治 他就是喜欢他这样 说不定更喜欢他了 可怜的孩子 有了爱 艺术也无足轻重了 克里斯多夫时常和爱卖余线 谈起他的孩子们 他是这样称呼他们的 很喜欢乔治的爱卖余线 开玩笑似的说 克里斯多夫已经有了奥罗拉 应该把乔治让给他 克里斯多夫垄断一切 太不公平了 虽是两人很少和外界往来 他们的友谊 在巴黎社会中 差不多已经成为美谈 爱卖余线 对克里斯多夫抱着热情 只为了骄傲而不表示出来 为了要遮掉这点感情 他还故意喜怒无常 有时对克里斯多夫很粗暴 但这也瞒不过克里斯多夫 他知道这颗心 现在对他多么忠诚 也知道这忠诚是多么可贵 没有一个星期 他们不是见两三次面 逢着身体不好 不能出门的时候 他们便写信 都是一些好像来自远方的信 世事的变化 远不及思想在科学与艺术方面 所表现的进步 使他们感兴趣 他们老是在自己的思想中过活 对着他们的艺术苦思默想 或者在混沌的事实中间 辨别出一些无人发现的 可是在人类的思想史上 留下痕迹的微光 更多的时候 使克里斯多夫上爱卖余线那儿去 虽然从最近一次病后 他的身体也不见得比朋友的强 但他们早已认为 爱卖余线的健康需要更多的调养 克里斯多夫轻而易举的 爬上爱卖余线住的六层楼 也不可能了 走到的时候 要歇好一会儿才能喘过气来 他们俩都一样的不知保重 尽管两人的支气管有病 时常会气塞 却都是烟瘾很大 克里斯多夫宁愿自己上爱卖余线家 这也是原因之一 因为奥洛拉往往为他抽烟的嗜好和他闹 使他不得不躲开 两个朋友在谈话中间 时常会剧烈的咳嗆 停下来相视而笑 好比两个做了错事的小学生 有时一个会教训另外一个正在咳嗆的人 但只消一口气平了下去 受教训的一个就坚决抗议 说咳嗽与抽烟无关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二飞文传喜马拉雅账号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 二飞文传制作的约翰·克里斯多夫 作者罗曼·罗兰 翻译负雷 演播梦兰 爱卖鱼县堆满纸张的书桌上 有个空的位置 蹲着一只灰色的猫 一本正经 瞅着两个抽烟的人 带着责备的神器 克里斯多夫说这只猫 是代表他们的良心 因为不要跟良心照面 他便把帽子盖在猫身上 那只猫非常虚弱 也不是什么贵种 当时爱卖鱼县在街上 把他在半死状态中捡来的 他受了那次磨难 从来没复原 吃得很少 难得玩 没有一点声响 性情极温和 睁着聪明的眼睛盯着主人 爱卖鱼县不在家的时候 猫显得挺可怜 他在家的时候便心满意足地 待在他身边 不是沉思默想 便是几小时地 对着渴望而不可及的 笼中的鸟出神 只要你对他表示一点关切 他就很有理地打憨 爱卖鱼县 心之所致地摸他几下 克里斯朵夫下手很重地摸他几下 猫都耐着性子接受 永远留着神不抓人 不咬人 他身体娇弱 一只眼睛老在躺眼泪 常常咳嗆 倘若他能说话 一定不会像两个朋友那样 厚着脸说 丑烟与咳嗽无关 但他们的行为 猫一律忍受 仿佛心里在想 他们是人 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 爱卖鱼县很疼他 觉得这个可怜的动物的命运 和他的有些相像 克里斯朵夫还认为 他们连眼睛的表情都是相同的 哦 那也不足为奇 爱卖鱼县说 动物往往反映他们的环境 相貌会跟着主人而变的 一个糊涂人养的猫 目光绝不跟一个有思想的人 养的猫相同 家处的和善或凶恶 坦白或阴险 聪明或愚蠢 不但依着主人给他的教训 还跟着主人的行为而定 甚至也用不着人的影响 但是环境就可以改变动物的长相 山明水秀的风景 可能使他的眼睛特别有神采 爱卖鱼县的灰色猫 是和没有空气的顶楼 主人的残废 以及巴黎的天色调和的 爱卖鱼县变得和气多了 跟最初认识克里斯朵夫的时期 大不相同 一桩平凡的悲剧 给了他很深的刺激 有一回 他脾气来了 很露骨地向他的女朋友表示 受不了他的感情 于是 女朋友突然失踪了 爱卖鱼县找了一夜 急得不得了 终于在一个警察分局里 把他找到 原来 女孩想跳在塞纳河里 正在跨过乔兰的时候 被人扯住了一脚 他不肯说出姓名住址 还想去寻死 看到这个情形 爱卖鱼县大吃一惊 自己受过了磨难以后 再去磨难别人 那是他绝对受不了的 他把绝望的女子带回家 竭力安慰 要他相信 他所要求的感情 他爱卖鱼县 一定给他 爱卖鱼县 把他的气平下去了 无可奈何地 接受了这女子的爱 拿自己生命中 仅存的一部分 交给了他 这样以后 所有爱卖鱼县 天性中的精华 又在心中涌起来了 主张行动的使徒 此刻竟相信只有一桩行动是好的 就是物加害于人 他的使命已经完成 掀起人间的聚潮的那些力 只拿他当作触发行动的工具 一旦完成了任务 他就一无所用 行动继续在那里进行 可不需要他了 他眼看着他向前 对于夹在他个人身上的侮辱 差不多已经不以为意 但对于诋毁他信仰的行为 还不能完全无动于衷 因为他这个自由思想者 虽则自命为摆脱一切宗教 还取笑克里斯多夫 是个伪装的教士 但像所有强义的思想家一样 他毕竟有他的祭坛 把梦想作为神明一般的供奉着 不惜拿自己做祭礼 现在这祭坛没人去礼拜了 爱卖于现为之很痛苦 那些神圣的思想 大家千辛万苦 才把他们捧上台的 一百年来最优秀的人 为之受尽折磨的 现在却被后来的人踩在脚下 怎么能不伤心呢 所有这个法兰西理想主义的 辉煌的遗产 对于自由的信念 为了他有过多少圣徒 多少英雄 多少殉道者 还有对于人类的爱 对于天下为一家 四海皆兄弟的境界的渴望 都被现代的青年们 闭着眼睛糟蹋完了 他们中了什么风魔 竟会追念那些被我们打败的妖怪 竟会重新套上被我们砸得粉碎的枷锁 大声疾呼地要求武力的统治 在我的法兰西心中 重新燃起仇恨与战争的疯狂 这不但在法国 整个世界都变得这样了 克里斯多夫笑容可居地说 从西班牙到中国 都受到同样的暴风吹打 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避风了 连我的瑞士也在高唱 民族主义不是滑稽吗 你看了这个情形觉得放心吗 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们在这儿看到的潮流 不是少数人的可笑的情欲激发起来的 而是操制于一个支配宇宙的 看不见的神明 在这个神明之前 我知道低头了 倘若我不懂得 那是我的过失 不是他的过失 你得想法去了解他 可是你们之中 谁肯操心这个问题呀 你们得过且过 只看见近处的介石 以为那就是路程的终点 你们只看见鼓动你们的浪 看不见汪洋大海 今日的浪潮是昨天的浪潮 我们的浪潮推动起来的 而今日的浪还得替明日的浪开路 使明日的浪忘记今日的浪 正如今日的浪忘记昨天的浪 我对于眼前的民族主义 既不称赏也不害怕 它会跟时间一同过去的 它正在过去 已经过去了 它是梯子的一级 咱们爬到顶上去吧 输送给养的军曹 自会来的 听呀 它已经在打鼓吹笛了 克里斯多夫拿手指 在桌上打起鼓来 把猫吓了一跳 现在 每个民族都有迫切的需要 要集中自己的力量 立一张清单 因为一百年来各个民族都改变了 而这改变是由于相互的影响 由于世界上一切聪明才智之士 做了巨大的投资 建立了新的道德 新的科学 新的信仰 每个民族和其余的民族 一同踏进新世纪之前 的确需要把自己考察一番 清清楚楚的 知道自己的面目和财产 一个新时代来了 人类要和人生定一张新的契约 社会将根据新的规则而再生 明天是星期日 个人都在那里结算一星期的账目 扫除房屋 希望把它整理得有条有理 而后站在共同的上帝面前和别人联合起来 跟上帝定一份新的同盟条约 爱卖于现眼睛里反映着过去的梦境 望着克里斯多夫 他等克里斯多夫说完了 停了一会儿才说 你是幸福的 克里斯多夫 你看不见黑夜 我能在黑夜里看到东西 克里斯多夫回答 在黑夜里日子过得久了 我变成了一只猫头鹰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约翰·克里斯多夫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者分享朋友圈 那个时期 他的朋友们发觉 他的举动态度有了改变 他往往心不在焉 人家说的话也不留神听 他笑容可拘 若有所思 人家一提醒他 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 他就忙着道歉 有时他用第三人称 代表自己 克拉夫妥会替你 把这件事办了的 或者是 啊 克里斯多夫才不在乎呢 一般不深知 他的人说 那是他的自逆狂 其实正是相反 他是站在旁人的地位上 从外面来看自己 他已经到了一个时间 对于为了美的奋斗 也不在乎了 因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 相信别人也会完成 他们的任务 而且归根结底 像罗丹所说的 美永远会得胜的 社会的恶意与不公平 也不能再使他反抗 他笑着说 反抗是不自然的 而且生命已经渐渐地 离开他了 的确 克里斯多夫没有从前那么健壮了 一点体力的劳动 走了一段长路 或是跑得快一些 都使他感到疲乏 立刻会喘不过气来 心跳得厉害 有时 他想起老朋友苏兹 他这些感觉从来不跟别人提 提了有什么用呢 只能叫人担忧 同时你的健康又不会有起色 何况他对这些不愉快的事 也并不当真 他不怕害病 倒是怕别人强迫他保重 由于一种神秘的预感 克里斯多夫想再见一见故乡 这是他一年一年脱下来的计划 他老是想 等下年再说吧 这一回他可不再延期了 他对谁也不通知 偷偷地走了 在故乡逗留的时期很短 克里斯多夫要去找的景象 都没有能找到 上次他回来 看到城里刚开始有点变动 现在大宫告成 小城一变而为大工业城市了 古老的屋子不见了 公墓也不见了 原来是萨皮纳的农庄 此刻盖了一所烟秃高耸的工厂 河水把克里斯多夫同时玩耍的那片草原给冲完了 一条全是古怪的建筑物的街道提着克里斯多夫的名字 过去的一切都完了 好吧 生命还是继续下去 或许在这条提着他名字的街上 破屋子里有别的小克里斯多夫在出神 在痛苦 在奋斗 规模宏大的市政厅中 人家奏着他的一件作品 意义完全给颠倒了 他简直认不出来 好吧 音乐受到了误解 也许会把新的力量刺激起来 我们已经剥了种子 你们爱把它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用我们去做你们的养料吧 黑夜将临的时候 克里斯多夫在城市四周的田野中漫步 大雾在田上漂浮 他想着快要照着他的生命的大雾 想着那些他心爱的 离开了世界的 躲在他心坎里的人 为将临的黑夜 快要把他们和他一起盖住的人 好吧 好吧 黑夜 我不怕你 你是富裕阳光的 一颗星熄了 无数的星会亮起来 好似一杯沸腾的牛乳 空间的窟窿里都洋溢着光明 你不能把我熄灭的 死神的气息会使我的生命重新冒起火焰 从德国回来 克里斯多夫想在当初遇到阿娜的城中耽搁一下 自从离开他以后 克里斯多夫完全不知道阿娜的消息 他不敢写信去问 多少年来 一想到阿娜的名字就会发抖 现在克里斯多夫安静了 什么都不怕了 可是晚上在靠着莱茵河的旅馆里 听到熟悉的钟声预告下一天的节日 过去的印象又复活了 和尚传来当年那股危险的气息 他此刻已经不大了解 他整夜回想着那件故事 觉得自己躲过了可怕的主宰 不由得悲喜交集 他不知道下一天究竟怎么办 一会儿又想 过去不是离得那么远了吗 去拜访伯罗姆夫妇 但到了第二天 勇气没有了 他甚至不敢向旅馆打听一下 医生和他的太太还在不在 他决意 动身了 正要动身的时候 有股不可抵抗的力量 逼着他走到阿娜 从前去做礼拜的教堂 掩在一根柱子背后 那儿可以望见 他以前常来下跪的凳子 克里斯多夫等着 相信 要是阿娜来的话 一定还是坐在这个位置上 果然有一个女人来了 可克里斯多夫认不得 那个女人和别的妇女完全一样 胖胖的身材 饱满的脸 滚圆的下巴 淡漠与冷酷的表情 他穿着黑衣服 坐在凳上 一动不动 既不像在祈祷 又不像在听 只向前望着 在这个女人身上 丝毫没有叫克里斯多夫 想起他所等待的 那个女人的影子 只有两三次 有一个古怪的姿势 好似要抹平膝上的医者 从前阿娜是有这个姿势的 出去的时候 他从克里斯多夫身边 慢慢地走过 双手抱着放在胸前 捧着一本圣经 阴沉而烦闷的眼睛 对克里斯多夫 瞅了一下 闪出一点微光 他们彼此都没认出来 他挺着身子 直将将地走过了 头也不回 直到一会儿以后 克里斯多夫 才心中一亮 在那冰冷的笑容底下 在嘴唇的某些皱纹中间 认出那张 他曾经亲吻过的嘴 克里斯多夫的气塞住了 腿也软下来了 心里想 主啊 这就是我曾经爱过的人吗 他在哪儿呢 他在哪儿呢 而我自己又在哪儿 爱他的人在哪儿 我们的身体 吞噬我们的残酷的爱情 现在留下些什么 不过是一堆灰烬 那么 活在哪里 他的上帝回答道 在我身上 于是克里斯多夫 抬起眼睛 看着阿娜挤在人堆里 走出大门 走到了太阳底下 回到巴黎以后不久 克里斯多夫跟多年的敌人 雷维格讲和了 雷维格是凭着诡计多端的本领 和恶毒的用意 老是攻击他的 后来雷维格功成名就 心满意足了 倒还有那点聪明 暗中承认 克里斯多夫了不起 想法去接近他 可是攻击也罢 殷勤也罢 克里斯多夫直装没看见 雷维格终于灰心了 他们住在一个区里 常常在街上遇到 都装作不相识的神器 克里斯多夫走过的时候 可以若无其事地 对雷维格瞧一眼 仿佛根本没看见他这个人 这个目中无人的态度把对方气坏了 他有一个女儿 大概在十八至二十岁之间 长得好看 细气大方 侧影像小绵羊 一头金黄卷发 一双极有风情的眼睛 笑容像意大利画家 吕尼笔下的人物 父女两人时常一同散步 克里斯多夫在卢森堡公园的走道上 碰见他们 神器很亲密 女儿挺可爱的 靠在父亲壁上 克里斯多夫为了消遣 对优美的脸素来是注意的 而看到这一个尤其觉得喜欢 他想到雷维格 对自己说着 这混蛋运气倒不坏 但一转念 克里斯多夫又得意起来 可是我也有一个女儿呢 于是他把他们俩做比较 当然他存着偏心 认为所有的长处都在奥洛拉方面 但这个比较 终于使他把两个并不相识的女孩子 假定为一对朋友 并且他精神上也不知不觉的 跟雷维格接近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 阿尔菲文传喜马拉雅正好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 阿尔菲文传制作的 约翰·克里斯多夫 作者 罗曼·罗兰 翻译 傅雷 演播 孟兰 第两百集 从德国回来 听说小绵羊死了 他那种为父的自私心理 马上想到 要是我的一个倒了没 那还了得 这下他对雷维格非常同情 当时就想写信给他 起了两次稿都不满意 而且还觉得不好意思 没有把信寄出 过了几天 他又遇到雷维格 一看对方那副痛苦的神器 可忍不住了 竟自走过去伸出手来 雷维格也不假思索地握了他的手 克里斯多夫说 哎 你那个孩子多可惜呀 雷维格被他激动的口吻 深深地打动了 觉得说不出的感激 两人胡乱说了几句伤心的话 等到分手的时候 他们之间的隔膜 完全没有了 他们是打过架的 没有问题 那是命中注定的 各有各的性格 各有各的使命 非完成不可 但悲喜剧演到了中场 个人都把台上当作面具用的情欲丢开了 以本来面目相见之下 便发觉谁也不比谁高明 所以演过了自己的角色 应当互相握手 乔治和奥洛拉的婚期定在春初 克里斯多夫的健康很快地往下坡路上走 他注意到孩子们很焦急地把他打量着 有一回他听见他们低声的谈话 乔治说 哦 他脸色多不好 很可能病倒的 奥洛拉回答 哦 但愿他别耽误了我们的婚期 克里斯多夫 记着这几句暗中答应他们的愿望 可怜的孩子们 放心吧 他绝不妨碍他们的幸福的 可是 克里斯多夫的确不知保重 婚期前两天 最近 最近他紧张得有点可笑 好像他自己要结婚似的 他竟糊里糊涂地让旧病复发了 远在结场时代发作的那个肺炎 似乎又回来了 他骂自己不小心 决意要撑到婚礼结束的时候 他一方面想起临死的格拉奇亚 在他举行音乐会的前夕 不愿意把病倒的消息通知他 免得妨碍他的正事与快乐 一方面又想到 现在 要把格拉奇亚从前对他做的事 还给他的女儿 不禁非常快慰 所以 克里斯多夫把自己的病瞒着人 但要硬撑下去的确不容易 幸尔看着两个孩子的幸福 他欢喜极了 居然把长时期的教堂仪式挨了过去 从教堂回来 一到高兰德那里 他就精力不济 赶紧躲在一间屋里 过了一会儿 有个仆人发觉 他晕倒了 克里斯多夫醒来之后 不许人家跟当晚要出发去旅行的新夫妇提起 而他们也太注意自己了 根本没留神旁的事 他们快快活活的和克里斯多夫告别 答应写信给他 不是明天准是后天 他们一走 克里斯多夫立刻躺在床上 热度又来了 再也不退下去 他孤零零的 没有人陪 爱曼于线也闹着病 不能来 克里斯多夫不看医生 并不认为自己的病事严重 同时也没有仆人可以去请医生 打杂的女人 只有早上来两个钟点 根本不关心她 而她还更进一步 完全不要她服侍 女仆收拾屋子的时候 克里斯多夫嘱咐过几十次 别移动她的纸张 女仆却顽固的厉害 这回克里斯多夫上了床 女仆认为机会到了 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大大的清除一下 克里斯多夫从衣柜的镜子里 望见女仆在隔壁屋里把什么都搞乱了 不由得勃然大怒 真的 老人的脾气依旧没改 立刻从被窝中跳出来 从她手里 抢下了一卷纸 把她推出大门 克里斯多夫这一怒 马上发了一场高烧 而那个老妈子气恼之下 从此不来了 也没通知一声 这个老疯子 老妈子是那样称呼克里斯多夫的 于是 克里斯多夫害着病 没人伺候 早上 她起来拿门外的牛奶瓶 再瞧瞧 看门女人 有没有把那对爱人答应她的信 塞在门下 结果是没有 他们快乐的 把她忘了 克里斯多夫不怪怨他们 想到自己处在他们的地位 也是一样的 克里斯多夫想着 他们那种无仇无虑的快乐 又想到 那是他给他们的 等到奥罗拉的信 等到奥罗拉的信 终于来到的时候 克里斯多夫的病已经好了些 开始起床了 乔治只在信尾签了一个名 奥罗拉很少问起 克里斯多夫的近况 报告的消息也不多 但另外 倒托克里斯多夫办一件事 要求把奥罗拉 望在高兰德家的一条围巾寄给她 虽然这不是一件钥匙 还是 奥罗拉没话找话 临时想起的 克里斯多夫却因为 还能帮他们忙 而很高兴 赶着出去了 外面下着咒语 又来了个寒潮 下过了雪 刮着冰冷的风 街上连车辆都没有 克里斯多夫在寄包裹的地方等着 职员又无礼 又故意把手续办得很慢 使他生气 可是生气也解决不了问题 他早已心神安定 照理不会让自己动火的 近来的脾气 一部分是由于疾病所致 近来的脾气 一部分是由于疾病所致 他的身体根本上已经动摇了 好似快要倒下来的橡树 挨了一腑 不由地发出一阵最后的颤抖 他哆哆嗦嗦地回家 看门女人在楼下 递给他一段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文字 克里斯多夫瞧了一眼 原来是一篇把他痛骂一顿的文章 这些东西现在是难得有的了 打一个不觉得挨打的人 是没劲儿的 便是一些最顽强的敌人 尽管讨厌他 也不由自主地对他有了敬意 为其如此 他们心里很气 比斯迈曾经说过 似乎带着点遗憾的意味 人家以为爱是最不由自主的 其实敬重更不由自主 但那篇文章的作者 是一个比比斯迈更强的强者 爱和敬都沾染不到他 他对克里斯多夫信口谩骂 预告下半个月还要发表几篇攻击他的文字 克里斯多夫看着笑了 一边上床一边对自己说 他要大吃一惊呢 那时他找不到我了 人家劝克里斯多夫雇一个看护 他执意不肯 他说 他一向过着孤独的生活 这个时候请看护 不是剥夺了轻浮吗 他并不觉得无聊 近年来 他老是跟自己谈着话 仿佛一个人有了两个灵魂 而最近几个月 他心中的同伴愈加多了 他的灵魂不但有了两个 而且有了十个 他们互相交谈 但唱歌的时候更多 他有时参与他们的谈话 有时不声不响地听着他们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约翰·克里斯多夫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者分享朋友圈 床上 桌上 就在随手抓得到的地方 他老放着空白的五线谱 可以把那些心灵和他自己的谈话记下来 一边听着针锋相对的议论发笑 他已经养成一个不假思索的习惯 想和写 这两个动作差不多是同时的了 对于他 写下来等于想得更明白些 凡是打扰他 和这些灵魂谈话的 都惹他厌烦和生气 有的时候 连他最心爱的朋友 也不免使他有这个感觉 他竭力不对他们表示 但这种强制功夫 使他非常疲倦 等到事后又能跟自己单独相对的时候 他高兴极了 因为他刚才是迷失了 人间的叙语 把内心的声音盖掉了 他的静默是通神的静默 克里斯多夫只允许看门女人 或是他的随便哪个孩子 每天来两三次 看看他有什么事没有 他也托他们送字条 因为直到最后几天 还跟爱卖余线有书信来往 两位朋友差不多病得一样重 对自己的情形也看得很清楚 克里斯多夫的 有信仰的自由的心灵 和爱卖余线的 无信仰的自由的心灵 殊途同归 都到了物我不分的 清明田净的境界 笔画颤抖的字迹越来越不容易认了 但他们从来不提到自己的病状 只谈着那些永远谈不完的题目 他们的艺术 他们的思想的前途 直到有一天 克里斯多夫用着颤巍巍的手 写出瑞典王在战场上临死时的一句话 我目的达到了 兄弟 你自个儿想办法吧 好似对着一座 重重叠叠的楼阁 他把自己的一生 整个儿看到了 青年时期拼命努力 为的要控制自己 顽强的奋斗 为的要跟别人 争取自己生存的权利 为的要在种族的妖魔手里 救出他的个性 便是胜利以后 还得素页警惕 守护他的战利品 同时还不能让胜利冲昏了头脑 有意的快乐与考验 使孤独的心和全人类有了沟通 然后是艺术的成功 生命的高峰 他不胜骄傲地以为 把自己的精神征服了 以为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了 不料 风回路转 突然遇到了神秘的骑士 遇到了丧事 情欲 羞耻 上帝的先锋队 他倒下去了 被马蹄践踏着 鲜血淋漓地爬着 爬到了山顶上 锻炼灵灵魂的野火 在云中吐着火焰 他披面遇到了上帝 他跟他肉搏 像雅各跟天神的战斗一样 战斗完了 筋疲力尽 于是他珍惜他的失败 明白了他的界限 努力在主替我们指定的范围内 完成主的意志 为的是等到播种 收获 把那些艰苦而美妙的劳作 做完以后 能有权利躺在山脚下休息 对阳光普照的山峰说 祝福你们 我不欣赏你们的光明 但你们的阴影 对我是甜美的 这时候 爱人出现了 握着他的手 死神摧毁了他肉体的障碍 把他的灵魂灌输到了 克里斯多夫的灵魂里面 他们一同走出了时间的洪流 到了极乐的高峰 在那儿 过去 现在 将来 手挽着手围成一个圆周 平静的心 同时看到了悲哀与欢乐的生长 发容与枯萎 在那儿 一切都是和谐 克里斯多夫太急了一些 自以为已经到了彼岸 可是胸口的剧痛 脑子里乱哄哄的人影 使他明白 还有最后而最不容易走的一程路 好 向前吧 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一个蠢女人在上一层楼上 几小时地弹着琴 他只会弹一个曲子 翻来覆去地弹着些同样的乐句 觉得其乐无穷 这些句子 对于这女人是代表一种欢乐 代表千变万化的情绪 克里斯多夫懂得 他这种快乐的意义 可是听得厌烦至极 几乎要哭出来 要是这女人不谈得这么想 倒还罢了 克里斯多夫恨吵闹 像恨一个人的恶习一样 终于他也忍耐了 要能够听而不闻 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也不见得像 他想象中的那么难 他已经慢慢地离开他的肉体 离开这个又病又猥琐的肉体 在里头关了多少年 也够瘦了 克里斯多夫看着他渐渐地坏掉 心里想 好吧 他把我关也关不多久了 他又想看看 人究竟自私到什么程度 便问自己 你究竟更喜欢哪一样 是克里斯多夫的姓名 永久流传 而让他的作品消灭呢 还是作品永久存在 而让他的姓名消灭 他毫不迟疑地回答道 让我的作品永生 而我自己消灭吧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留存的只有我的最真实的 唯一真实的部分 让克里斯多夫去死灭吧 但过了一会儿 他觉得作品跟自己一样的没意思 相信他的艺术会永生 未免太可笑了 他不但明白看到自己的作品的命运 并且还见到一切现代音乐的命运 音乐的语言比什么都消耗得更快 一两百年之后 他只有少数的专家才懂得 现在能有几人了解蒙特威尔蒂与吕里的 苔藓已经在侵蚀古典森林中的橡树了 那些音响的建筑 我们在里头唱出我们的热情 可是将来都得成为空虚的庙堂 结果只剩下一片瓦砾 克里斯多夫很奇怪 怎么自己能瞧着这些废墟 而尽无动于衷 难道我并不怎样爱生命吗 他不胜惊讶地问自己 但他立刻懂得 这正是表示他更爱生命 对着艺术的废墟痛哭吗 那是犯不上的 艺术是人类反映在自然界中的影子 让他们一起消灭吧 被阳光吞没吧 他们是我看不见阳光 自然界无穷的宝藏 都从我们手指中间漏过 人类的智慧 想在一个网的眼子里掏取流水 我们的音乐只是幻象 像我们的音阶 是凭空虚构的东西 跟任何活的声音没有关联 这是人的智慧 在许多实在的声音中 勉强找出来的折中办法 拿韵律去应用在无穷上面 人需要用这个谎言 去了解那个不可解 因为他要相信这个谎言 所以他就相信了 但他毕竟不是真的 不是活的 精神从自己创造的音乐上 所得到的快感 其实是把对于现实的直觉 加以颠倒混乱的后果 不时有个天才 偶尔和大帝接触了一刹那 居然看到了真正的流水 那是超乎艺术之外的 于是低暗崩溃了 现实从一个细缝里透了进来 但这裂痕不久就被填补了 人的理智必须用那个低做保障 要是理智遇到了耶和华的目光 他就完了 所以他要把自己的牢房 再涂上一阵水泥 使外边的东西一进来 就给他消化掉 这个办法对于一般 不愿意睁开眼睛的人 也许是美的 可是我 我是愿意看到耶和华的面目的 即使我会消灭 我还是要听你打雷似的声音 艺术的声音使我感到局促 精神 别出声吧 人类 别出声吧 但这段高论才说过了几分钟 克里斯多夫又到散在被单上的纸堆里去摸索 还想写下几个音符 一发觉自己的矛盾 他就微笑着说 我的老朋友 我的音乐 你真好 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我把你赶走 可是你 你绝对不离开我 尽管我使性 你却并不灰心 原谅我吧 你很明白 这不过是些废话 我从来没欺骗你 你也从来没欺骗我 我们彼此都是很信任的 朋友 咱们一起走吧 有始有终 留在我身边吧 然后咱们一同解脱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 阿尔菲文传喜马拉雅正好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 阿尔菲文传制作的 约翰·克里斯多夫 作者 罗曼·罗兰 翻译 傅雷 演播 孟兰 第201集 克里斯多夫 常识气地昏迷了一阵 发着高烧 做着乱梦 等到他醒过来 奇奇怪怪的梦境 还印在心头 他瞧着自己 摸着自己的身子 找自己 可是找不到了 他似乎 变了另外一个人了 另外一个 比他更宝贵的一个 谁呀 仿佛梦中另外有个人 化身在他身上了 是奥里维吗 格拉奇亚吗 心脏和头脑都那么衰弱 他在所爱的人中 分不出是哪一个了 而且分辨出来 有什么用 他对他们都是一样爱的 他精神酣畅 浑身酥软 他也不愿意动弹 他知道 痛苦潜伏在一边 像猫等着耗子一样 他便装死 怎么 已经死了吗 屋子里 没有一个人 楼上的琴声 尖默了 孤独 静默 克里斯多夫 叹了口气 到了生命的终点 而能够说 就在最孤独的时候 也从来没有孤独 那才叫人安慰呢 我一路上遇到的灵魂 在某一个时期 帮助过我的弟兄们 在我思想中的神秘的精灵 死的与活的 全是活的 哦 我所爱的一切 我创造的一切 你们都这样热烈地抱着我 守着我 我听到你们美妙的声音 因为我能得到你们 我要祝福我的命运 我是富有的 富有的 我的心都给装满了 他望着窗子 没有太阳 但天气极好 像一个美丽的瞎子姑娘 克里斯多夫望着 掠在窗上的一根树枝出神 树枝膨胀起来 滋润的嫩芽爆发了 小小的白花开满了 这个花丛 这些叶子 这些复活的生命 显得一切都把自己 交给了苏生的力 这境界 使克里斯多夫 不再觉得呼吸艰难 不再感到垂死的肉体 而在树枝上面再生了 那生意 有个柔和的光轮照着他 好似给他一个亲吻 在他迷流的时间 那株美丽的树 对他微微地笑着 而他那棵抱着一腔热爱的心 也灌注在那株树上去了 克里斯多夫想到 就在这一刹那 世界上有无数的生灵 在相爱 对他 是临终受难的时间 对别人是销魂荡魄的良辰 而且永远是这样的 生命的强烈的欢乐 从来不会哭和 他一边气急 一边大声哼着一阙 送赞生命的歌 声音已经不听他的思想指挥 也许喉咙里根本没发出声音 但自己不觉得 他忽然听到一个乐队 把他的颂歌奏起来了 不由得心里奇怪 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呢 我们又没练习过 希望他们把曲子奏完 别弄错了才好 他挣扎着坐在床上 要叫整个乐队都能看到他 舞动着粗大的手臂打拍子 但乐队奏来一点不错 很有把握 多神妙的音乐 哦 他们竟自动替他奏出下文来了 克里斯多夫觉得很有趣 好 等一等 好家伙 我一定追上你 于是他把棍子一挥 逞着兴致 痛快地把船拾了出去 向左 向右 穿过危险的水道 嘿 这一句你们能接下去吗 还有那一句 赶快啊 这里又是一句新的了 他们老是把路摸得很清楚 你给他们一些大胆的乐句 他们的答句却是更大胆 他们还会搞出些什么来呢 这些坏东西 克里斯多夫高声叫好 纵声大笑 该死 要跟上他们都不容易了 难道我要给他们打败吗 你们知道 这个玩意儿是不能做准的 今天我累了 没关系 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 但乐队所奏的 像若非非的东西 层出不穷 而且都是那么新奇 结果 克里斯多夫只能张着嘴听他们 听得连气都喘不过来 克里斯多夫觉得 自己可怜极了 畜生 他对自己说 你完了 出嘴吧 你的本领不过如此 这个身体已经完了 需要换一个了 可是身体跟他反抗 剧烈的咳嗆 使他听不见乐队 你还不安静下来吗 他掐着喉咙 用拳头捶着胸部 好似对付一个非达到不可的敌人 他看到自己在那混战 一大堆的群众在那呐喊 一个人 使劲地把他抱着 他们一起滚在地下 那人压在他身上 他窒息了 你松手啊 我要听 我要听 要不然我就杀了你 他把那人的脑袋撞在墙上 但他始终不放 那究竟是谁呀 我跟谁扭作一团的打架呀 我抓着的这个火辣辣的身体 是什么呢 昏迷 狂乱 一片混沌的热情 狂怒 淫欲 池塘里的污泥 最后一次的犯了起来 哦 难道还不马上完吗 粘在我皮肉上的水质 难道拉不下来吗 好 离这个臭皮囊 跟水质同归于尽吧 克里斯多夫挺着腰 撑着尖 秃着肩 秃着膝盖 把那看不见的敌人推开 行了 他挣脱了 那边 音乐老是在演奏 慢慢地远去 克里斯多夫 浑身躺着汗 向他伸着手臂 等等我呀 等等我呀 他跑上去追他 摇摇晃晃 碰到什么都得撞一下 跑得太急了 没法呼吸了 心跳得厉害 血在耳朵里响 一列火车 在隧道中驶过 天哪 这不是胡闹吗 他无可奈何地 对着乐队挥手 要他们别把他丢下来 终于出了隧道 一切都静下来了 他又听到了 多美啊 多美啊 再来一次 弟兄们 放大胆子 这是谁的 你们说 是约翰 克里斯多夫 克拉夫托做的 得了吧 别胡说 那我可能认得的 这样的东西 他从来写不了十节 谁又来咳嗽了 静下来行不行 哎 这个是什么和弦 还有那个呢 哎 别这么快 等等我呀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约翰·克里斯多夫 喜欢本故事 请订阅专辑 或者分享朋友圈 克里斯多夫发出一些 不成音的叫喊 用手抓着背单 做着写字的姿势 而他困乏的头脑 还不由自主地推敲 这些和弦是怎么配合的 下面又应该是什么和弦 无论如何想不起来 心里一急 他不得不放手 又接着再来 哦 这回那可太 停下来 停下来 我跟不上了 他的意志完全 温度是什么 温度 我跟不上了 克里斯多夫 和上眼睛 紧闭的眼皮 躺着幸福的眼泪 门房的小姑娘 瞧着他 很虔诚地替他 抹着眼泪 克里斯多夫 可没觉得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他都感觉不到了 乐队的声音没有了 他耳朵里昏昏沉沉地 只留下一片和声 迷失终没解决 固执的头脑 还在那里反复地响 这个是什么和弦呢 怎么接下去呢 我很想找出个答案来 趁我还没死以前 那时 有许多声音响起来了 有一个热烈的声音 阿娜那双凄惨的眼睛 但一会儿又不是阿娜了 又是一双那么仁慈的眼睛了 哦 格拉奇亚 是你吗 究竟是你们中间的哪一个呢 哪一个呢 我再也看不清你们了 为什么太阳这样 姗姗来迟 三座钟 田静地奏鸣着 麻雀在窗前鼓噪 提醒她 是给他们吃东西的时候了 克里斯多夫 在梦中又见到了 童年的卧房 终生复起 天已黎明 美妙的音浪 在轻快的空中回旋 他们是从远方来的 从那边的村子里 江声浩荡 自屋后上升 克里斯多夫看到自己肘子 靠在楼梯旁边的窗坎上 他整个儿的生涯 像莱茵河一般在眼前留着 整个儿的生涯 所有的生灵 鲁伊莎 高托弗列特 奥里维 萨皮纳 母亲 爱人 朋友 他们叫什么名字吗 爱人 你们在哪儿 我的许多灵魂 你们都在哪儿 我知道你们在这里 可是抓不到你们 我们和你在一起 你安息吧 最亲爱的人 哦 我再也不愿意跟你们相识了 我找你们找得好苦啊 别烦恼了 我们不会再离开你了 哦 我身不由主地给河流 卷走了 卷走你的河流 已把我们跟你一起卷走了 咱们到哪儿去呢 到咱们相聚的地方 快到了吗 你瞧吧 克里斯多夫拼命撑着 抬起头来 天哪 头多重 看见 盈溢的河水淹没了田野 庄严地流着 缓缓地 差不多静止了 而在遥远的天边 像一道钢铁的闪光 有一股银色的巨流在阳光底下 淋淋波动 有一股银色的巨流在阳光底下 淋淋波动 向它直冲过来 它又听到海洋的声音 它的快要停止的心 问道 是它吗 那些 它那些心爱的人回答说 是它 逐渐死去的头脑想着 门开了 我要找的和弦找到了 难道 这还不完吗 怎么又是一个海阔天空的新世界了 好 咱们明天再往前走吧 哦 欢乐 眼看自己在上帝的至高的平和中化掉 眼看自己为上帝效劳 劫中尽力地干了一辈子 这才是真正的欢乐 主啊 你对你的仆人不至于太不满意吧 我只做了一点事 没有能做的更多 我曾经奋斗 曾经痛苦 曾经流浪 曾经创造 让我在你为父的臂抱中 谢谢吧 有一天 我将为了新的战斗 而再生 于是 潺潺的河水 汹涌的海浪 和他一起唱着 你将来会再生的 现在暂且休息吧 所有的心只是一颗心 日与夜交融为一 堆着微笑 和谐是爱与恨结合起来的 庄严的配偶 我将欧哥那个掌管 爱与恨的神明 送赞生命 送赞死亡 当你见到 克里斯多夫的面容之日 是你将死而不死于 饿死之日 古教堂门前 圣者 克里斯多夫向下之 拉丁文明文 圣者 克里斯多夫渡过了河 他在逆流中 走了整整的一夜 现在 他结实的身体 像一块岩石一般 矗立在水面上 左肩上 扛着一个娇弱 而沉重的孩子 圣者 克里斯多夫 倚在一株拔起的松树上 松树曲曲了 他的脊骨也曲曲了 那些看着他出发的人 都说他度不过的 他们长时间的 嘲弄他 笑他 随后 黑夜来了 他们厌倦了 此刻 克里斯多夫 已经走得那么远 再也听不见 留在岸上的人的叫喊 在激流澎湃中 只听见孩子平静的声音 他用小手 抓着巨人额上的 一缕头发 嘴里老喊着 走吧 可里斯多夫 与着背 迈着布 眼睛向着前面 老望着黑洞洞的对岸 雪碧 慢慢地显出白色来了 早倒的钟声 突然响了 无数的钟声 一下子都惊醒了 天又黎明 黑沉沉的 微崖后面 看不见的太阳 在金色的天空升起 快要倒下来的 克里斯多夫 终于到了彼岸 于是他对孩子说 咱们到了 啊 你多重啊 孩子 你究竟是谁呢 孩子回答说 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书已全部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故事 请关注 二非文传喜马拉雅正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